第一章 你如皓月 触不可及 快看 又有不止死活的人 跟莫语卿表白了 不过这男生长得还不错呀 是我喜欢的那一款 是不错 但你看看 女生是谁 人家那么漂亮 家里还有矿 别看了 不可能成功的 听说 他俩老早就认识了 这男生追了挺久的 哎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此时航程才刚刚入春 所有植物才开始长出嫩芽 四周看起来有些空气 即便如此缺少紧致的操场上 还是围起了一圈看热闹的人 对于周围的冷嘲热讽 陈璐只是默默听着 他很清楚 自己现在就是个乐子 他手捧玫瑰站在操场上 看着朝自己走来的少女 那全校公认最漂亮 也是他追求了整整七年的女孩 莫语卿 天气仍然有些冷 微凉的冷风 不停吹到陈璐有些发烫的脸颊上 也吹动着莫语卿如铺般的乌黑长发 和乳白色长裙 仿佛温度对女生这种生物 丝毫没有影响似的 他领口还露着漂亮的锁骨和雪白 而又光滑的脖梗 莫语卿表情淡然 微抿着嘴 一双很是漂亮的信念 宛若银银秋水 让人根本一不开目光 上天毫不吝啬地赐予了他精致冷艳的面庞 使得他一颦一笑都颇为动人 陈璐吐出一口气 缓步向前 其实他并不想当众表白 觉得这样很像道德绑架 但他更不想让莫语卿再次糊弄过去 是啊 这样搞被表白的那一方压力很大 但是莫语卿你不会 你是所有人心目中的触不可及 是被众星捧着的明月 被你拒绝的人都能排队排到学校外面去吧 无论道白失败的人值不值钱 都会成为你继续升职的垫脚石 果然和他所预料的一样 莫语卿见周围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 仍然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只不过由于这次的追求者是他 比平常多了微皱的眉 你追了我多久了 莫语卿开口问道 清冷的声音夹杂着冷风一起进到陈璐的耳中 到今天刚好七年 他没有让陈璐先开口 陈璐也很默契的 没有当众大喊什么 我喜欢你 因为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表白了 上一次是在高中 莫语卿说要以学业为重 陈璐表示理解 然后他放下对其他城市的向往 来到了同样的大学 自从发现两人到了大学关系 也没有任何变化之后 陈璐心里其实就已经有了答案 真互相有感觉的话 在一起的速度是很快的 如果都是单身的一男一女 认识几年也没进展 就说明两人之间基本不可能 更何况 虽然他追求了整整七年 但两个人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相识 是真正的青梅竹马 所以他现在只是想要做个了结 给自己卑微的跟条狗一样 只得到一点点回应 就欣喜若狂的七年 画上一个 为了配得上你 我也努力了七年 七年实在是太长了呀 莫大小姐 我也是会累的 这次该给咱俩莫名其妙的关系 下个定论了吧 终于莫语勤诸唇亲戚 把陈璐的思绪拉了回来 是啊 七年了 陈璐 他神情漠然 语气冰冷 都这么久了 你还没感觉出来 我根本不喜欢你吗 我们还是接着当朋友吧 你再提这个 连朋友也没得做了 陈璐抬头看着阴沉的天空 出乎意料的平静 当朋友 然后在你身边 看着你和别人在一起 看着你以后结婚生子是吗 莫语勤 我是喜欢你 还不至于那么不堪 莫语勤没有再多说什么 冷谋扫尸一圈之后 便转身离开 只留给陈璐一个恶娜多姿 却又无比绝情的背影 莫语勤 我喜欢你 喜欢你整整七年了 陈璐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 不顾周围人的目光 大声喊道 就在周围瞬间开始议论纷纷时 他又带着自嘲的笑容缓缓开口 但是以后不会了 旋即他便转身离开 背对着人群 形单影之 无比落寞 像是一个一无所有的赌徒 输得彻底 陈璐忽然发现 自己除了悲伤以外 还有松了一口气般的解脱 不喜欢听着很简单 其实已经是比佳境 容貌或者性格不合 更难逾越的鸿沟 别的还可以努力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陈璐想着这些 被等待他的江超 挤出一个笑容 这是他的好兄弟监义子 因为整个人莫名有些江湖气息 每天早上晨跑完 还会给社友带早餐 所以被陈璐他们戏称做老大 更好的还在后面呢 江超揽着他的肩膀安慰道 我们都没准备 庆祝你知道吗 因为不管成不成 都不是你配不上他 而是他配不上你 陈璐看了看垃圾桶里面的 好多刚扔进去的李花筒 笑笑没说什么 等会儿出去 把这些玫瑰花 分给路上的小朋友吧 别浪费了 年纪小的孩子们 应该很喜欢这个 哎 我说了吧 就光你这性格 谁跟你在一起不舒坦 江超一脸嫌弃的说着 更别说 你其他条件也不差 你说你哪里不够好 他不会真以为只要长得好看 就没有烦恼吧 哪次他遇到什么困难 你不是一个电话 就到了 还不都是你解决的 我要是女的 我都得拽着你去领证 行了行了 你要是没说最后那句话 我还挺感动的 陈璐扫视一圈 又问道 失踪的那俩人呢 那俩或临时有事 等会喝酒 让他们出钱 走吧 陪你散散心 江超说完 就拉着陈璐往校门外走 此时天渐渐暗了下来 街边的路灯一盏盏亮起 不少摊贩已经聚集在校门口 一个个明晃晃的小灯泡 挂在他们改造好的三轮车上 不少小虫子绕着灯泡乱飞 油锅里面 还不停冒出热腾腾的香气 就是这些五花八门的小吃摊 养活了不知道多少 嫌弃食堂饭菜的大学生 看着表情气然的陈璐 江超沉声劝道 你俩认识那么久 要是真喜欢 你他早答应了 别再折腾自己了 你明明是那么聪明的人啊 陈璐 为什么偏偏在这种地方 迟迷不悟呢 陈璐无神地看着远方 嘴角勾起一丝复杂的笑意 不追了 这三个字 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 释然中隐藏着无尽的悲伤 真不追了 我用半条命换来的大彻大悟 但凡回头看一眼 我都该死 第二章 我不喜欢 第二章我不喜欢江超听到后 有些赞同的苦笑了一声 人生有几个气面啊 就是 姗姗来迟的另外两个 是由李思年和郑浩宇 一口同声道 他俩附和一句 随后全都没有提起今天的事情 陈璐没再说话 这是刚好一个抱着一堆传单的女生 站到他面前 怯生生地给他递过来一张 见他似乎看着远处没反应过来 那个女生又小声道 你好 他的声音很小 话语很快就被小吃鸡周围的喧闹声淹没 陈璐这才缓过神 愣愣地把传单接过 继续像做雕塑一样 一动不动 思绪飘忽不定 他也不知道 自己在想些什么 连视线都没有聚焦 谢谢 哪怕陈璐没有回应 女生依旧很礼貌地弯腰到了声线 随后才继续走到其他人面前 重复刚才的举动 真老实 换我发传单 我就全给他塞垃圾桶里 江超叼着跟烟道 不过这工作是不是有人监督啊 不好说 陈璐话音刚落 就听到卡农铃声响起 他看了一眼手机 看清来电人之后 心里不禁颤了一下 是墨语琴打来的 估计是又有什么事 想找他帮忙 总归不可能是回心转意 考虑再三后 打算接受表白 他估计以为我 还会继续和他做朋友吧 陈璐知道 只要自己现在接通电话 就可以继续像以前那样 待在墨语琴身边 看着他浩月般靓丽的背影 今天就什么都没发生 但是 真的不想接了 真的累了 哎 那个低马尾妹子 就刚才给你发传单那个 你给几分 江超点了根烟 自顾自地继续说着 穿的态土刘海还那么长 身段倒是可以 但我只能给五分 陈璐听爸满脸嫌弃道 你好无聊啊 随即便默默 把电话挂断 也跟着看了看 那倒无比忙碌的身影 女孩看起来 年纪也不大 不到一米七的个子 穿着一身白色的絮 和牛仔裤 虽然穿着很不起眼 但是仍然掩盖不了 他身体的玲珑曲线 只是对方的刘海实在很长 走路也一直低着头 看来江超打得五分 全是给身材的 女孩四处走动的时候 驳梗后的马尾 一甩一甩的 干练又普通 看那勤勤恳恳 一点都不知道偷懒的样子 估计是兼职的大学生 在周围这些打扮的花枝招展 正在嬉笑的同龄女生中间 他显得那般格格不入 江超看到陈璐挂断电话 这才松了一口气 语气也轻松了不少 好似刚才的话 纯属在转移注意力 打个分怎么了 别人给我二分 我也能笑嘻嘻地说谢谢 哥们一点不双标 而且 我昨天还刚扶老奶奶过马路呢 完全是个好男孩好吗 陈璐懒得就这个话题 再多说什么 只是把手机按灭 明明按下手机测键 并不需要多麻烦 但是陈璐此刻 拒绝的自己 花了好大的力气 这还是我第一次不接你电话呢 虽然你把我的电话 挂了无数次 甚至有时候不接电话的理由 仅仅是心情不好 他凭什么不接 莫语清皱着眉头地抱怨道 轻咬着下嘴唇 纤细的手指 不停拨弄屏幕 我之前也拒绝过他 怎么这次就不接我电话了 当朋友又怎么了 我们之前那样不挺好吗 他的室友 也是好闺蜜柳言 正一脸无奈地看着他 一时间看了有些失神 因为实在是太漂亮了 面前的女孩就是好看到 连闹脾气看起来 都有些赏心悦目 搞得她们 都有点理解 人家为什么风火戏猪猴了 哪怕是当初我和爸妈吵架 凌晨两点 他也会接的 我要去问问他 说吧 莫语清就火急火了地 换下蕾丝边的睡裙 穿起了衣服 也不顾乱糟糟的头发 就要出门 正当他握住门把手 室友们都以为他 终于开窍了之后 莫语清又走了回来 气鼓鼓地坐到了床上 我才不要主动找一个 不接我电话的人 虽然自从莫语清 回到宿舍就在劝 但是柳言 还是再次坐到了他身旁 把手扶在他的肩膀上说道 语清 我最后再劝你一次哦 你要是喜欢他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陈璐可是追求了你整整七年 光说 我认识你之后的事情嘛 每天你一个电话 他就会给你送饭来 不管早晚都是这样 我男朋友都不会在 我生理期的时候 给我煮红糖浆茶喝 但是你每次都有 除了他 还有哪个男生 会做你爱吃的所有菜 他可全都是为你学的 表面上你是班长 可是大部分事情 都是他替你处理的 就算你已经习以为常 也不是谁每天都能 准时收到早安晚安哦 而且 柳言想了想 那句 你离不了他 还是没有说出口 女生之间关系 再近聊天 也是要注意分寸的 怎么说 他也是莫语清的闺蜜 而不是陈璐的 刚才说那些话 就已经够胳膊肘往外拐了 虽然他没说 但是他对这句话深信不疑 当初刚开学 莫语清 因为自己性格造成的误会 和整个宿舍集体 格格不入 后来 经过陈璐想方设法的调解 宿舍里的剩余三个女生 才开始和他好好相处 他和莫语清 最后才会走得这么近 陈璐只是在追求他 但还是主动 和其他女生保持着距离 因为他耍小脾气 陈璐曾经冒着雨 在宿舍楼下站了一个小时 看得他们三个一阵唏嘘 不知道为什么 似乎唯独没有打动莫语清 柳妍看着面前 正嘟着嘴的角色少女 莫名有种 皇上不及太监 急的感觉 陈璐有情商有颜值 家境虽然没你好 但是也不差 也不是没有人追他 他唯独对你 唯命是从 莫语清 痴迷于你 都快成为他为数不多的缺点了 我我才不喜欢他 以前不喜欢 现在不喜欢 以后也是 莫语清衣服也没脱 就钻进了被子里 把整个人都藏了起来 只剩不少长发摊在外面 虽然心中对喜欢这个词 没什么定义 但是高傲的他 还是出于本能的否定了 柳妍和其他两个社友 对视了一眼 他们的这个好朋友 真的让他们又爱又气 莫语清 其实对自己身边的人很好 平常也很大方 陈璐生日 他还送过最新款的笔记本电脑 但是 他不知道 陈璐到底想要什么 他从未回应过陈璐的感情 硬生生折腾了他整整七年 语清你一定会后悔的 很快你就会感觉到不对劲了 等被保护的仿佛未经逝世的你 自己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肯定还会回来找我的 就像之前那样 我和他认识那么久了 肯定是我更了解他 与此同时 陈璐那边 除了他在黯然神伤以外 江超劝着劝着 反而打开了话下 别再增加沉默成本了 你的青春可马上就要过去了 你吊死在一棵树上 对得起其他少女的大好年华吗 江超拍着陈璐肩膀说道 这就是你当海王的理由 陈璐皱了皱眉 我只是想给他们平等的爱 对旁边突然传来了一声怒吼 极其刺耳 你眼瞎是吗 第三章 他值得更好的 第三章他值得更好的 陈璐转过头 刚好看到一个男生 怒气冲冲地指着 那个兼职的女孩大吼 女孩被吓得一哆嗦 对方手里端着的那滚烫的汤汁 还见到了她的胳膊上 奇怪的是 就算这样他也没敢吱声 只是深深低着头 那个男生没嚷一句 女孩就得被吓得颤抖一下 眼眶明显已经湿了 还不敢让眼泪掉下来 这人有病吧 明明是他自己喝多了 走不稳撞到人家的 居然还先咬上别人了 江超眯着眼吐槽道 陈璐点点头 二话不说就走上前 把女孩轻轻拉到了自己身后 都不是人家给你碰掉的 你这样嚷嚷 太过分了吧 陈璐打量着这个 似乎已经醉酒的男生说道 对方和自己差不多同龄的样子 还有两个同行的男生 跟在他身边 再高的分数线 也筛不掉人渣呀 关你什么事啊 你想干价就直说 见对方怒气冲冲地看着自己 陈璐倒也不急 转头去看了看 对方身旁的那两个男生 居然一个肯说出真相的都没有 反而不怀好意地看着自己 好家伙 这也能同流合污吗 不少看热闹的人已经聚了过来 还有不少人举起手机 正对着这里 一副看热闹不嫌是大的样子 陈璐冷不丁地 就揽住了对方的肩膀 指了指角落的监控 有监控的兄弟 还有这么多人录着呢 说着陈璐又指了指 自己已经靠起来的那几个室友 小声说道 你也是这个大学的吧 我们是法学院的 这两个是学生会干部 看到那个抽烟的眉 别看他这吊锒铛的样子 他爹是公安局局长 咱可千万别跟他打起来 他脑子有病的 下手没轻没中不说 万一我是说万一啊 到时候 你在里面接受警察叔叔批评的时候 搞不好他在他爹办公室打游戏呢 所以咱别惹他们 男生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愣愣地看着他 你就不怕他俩学生会的职位 没了 陈璐装作丝毫没有听懂的样子 眼睛一眨一眨的和对方对视着 不会啊 他只是没劝住我们 又不会动手 不过 我相信大家都是文明人嘛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以后说不准 还有机会互帮互助呢 认识一下 男生看着面前神态淡然的陈璐 紧张地咽了口唾沫 见陈璐好话赖话全说了 皮笑若不笑的 男生居然真的被唬住了 既然给我台阶下了 那就下了吧 随后他便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好 全然没有了刚才嚣张跋扈的样子 果然和陈璐想的一样 这种脾气上头不过脑子的 一般耸得也很快 欺负女生的胆子是有 让他惹硬骨头这种人 是万万不敢的 一段小插曲 就这样莫名其妙结束了 陈璐刚回去 几个人就又呜呜呱呱起来 好像他们对陈璐做这种事 已经习以为常 要是墨语琴 再场看到 肯定会爱上你的 你是来陪我喝酒的 还是来在我伤口上撒盐的 话音刚落 那个女孩就敲咪咪咪走了过来 再次支支吾吾的道了声谢 谢谢 陈璐看了看对方 已经泛红的胳膊 柔声劝道 你最好赶紧拿凉水冲一下 然后记得去药店买点药抹上 你这趟得有点严重了 下次再遇到这种事 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别站 那像瘦气包一样白挨骂 你又不欠别人呢 女孩用力点了点头便离开了 只留下落到地上的一滴泪珠 陈璐吵几人耸了耸肩 走吧 吃饭去 男生喝多了之后 是能吹很久牛的 一出门冷风就扑面来 动得陈璐打了个哆嗦 这鬼天气 他不禁吐槽了一句 旁边的商场倒是已经早早关门 但是街边还是灯红酒绿的 这点宿舍都快关门了吧 去不去网吧 郑浩宇搓着手说道 江超和李思年都没什么意见 把目光一起投向陈璐 你们去吧 我回家一趟 陈璐轻声道 冷风不断吹到他因为喝了酒 而有些发烫的脸颊上 让他越来越清醒 也越来越失落 江超拍了拍他的肩膀 早点睡吧 看着陈璐有些落寞的身影 几人都有些心疼 江超刚点燃一支烟 又看到在旁边玩闹的几个小孩子 连忙掐面说道 让他自己缓一下吧 草 郑浩宇突然骂了一声 莫宇清为什么看不上陆哥啊 江超只是默默听着 叼着熄灭的烟头没有说话 看了看手机屏幕上亮起的消息 莫宇清 陈璐在哪 他抬头才看到 陈璐已经跑没影了 大拇指在泛着光的屏幕上 轻敲了几下 你早点问也许还来得及 现在晚了 别的女孩子会发现 陈璐到底有多好的 说完就删除了联系人 陈璐并没有立刻回家 而是漫无目的四处逛着 最后逛到了附近的一座公园里 走过灵星的几盏路灯之后 周围便只剩漆黑一片 只有借着外面的亮光 才能稍微看清点东西 这点公园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他坐到一个秋千上 深深的虚了口气 他小时候天天跟莫宇清在这里玩 哪怕是现在 也依旧能从很多地方 看到回忆的影子 陈璐自嘲般勾了勾嘴角 笑容里尽是苦涩 当时过家家的时候 两个人还说什么 长大了要结婚 真搞笑 只有他当真了 他抬起头 把目光随意的投向远处 呼的又从街边的长椅那 看到一道陌生 又有些熟悉的身影 是傍晚在校门口 发传单的那个女孩 换其他人陈璐 可能不太敢确定 但是对方 那让他不怎么起眼的刘海 现在又成了他标志性的特点 所以陈璐一眼就认出来了 女孩正坐在路灯下的长椅上 一个人敲鸣鸣抹着眼泪 有些昏暗的灯光打在他身上 让他本就孤零零的身影 看起来更加欺然 像是被世界遗弃在角落 他似乎跟任何事物 都那么格格不入 由于片刻 陈璐还是站到了女孩的面前 怎么这么晚了 还没回家 女孩被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得一哆嗦 看清是陈璐后 似乎又稍微松了一口气 连忙低下头 把眼泪擦干 气氛沉寂了一会儿 他才吸了吸鼻子 低声道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会在这里待会 陈璐联想起傍晚发生的事情 转而问道 你烫伤的地方抹药了吗 没有 等我一下 几分钟后 你怎么回事啊 烫伤不处理的话 很麻烦的 陈璐大喘着气说道 晚风不断吹动着少女婿宽松的袖口和头发 坐在那里活脱脱一个瘦气包的样子 陈璐随即便蹲到了女孩身前 拿药膏戳了戳对方的胳膊 示意她涂一下 结果女孩真的就把胳膊伸了出来 然后就一动不动了 被骂了也不知道缓口 现在还说一步才知道动一步 这人怎么憨不拉几的 陈璐暗自吐槽了一句 干脆就自己亲手给对方涂了 哪怕这个路灯不是那么亮 还是看得出女孩的手臂很白很嫩 用力按一下 感觉都能按出水来 被烫到的地方已经红了一片 还有些起皮 你到底拿凉水冲了没 陈璐低着头问道 冲冲了 女孩声音很小 怯怯的 但是很好听 虽然陈璐感觉自己语气很柔和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女孩像是被批评了一样 一直低着头 那你为什么不去药店啊 这都多晚了 当时工作还没做完 而且买药花很多钱 陈璐有些无语 只能默默把药膏涂到女孩烫伤的地方 这样就好了 药膏还有很多 记得要勤募 陈璐嘱咐完抬起头 发现女孩正愣愣地看着自己 突然又刮过的一阵风 吹开了女孩的刘海 露出了如宝石般清澈的眼睛 她那清纯白净的脸庞 也映入了陈璐的眼中 江超 你瞎了吗 五分 这是一百分啊 本来路边喧闹的车流和鸣笛声 顿时全都在陈璐耳边消失了 世界安静的初期 仿佛世间的一切纷扰 再也与他们无关 此刻二人的世界里 都只有对方一人 她从少女纯净又柔和的双眼中 看到了路上来往车辆的车灯 看到了自己身后的高楼大厦 万家灯火 看到了璀璨繁星 最后 她看到了她自己 不不要再看了好不好 两久 缓过神来的女孩 满脸羞愧地低下头 怯生生地说道 眼前还蒙上了一层水雾 陈璐莫名笑了笑 明明是可以理直气壮 说出来的事情 居然还说什么好不好的 傻子骂 第四章 同一片云彩 第四章同一片云彩 陈璐听爸连忙站了起来 拿出手机看了看未接 夜里的航程很冷 让陈璐的心也冷得发颤 果然只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消息也没发 莫语清 你是不是觉得 我一定会主动再去找你啊 在你眼里 我怎么就那么卑微吗 陈璐养了坏头 缓过神来之后 就把未接来电的那条记录 左划删除 又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已经十一点多了 她便缓缓开口 我送你回去吧 这女孩还是低着头没有说话 她又继续补充道 我家就在这附近 这点学校已经回不去了 对方这才轻轻点了点头 随后二人便一起走在街上 我叫陈璐 无路可走的路 陈璐侧头看着女孩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梁芷柔 梁芷柔低头 看着陈璐的影子说道 这样不用直视对方 还能看到对方 有没有在看她 很有安全感 她应该不会发现 我在看她吧 谢谢你给我买药 我把钱还你 女孩细弱文音地说道 说完她 就从兜里拿出手机 轻暗了两下 这话听得陈璐心里 莫名暖洋洋的 原来只是这种程度的小事 也会有人和我说谢谢 陈璐有些恍惚 她从墨与琴那里 一句感谢的话都没听到过 一句都没有 正当她还在恍神时 就看到女孩 微张着小嘴 眼睛一眨一眨 呆呆地说道 手机没电了 可能是怕被怀疑 她小手颤抖着 把手机举到陈璐面前 特意又按了两下 果然没有反应 明明她自己 都舍不得买药 但似乎依旧认为 不能占别人便宜 整个人看起来 有些不知所措 陈璐没忍住 勾了勾嘴角 你好像有点憨啊 没关系 这要很便宜 就花了不到十块 女孩没好意思再说话 勾了勾嘴 继续垂下头 其实我很聪明地 又过了一会儿 梁芷柔突然认认真真地说道 好好 这女孩的性格 似乎很沉闷 陈璐也没心情说话 二人就静静地走着 路上没事干陈璐 便稍微打量了 一下这个有些自卑的女孩 当时对视的那一会 梁芷柔给她的感觉 真的很惊艳 所以她更好奇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为什么要一直隐藏自己 你为什么要一直低着头呢 陈璐打着哈欠说道 你应该自信一点点 我活这么大 也只见过一个 跟你一样漂亮的 到时候 虽然可能还是会有 那样没脑子的男生气愤 但是其他人上来帮忙的可能性 就会大一些 过了很久 梁芷柔才缓缓开口 这样不容易被人注意到 陈璐这才了然 从刚才她说 买药要花很多钱 就猜到了 对方可能家境不是很好 对这种性格的女孩子来说 外表太好看 反而没有好处 这个特点得像墨宇清一样 加上家庭背景这种东西 才有价值 两人走了很久 但是不知为何 陈璐感觉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梁芷柔带着她 来到了一个公交站牌前 我在这等公交车 梁芷柔握着公交卡 轻声说道 等下车 离家就很近了 陈璐看了眼时间 两个人一路上没怎么墨迹 都走了十几分钟 你每天都这么折腾吗 陈璐想象了一下 就觉得自己要累死了 便宜点的房子租起来便宜 那你为什么 不在房子附近找工作 这边就算抛开路费 每天也能多挣十几块钱 陈璐默默点了点头 似乎她问什么女孩 就会老老实实答什么 有点神奇的感觉 真是辛苦啊 刚说完 公交就开了过来 随着吃的一声 两个门便缓缓打开 谢梁芷柔转过头 刚要说话 就看到陈璐缓缓摇了摇头 随后 她便在陈璐微笑着注视下 走进了公交车里 女孩刚坐下才反应过来 自己刚才到底想跟陈璐说什么 可是公交车已经开始行进了 她想说 让陈璐有空再来店里找她 她要还钱来着 随后 她便连忙站起身 有些焦急地拍打了一下车窗 买药的钱 我一定会还你的 陈璐看到着急起来声音 才有些大的女孩 实在觉得好笑 只是笑着摆了摆手 公交车离开之后 才反应过来的陈璐脸上笑容 瞬间就凝固了 她怎么还我 公交车行驶在寂静的夜里 哪怕窗户上 已经不再印有陈璐的面旁 梁芷柔仍然一直看着窗户的 又下脚发呆 没人想得到千年以后 还是会有个傻姑娘 客舟求见 又一阵冷风吹过 女孩便往外套里面缩了缩 真的好温暖 没顾得多想 陈璐随手截了一个出租车 就要回家 她和江超都是本地人 只要自己想的话 每天都可以不回宿舍 但是为了维持父子感情 两个人还是在宿舍待的时间 比较久一点 师傅 立井花园 哟 这么远啊 我这不是迷路了吗 看着朦胧的夜色 陈璐缓缓掏出了手机 突然看到 为她置顶了几年的墨雨晴 由于两久之后 还是取消了置顶 又去企鹅 把特别关心取消 想想以前那个 每天雷打不动的 发早安与晚安 每天主动找各种话题 因为没有得到回复 就心里一直揪着 每句话都好好斟酌 生怕把天撩死 把偶尔不秒回当 对墨雨晴回复太慢的 反抗的自己 真见啊 陈璐 陈璐又苦笑着翻动了一下 自己和墨雨晴的聊天记录 清一色的自己好几条 对方只回一两条 随便找一夜 就能看到满满的绿色气泡 白色的寥寥无几 随着这些举动 窗外的夜景 在她眼里 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明明是取消别人的置顶 陈璐不知道为什么 反而是自己伤心 吸了吸鼻子之后 便给江超发了个消息 陈璐 老大 我回家了 你们玩吧 江超 回吧回吧 这俩人是真坑啊 一把夹起来 死了快二十次 你不来也好 陈璐看到之后 轻轻笑了笑 刚想吸屏 就又看到江超 发来了一条消息 江超 我当时还以为 你会突然发愤图强 然后拿下那个兼职妹子呢 滑稽 陈璐 滚吧 我连人微信都没加 我把你说的话 截图发你女朋友了 江超 那倒是大可不必 好好睡一觉吧 睡醒之后 记得想起 你还有我们 看到江超的消息 陈璐有些恶然 你再打游戏都能秒回 墨雨晴为什么不会呢 他回复我消息 从来没快过呀 陈璐到自己家楼下 已经将近一点了 特意看了看自己家的窗户 发现灯没亮之后 才放下心来 只要我在爸妈睡着之后回家 在他们起床之前离开 我就没回来过 想到这些陈璐 便敲咪咪摸了上去 像的贼一样 溜进自己房间 将上锁的抽屉的打开 把和墨雨晴有关的东西 全都拿了出来 准备扔掉 突然又看到了一串 只有一个木珠的手链 这东西我居然还留着呢 拿在手中犹豫了一会儿之后 这串手链还是老老实实的 躺进了空空荡荡的抽屉里 有关墨雨晴的所有东西 已经不在了 许久没有感受到过 来自他人温暖的梁芷柔 做了一个很温馨的梦 她梦到了过去的事 一段治愈着她撑到现在的经历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一个小女孩蹲在公园沙地里 默默看着其他孩子们 从滑梯上爬上爬下 水灵灵的眼睛微微发红 明显刚刚哭过 因为自己是山村来的 所以她不敢上去跟着一起玩 这种自卑仿佛是天生的 因为别人习以为常的东西 她全都没见过 她也不知道这些都是什么 这时一个小男孩走了过来 蹲在她的旁边 你为什么不开心来 男孩的语气很温柔 这还是她来到这个城市之后 第一次有人这样和她说话 因为爸爸得了治不好的病 小女孩说着就变得眼泪汪汪的 看起来十分委屈 这是她第一次来到想象中的大城市 和自己想象的不同 航程仿佛只有炒人的车辆鸣笛声 和医院消毒水的味道 明明四处都是人挤人的样子 但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似乎又特别远 和在村子里不同 没有谁会主动帮谁 她只能跟着愁容满面的母亲 在医院里四处询问 该怎么挂号 怎么脚废 看着母亲被无视时 那茫然无措的样子 她只恨自己 现在没有长大 男孩默默点点头 沉寂许久后 指着远处在吹泡泡的几个孩子 柔声说道 这种时候最好转移一下注意力 你要不要玩泡泡机 只要按一下 就能飞出很多很多泡泡 很好玩的 我家里穷 买不起这个 小女孩头低的更深了 幸亏我刚好有两个 小男孩很激动的说着 同时把自己手里 唯一的一个泡泡机塞给了她 从她充满稚嫩的眼中 看不出一丁点的虚伪 或者不舍 咱俩一人一个哦 见女孩好像有些不相信 男孩又轻笑的说道 另一个在家里呢 比这个还要好 所以我不想拿出来 省得他们给我玩坏了 你叫什么名字 小女孩勉强相信 揉了揉发红的眼睛 哪怕她知道自己这辈子 都不会再见到她了 但还是想问 我是阎龙侠 男孩说吧 就把自己兜里的水果糖 也全部塞给了她 总之你难过的时候 就吃颗糖好了 给你这个女孩 把自己手腕上的木质手链 递给了对方 妈妈说过 要礼尚往来 我不能白拿你东西 那是她自己做的 所以只有一个木珠 和一条红绳 木珠被打磨得很光滑 需要极大的耐心 很难想象 这是一个小女孩 自己做出来的 谢谢 男孩刚想问她的名字 就被一个穿着 一身名牌的女孩 给拉了过去 半梦半醒的梁芷柔 轻轻地笑着 垂着眼 给身旁憔悴的母亲 盖好了被子 她之所以报考这所大学 就是因为想再次 来到这座城市 这座城市有千万人 我也不指望 可以再见到你 但我们总归可以看到 同一片云彩 第五章 等待 第五章 等待陈鹿刚睡醒 就拿起了手机 出于本能的 想要发个消息 在点击发送的前一秒 她才清醒了过来 连忙扇了自己一巴掌 上午晨路又回到教室 看了看身旁 同样顶着黑眼圈的 三个室友 又看了看自己 桌上的那本法理学 都说劝人学法 千刀万剐 但是为了追一个女生 报同样的大学就算了 还跟着选这样的专业 才是天大的笑话吧 那道熟悉的靓丽身影 正坐在左前稍远的地方 之前上课 一直注视这个背影 也是要改的习惯 由于还没开始上课 仍然不断有人 陆陆续续的走进来 进来之后 全都不约而同的 先看看陈璐 再看看墨雨晴 好像还想继续吃瓜一样 你把她联系方式删了没 江超凑过来小声问道 陈璐摇了摇头 神色有些暗淡 靠 你还没当够舔狗啊 为什么还没删 江超明显有些无语 听罢陈璐也转头看向她 我放下也要时间的 七年太久了 你当看小说呢 说删就删 如果我能那么果断到好了 说明我这七年 都没动过什么真感情 旁边的李四年附和了一声 这倒是 人家都说 二十一天就可以养成一个习惯 你指望陈璐一下子 就放下七年的习惯 根本不现实 江超又凑到陈璐身边 哥们给你介绍 我什么都缺 唯独不缺认识的女生 一天给你介绍一个 你能见到重样的算我输 有笔小的 也算我输 见陈璐无趣的趴到了桌子上 江超又继续说道 你嫌我认识的轻浮 那我让我女朋友 人自己就来了呢 说完陈璐就睡了过去 说实在的他看到江超就心痛 江超一直是他追求莫语勤的辽机 结果他没追到莫语勤 江超反而把他的室友柳妍追到手了 陈璐敢睡江超他们可不敢 之前陈璐睡他也睡的结果就是 陈璐乃科考的都很好 而他却挂科挂的惨烈 你们这种看着不努力 考的还很好的 简直就是班上的毒瘤 江超心里暗骂了一句 随即便强撑起眼皮 就在他刚要睡着的时候 手机的震动又让他清醒了过来 是一个大义学妹发来的消息 超哥你认识陈璐吗 我帮朋友过来找一下他 我现在就在教室门口 麻烦你喊他出来一下 江超看得有些愣神 陈璐这是言出法随了 随即他就连忙把陈璐咬醒 不管来的是不是爱情 只要能让他的好兄弟转移注意力就好 陈璐醒来之后 迷迷糊糊的走到了外面 一个女生见有人走出来 便连忙凑到了他面前 教室里的所有人 瞬间就把目光意气投向了已在门前的陈璐 陈璐这条件有人表白可太正常了 本身陈璐就长得很清秀 性格也不错 虽然他不是班长 也不是学生会的人 但还是很有人望的 之前他追求墨雨晴的时候 一直在主动和其他女生保持距离 所以没多少女生 在明知道没希望的情况下表白 这下墨雨晴当中给他拒绝了 第二天就有女生 看到有机会就跟他表白 一点也不奇怪 不少人还时不时回头看看墨雨晴的反应 陈璐是墨雨晴最忠实的追求者 这个在班上是有目共睹的 墨雨晴则是根本不看陈璐那边 哼唧唧地看着窗外 你好 陈璐看着面前看起来很开朗的短发女孩 愣愣地打了个招呼 对方看到他明显也愣了一下 看着他的脸眼睛一眨一眨的 学长好 我是梁芷柔的朋友 他现在在兼职不好请假 托我来问问你什么时候有空 他想亲自谢谢你 他也是这个学校的 陈璐有些震惊 一下子就行顿了 嗯嗯 我们都是会计学专业的 这样啊 我下课就有空 那我就让他在图书馆门口等你了 不知为何 陈璐觉得这个女孩在坏笑 好像自己妈妈看电视剧 男女主在一起的时候 也会露出这样的笑容 说吧 那个女孩就嘚嘚瑟地离开了这里 学长要记得我叫林淼淼 一晚上没咋睡的陈璐 坐回到座位上 现在几乎困意全无了 还能这要巧 那他为什么不住校 行了 别扭头了 人家都走了 柳言白了墨雨晴一眼说道 不是表白的 关我什么事啊 墨雨晴嘟了嘟嘴 也趴到了桌子上 下课之后 陈璐刚想出去 突然就被辅导员喊住了 他们的辅导员研究生刚毕业 就已经莫名走起了淑女风 有一种初高中班主任的感觉 并不好打交道 但是因为陈璐办事比较利索 所以对陈璐请假之类的要求 比较宽松一些 代价就是偶尔喊他去当苦力 小洛 过来帮我搞一下名册 很急吗 我晚点去行不行 陈璐有些无语的问道 很着急 再晚一会 以后你的假条就是别人批了 你们就可以准备迎接新的辅导员 我来帮他 江超连忙替好兄弟解围 你不行 你有多不着掉自己没点数吗 江超见另外两个室友 也有自己的事 只能看着陈璐干着急 起初陈璐看到薄薄的遗落文件 内心还是很放松的 心想 只要快一点 也许还来得及 结果搞完那遗落之后 才被告知 旁边那高高的遗落也是 死的心都有了 过了半小时之后 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 在冷风刮进来之前 陈璐就关上了窗户 四月的天比女生的心情还要善变 今天可以是28度阳光明媚 明天搞不好 就是各位树的温度 不过这让陈璐紧绷着的心莫名 有些放松 都这么久了 还下了雨 梁芷柔应该不会再等我了吧 比起自己被放鸽子 他更不想别人一直干等他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 陈璐终于搞完了自己面前的一大落 外面的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也小了不少 辛苦你了小璐 剩下的我 自己弄就好了 我这有雨伞 你先拿去 话听到一半 陈璐一溜烟就窜了出去 朝图书馆狂奔着 虽然他觉得 正常人不会一直在那等 毕竟自己已经晚了一个多小时 但是陈璐总觉得 自己必须得去看一下 一路上不少情侣都在打着香河伞 不紧不慢地走着 仿佛这种程度的雨 只会给他们带来非常合适的气氛 只有一个男生 在雨中一边躲避人群 一边狂奔着 从地上采取一朵又一朵水花 和这个画面极其不符 因为这几年来 陈璐一直有在锻炼 之前给墨雨琴带饭 也需要四处跑 所以陈璐体能还算可以 可惜他恰到好处的腹肌 只有室友看到过 到了图书馆门口之后 才看到一个女孩正怯声声站在那里 似乎是觉得有点冷 时不时就往外套里缩一缩 但他却仍然站在了很靠前的地方 偶尔一阵风刮来 雨水就会落到他身上 每当有人从他面前走过他 都会很不好意思地低着头让开 然后继续回到那个相对比较显眼的位置 虽然他一直低着头 但陈璐还是勉强认出了对方 陈璐健壮连忙走到了梁指柔面前 他还是穿着昨晚的那条牛仔裤 今天倒是老老实实穿了淡绿色的外套 看来不兼职的时候 他并不会梳起长长的低马尾 而是直接披散着头发 不过这也让本来一直低着头的女孩 更加不起眼了 昨晚还能有个身材分 今天任谁都看不出 这个女孩到底有着何等让人惊艳的容貌 偶尔刮过来的雨水 已经打湿了他一部分衣服 女孩耳朵也冻得通红 加上娇滴滴的面容 可爱又让人心疼 你怎么没走沉路愣愣地问道 心情非常复杂 我被辅导员喊去帮忙了 抱歉 听到有些熟悉的声音梁指柔这才抬起了头 看清是沉路后 嘴角似乎微微扬了一下 我要等你啊 女孩仿佛理所当然一般说着 突然下这么大雨 很冷的 我都迟到一个多小时了 正常人都会觉得我放鸽子了吧 更何况我这样子很不礼貌的 你应该直接撂挑子 走人才对 梁指柔认认真真的看着她 在她清澈的眼眸中沉路只看得到自己 我答应过你的 刚才的对视仿佛用掉了她所有的力量和勇气 很快她就又低下了头 而且我们说好了呀 沉路心情更复杂了 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开心多些还是愧疚多些 可能更多的是心疼 怎么这么汗 那你为什么不去里面 你在这一刮风雨就到你身上了呀 我怕你找不到我 沉路一下子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整个人都愣在了那里 原来真的会有人等我吗 原来不是所有人都像墨雨晴一样 只要我挽到一小会儿 就会走人啊 就在这一瞬间 真的就一瞬间 沉路感觉心中的某样东西 突然就融化了 毕竟你是一个因为别人一句话 就肯冒着雨等别人快两个小时的傻子吗 我不傻的 因为你也冒着雨来了 所以我没有等错人的 不过这句话嘴笨的憨女孩 并没有说出口 第六章 香河伞 第六章香河伞还不傻呢 我总觉得就算把你卖掉 你还能替我数钱 沉路玩笑道 你不是那种人 女孩轻轻摇了摇头 当时只有你帮了我 沉路暗自笑笑 不许再谢我了呀 梁指柔刚张他的嘴巴听罢 便老老实实闭上 小脑袋瓜转动了一小会儿 又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 那我请你吃饭 沉路刚想拒绝 又发现女孩正深深低着头 手指反复捏着衣角 她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 随即连忙笑着说道 看来 我的肚子有她自己的想法 走吧 我要好好宰你一顿 如果自己不接受这个女孩的谢意 恐怕只会让她更加自卑 梁指柔看起来 似乎心情顿时就好了不少 连连点头 沉路觉得有趣 听到我说 要宰一个就当真了 怎么会有人这么好骗呢 周围人比较多 沉路就伸出手轻轻 捏着梁指柔的袖口 一起慢慢往前挤 梁指柔趁着沉路没有回头 一会看看她 一会看看自己 被捏住的袖口 这种恰到好处 又不越界的温柔 让她心里充满了安全感 她莫名希望可以的话 能再这样多走一小会儿 可惜好景不长 到了人少一点的地方 沉路就立刻松开手 转过身看向她 这个点食堂人太多了 而且这又贵又难吃 咱们出去吃吧 好 你想吃什么 就去吃什么吧 女孩立刻回应道 说完又有些紧张地垂下头 可是我没有散 她来的时候 还没下雨来着 沉路看了眼外面密集的雨幕 无所谓道 没事 等会就有了 说完她便拿起手机 大拇指飞快地点击屏幕 沉路 老大老大 我在图书馆这边 速速送两把伞过来 收到请回答 江超 组织收到 沉路 你记得给自己也带一把 我要跟女生出去吃饭 江超 好带效率很快 没几分钟的功夫 就跑来了这里 给你 我走了 江超爬了两节楼梯 就把伞递给迎上来的沉路 看到两指柔之后 她又朝沉路 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 怎么就一把 沉路好奇问道 江超面不改色地看着她 另一把突然坏了 看着江超扬长而去的背影 沉路无奈地叹了口气 慢慢把伞撑开 把呆呆站着的女孩 罩了进去 将就一下 两指柔垂着头 紧张兮兮地捏了捏手指 随后轻轻嗡了一声 一言不发地跟在沉路身旁 看起来乖乖巧巧的 两人站在同一把伞下 逐渐汇集到人群里 看到两指柔不太敢说话 沉路也没有再主动挑起话题 两个人安安静静地走在细密的雨幕中 雨滴不断打在雨伞上 琵琶作响 逐渐盖过了女孩 那急促的心跳声 这还是她第一次跟男生走这么近 更别说一起打一把伞了 过了一会儿 沉路带着她来到了校门外面 在一条老街停了下来 就这里 听到沉路的声音 女孩抬起头 最先进入视线的 是一家装潢很好的火锅店 她抿了名嘴 不过还是认真道 我们进去吧 钱可以再赚 人情必须得还才行 更别说 沉路是第一个会主动站出来帮她的人 不是呢 是这 谁大中午的吃火锅呀 沉路伸手指了指旁边的一家面馆 这家店开了二十几年了 我小时候经常跟我爸来这里吃 虽说带一个不熟的女孩 来这里吃饭不太好 但毕竟是梁芷柔请客 这地方便宜又好吃 就比较合适了 沉路的说辞有理有据 梁芷柔也没怀疑 跟着她走了进去 哪怕外面正下着雨 店里的顾客也没少到哪里去 大部分都是宇航大学的学生 显然 没有任何一家好吃的店 能逃过当代大学生的眼睛 沉路没有争抢 默默地看着梁芷柔扫码付款 一人一碗 总共二十八块 也就你们大一的 喜欢傻乎乎的吃食堂 沉路轻笑道 你尝尝好不好吃 梁芷柔把手里的筷子 递给沉路一双 这才低下头小口小口地吃着 时不时还要偷偷抬头看看沉路 然后连忙别过视线 沉路看着面前怯生生的女孩 思绪有些复杂 似乎自从见到在这女孩第一面之后 什么事都是那么奇怪的展开 虽然不知道 她们两个之间 到底是谁闯入谁的世界 但沉路总觉得 梁芷柔给她的生活 带来了一丝别样的色彩 她无论如何 也没想到 梁芷柔真的会一直在那等着自己 生怕自己找不到 还站在了惠林道雨的地方 温暖的心情到现在也没有平复 像一颗石子突然投入湖水 在她心里 积起一圈又一圈涟漪 好吃吧 沉路笑着问道 嗯 虽然梁芷柔吃相挺好 但小嘴还是撑得圆圆鼓鼓的 眼神不经意间 还无辜的和沉路对视了一下 旋即又像鸵鸟一样 连忙低下头 脸颊透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羞红 一副我看不到你 就看不到我的样子 女孩子似乎都不喜欢 在其他人面前 显得像个吃货一样 看着嘴巴鼓得 像仓鼠一样的女孩 沉路嘴角莫名扬了起来 拖着下巴静静地看着她 又看向外面稀稀利利的小雨 只觉得时光温婉 岁月美好 为什么你都在兼职了 还要这样省钱 沉路看着女孩 手臂上烫伤的那片地方 柔声问道 梁芷柔连忙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 缓缓开口 因为要攒钱给妈妈做手术 看到神情突然暗淡下来的女孩 沉路干脆绕过了这个话题 她突然有些心疼 这个冒着雨 也要等自己的傻姑娘 那个林淼淼是你朋友吗 见对方点头沉路又问道 那我算你朋友吗 女孩忽然愣住了 虽然眼睛被刘海遮住 沉路还是隐约看得出 她双眼正一眨一眨的 她的眼睛真的很漂亮 漂亮到沉路光靠昨晚看的那一会 现在也能想象出来 已经刻进脑海里了 可以吗 过了一小会之后 女孩小心翼翼地问道 不经意地微抬着头 心里似乎有些期盼 可以吗 你在说什么 不是我在问你吗 沉路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句话 差点就给她的干烧了 可以吧 谢谢 梁芷柔轻声说道 之前我就只有她这一个朋友 沉路听到之后 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摆到女孩面前 既然都是朋友了 有空一起吃饭 梁芷柔双手 拿着自己的手机扫了一下 她的手机款式很老很便宜 但是显然用得很仔细 和沉路这个叙利亚战损版的 完全不同 你的头像 为什么是个泡泡机 沉路忍不住笑着问道 这实在太奇怪了 本来她觉得 江超头像是昆哥已经够抽象的了 因为是别人送的 这东西我也买过 这款小时候还挺贵呢 以前我把自己的送人 回家就被我妈狠狠抽了一顿 沉路笑着笑着又不想笑了 她想起了那个 估计已经失去了父亲的小女孩 又看到了面前 为了给母亲治病 每天省吃俭用的两指揉 这个世界还真是 一点都不温柔啊 第七章都是沉默成本 第七章都是沉默成本另一边 走在街上的墨雨晴 吸引了数不清的目光 和两指揉不同 她每天穿的衣服都不带重样的 哪怕外面正下着小雨 她还是穿着浅驼色 很修身的半高领 针织衫 外加黑色的长裙 把她接近完美的腿身 比体现得淋漓尽致 加上黑长直的头发 莫名有种欲解风 就算鞋上有些泥泞 因为她鲜鲜细腰的存在 根本没有人会去看鞋子 不过心思细腻的人 可能已经看出了 这个大小姐并没有怎么淋过雨 也没怎么在雨天出过门 跟在她旁边的柳妍 倒是老老实实的 穿着厚一点的外套加牛仔裤 即便如此 也没有掩盖掉她不低的颜值 不过因为跟在墨雨晴身边 没有人有空注意到她 墨雨晴今天有点紧张 她要向柳妍证明自己没有陈璐 照样可以过得很好 可是她刚进食堂 看到那一排排的长队 就已经皱起了眉 陈璐平常包买饭 也要排这么长的对吗 墨雨晴没有细想 其实她根本不差 每天点外卖那点钱 但是她就是想较劲似的 一定要自己来食堂买 快递也要自己拿 客也要自己抢 班上的事情也要自己处理 罗列计划的时候 她还是有点羞愧的 因为这对其他人来说 好像一直都是 自己就能完成的事情 墨雨晴一边拿纸巾 帮柳妍擦着头发 一边带着对方 缓步走出校门 食堂人多 不在食堂吃就是了 柳妍倒是没什么感觉 墨雨晴已经对排队这件事 抵触得不行 她觉得自己真的要疯掉了 人多得要死 各种嬉闹声不说 还有很多没素质的 外放土味视频 吵得她耳朵生疼 正当她想来到 熟悉的餐馆时 突然发现了陈璐的身影 只是她对面 正坐着一个女孩子 一个和自己 完全不同的女孩子 她没有和陈璐抱怨 自己碰到的 各种不开心的事情 只是自己默默在那吃着 并且还时不时 抬头偷看一下陈璐 陈璐则是一直 拖着下巴看着她 两个人没说几句话 但是为什么 他们看起来那么要好啊 陈璐为什么要和我 以外的女孩子吃饭 她一直以来 只会跟我在一块的 墨语琴愣了许久 只觉得心里闷得厉害 又气又闹 被陈璐这样看着的 应该是我啊 她的温柔 这些年来 都只属于我一个人 柳言发现的 要比墨语琴晚一些 所以当她想拉住 墨语琴的时候 墨语琴已经走了上去 那个女孩子 仍然在低着头吃东西 墨语琴只是和陈璐对视着 你在干什么 她没好气地问道 陈璐发现 柳言正一脸 我尽力拉住她的表情 虽然陈璐觉得 完全没有必要 但是对于 她在想着 帮自己心里还是感激的 即使别人出发点就错了 这种事 还是得一码归一码 如你所见啊 有什么问题 陈璐有些莫名其妙地问道 你不是喜欢我吗 那你为什么 还要跟别的女生一起吃饭 这就是你的喜欢 因为在外面 所以墨语琴的声音很小 但还是听得出 她语气里的恼怒 我是喜欢你没有错 但是我表白的时候也说了 以后不会了 陈璐语气有些冰冷 连她自己都没想到 平常这么近距离地和墨语琴对视 多少会让她心跳加速 但是她此刻一点这种感觉都没有 原来这就是心如死灰嘛 是你拒绝我的啊 你当时只给了我两种选择 要么继续给你当舔狗 要么朋友 都别做 如你所见 我选择了后者 因为我累了 陈璐自嘲一般笑道 我不是什么圣人 在知道没结果的前提下 没道理一直对你好的 这冰冷的语气 一下子就刺激到了她 让她莫名有些想哭 她搞不懂为什么 但是眼前就是突然变得很模糊 泪水不停在眼眶打转 墨语琴本想强人眼泪 露出不屑的笑容 但是奈何她 从小都是有什么情绪 就毫无顾忌地释放出来 等着其他人来哄 所以她眼砸了 到最后只能一边流着眼泪 一边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 行啊 没问题 你就算跟十个女生一起吃饭 也和我没关系 只要你开心就好 随即 她又伸出纤细的手指 把被泪水粘在脸颊上的绣发 梳回耳边 既然你不接我电话 以后你给我打 也别想再打通了 我一次都不会接的 嗯 好 所以你来指责我的理由呢 陈璐歪着头问道 你自己也说不出来吧 我们现在连朋友都不是 你管得有点多了 听到这一连串的话 墨语琴有些愣神 她突然觉得 陈璐好陌生 陌生到自己 仿佛才第一天认识她 从陈璐对她 送出第一束花开始 到现在 已经过了七年 如果从她刚认识陈璐开始算的话 他们已经认识十几年了 但是 不管从时候开始回忆起 陈璐从来都没有 对她露出过这种表情 她看着自己的眼神中 甚至一点光彩都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 她要用这么表情看着我 那个不管我多生气 也会笑着哄我的陈璐 到底去哪了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没等墨语琴自己反应过来 这句话 就已经从她嘴边跑出去了 墨语琴 你要说以前 那我就好好跟你说 陈璐注视着眼前这个 自己深爱了七年的女孩子 以前你是什么样子的 当初 我说请你吃饭 你答应了 然后那天晚上 我等三个小时 等到人家都打烊了 也没见到你 后来我问你 你说你忘了 还记得这事吗 你可能不记得了 但我记得 那些人看我的那细血的眼神 以前我卑微的跟条狗一样 一直讨好你 我换来了什么 只换来了两次拒绝 我本来是想 做你男朋友的 不是想当你身边的一条狗 现在我什么都不想了 我只想和你保持剧烈 墨语琴 也许是出于对陈璐神情 如此冷漠的震惊 也可能是一时间 不知道该怎么还嘴 总之就没有出声 只是自己抹着眼泪 陈璐没有任何动作 坐在那里默默看着她 梨花带雨啊 原来好看的女孩子 哭起来真的是这样的 自己喜欢了七年的女孩子 在自己面前这样哭 当然会别扭 但是陈璐到底是忍住了 盐盐不在这吃了 我们去买酸菜鱼 墨语琴红着眼眶别过脸 带着哭腔道 酸菜鱼就在东食堂 我们刚从那里出来 柳妍有些不好意思的 凑到墨语琴耳边 尽可能小声说着 那我们再回去 别急啊 你爱吃的关东煮在这附近 墨语琴愣住了 陈璐他给我送饭 一直都是这样来回跑的吗 柳妍似乎也看出了 墨语琴在想什么 只是看着他 耸了耸肩 虽然柳妍猜到了 墨语琴的心中所想 但是他没想到 陈璐身边都出现别的女孩了 他也发现了 陈璐的一小小部分不容易 还是没有自己先低头的意思 没想到 墨语琴仍然扭头就走 你走反了 咱们要去东边 柳妍站在原地 看了看毫无动静的陈璐 又看了看气冲冲走开 还走反了反向的墨语琴 深深叹了口气 随后便连忙追了上去 这动作陈璐也见过 是自己老妈看到电视剧里 男女主擦肩而过时的表情 看着一边抹眼泪 一边离开的女孩 陈璐心情有些复杂 这还是他头一次 把墨语琴惹哭 原来他还会因为我流泪吗 不过 无所谓了 我想放下了 心中反复默念多次之后 陈璐继续坐在那里玩着手机 只不过 这次是在胡乱地点进各种 然后退出来 毕竟七年太长了 不是那么容易放下 虽然过程会很痛苦 就算还会再震痛个七年 我也不想回头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 花在你身上的青春 居然全是沉默成本啊 第八章 难过的话 吃颗糖就好了 第八章难过的话 吃颗糖就好了 墨语琴离开之后 还在继续体验着生活 不过这些陈璐 已经不想再关心 他后面还会发现 等自己来来回回 买完所有自己想吃的 就已经累得没有胃口再吃饭了 会发现 从彼此相距很远的 各种快递带收点取快递 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会发现 图书馆的座不是那么好站 会发现 就算长得再好看 在辅导员手里 请个假 仍然难如登天 此刻的他 就像童话故事里 那刚上岸的美人鱼 每走一步 都会感到艰难 陈璐缓缓走出面馆 抬头看了看 刚刚才从一朵乌云边 挤出来的太阳 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由于刚下过雨 空气也很清新 雨停了呀 刚才的场面 似乎超出了梁指柔的理解范围 女孩这会一直低着头 一言不发 陈璐心里也乱糟糟的 他不理解 为什么墨雨晴 要到自己面前吵吵闹闹 或者说他猜到了 但是不愿意面对 他只是不适应 没有舔狗的生活罢了 陈璐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感受着清凉的微风 有些自嘲般笑道 刚才那个 是我追了整整七年的女孩 没有得到过一点回应 我还是坚持了七年 是不是很蠢 梅城想梁指柔 只是认真摇了摇头 随后就从兜里 掏出了一颗果糖 因为陈璐比他高 把右手抬了起来 细嫩的小手 像朵花一样缓缓张开 陈璐小心接过 有些好奇地看着他 为什么丢我这个 陈璐好奇问道 因为我不想你难过 女孩声音很轻 又是那么的温柔诚恳 以前有人跟我说过 难过的时候 吃颗糖就好了 陈璐再一次愣住了 冷风一直吹到 正发呆的他身上 却怎么都吹不量 他此刻温热的心 陈璐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这两天最能抚平 他难过心情的一件事 居然是有人给了他一颗糖 许久之后 他才缓过神来 吸了吸鼻子 话说 你为什么要住在外面 咱们学校宿舍 还是挺便宜的吧 要照顾妈妈 这样 你等下去哪 我送你 陈璐轻声说道 青苹果味的果糖 在他口中一点点融化 感到阵阵甘甜 同样融化掉的 似乎还有他的心 不用了 我要去坚持很远的 梁芷柔轻捏着衣角 看着陈璐的影子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他就是 很喜欢这样看着陈璐 这样不会被发现 也不用怕会在 不经意间和他对视 总觉得很安心 他觉得自己已经够 肆无忌惮了 女孩的愿望很简单 简单到只想 看看他的影子 梁芷柔从小就很懂事 父亲去世之后 更是如此 母亲生病 让他更加不敢自私 不敢任性 不敢不懂事 压制自己的欲望 已经成了 他的一种习惯 不停学习和努力赚钱 给母亲治病 几乎成为了 他生存的本能 他没有自己的爱好 也不像同龄女孩一样 喜欢研究化妆品和护肤品 不懂也不想花心思 买衣服 仔细打扮自己 只要能这样看看 给自己昏暗的日子 带来一丝曙光的少年 他就已经很满意了 结果陈璐突然俯身 轻笑着看了他一眼 清秀面旁 再次映入了他的眼帘 让他不由地 把头更低了几分 但还是忍不住 用余光偷偷看着他 少年的笑容很温柔 除了自己的母亲 已经太久 没有人这样 笑着和自己对视过了 最近的一次 甚至可以追溯到十年前 看到他只是低着头 没有不开心 陈璐这才放下心来 笑道 兼职也可以送啊 我下午又没什么事 这是大三的快乐 你们这些大义心声 理解不了的 他刚想拒绝 又看到陈璐 在冷冷地看着他 连忙乖巧地点了点头 陈璐故意踩在一个个 很浅很浅的水洼上 声音噼啪作响 看着老老实实 走在自己身前的女孩 他这才偷笑了一下 不是 梁芷柔 你真的好傻呀 我不傻的 此时太阳已经彻底 驱散乌云 阳光很是大方的 肆意洒在二人身上 周围瞬间明亮了许多 画面也变成了暖色调 包括陈璐眼中 这个一直低着头 走路的女孩 天气真好 三个不都开心 这该死的太阳 一直在这晒我 雨晴 你要实在累了 咱俩就卸会 柳妍喘着粗气 回过头来 看着身后一脸憔悴的少女说道 少女纤细腰之下的长裙 一晃一晃的 无神无主的样子 让人莫名有种征服欲 柳妍心里不自觉的感叹 还好自己有男朋友 不然真就要被掰弯了 实在太好看了呀 可是 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 只靠这个 是留不住陈璐的呢 什么时候才能放下 你骄傲的心呢 你有这个资本没有错 但是这样是 得不到爱情了 墨雨晴好像没听到 她的话似的 抱着两个包裹 无神地看着眼前 像背上了发条的人偶一样 晃晃悠悠地走着 她现在只觉得 双腿一直发酸 心情也跌入了谷底 因为 她中午跑来跑去 折腾了半天 最后看着自己面前 几个爱吃的菜 已经累得一点胃口 都没有了 虽然花的这些钱 一点也不心疼 但是自己折腾了 半天的辛苦成果 没有好好享受 就让她有种 白费力气的感觉 她也是到现在才知道 原来自己平常 网购了这么多东西 之前只顾着 看上什么买什么 从来没考虑过 拿的话有多费劲 加上中午和陈璐的对峙 此刻她心里 一直乱糟糟的 满脑子都是那个不起眼的女孩子 她有我漂亮吗 陈璐为什么要跟她一起吃饭 陈璐为什么突然 和变了个人一样 那些被我拒绝好几次的人 态度都没有变化 不过 很快她又把这些思绪 抛到脑后 反正陈璐 还会自己过来道歉的 就像一直以来那样 居然敢不接我电话 到时候才不要随便原谅她 陈璐送完两指柔之后 又在外面逛了逛散了下心 直到夜里 才回到寝室 手刚放到门把手上行 就听到自己好大门的议论声 你们说陈璐和校门口 遇到的那妹子 有没有搞到 她中午吃饭到现在都没回来呢 江超有些雌性的公压嗓 辨识度很高 你误会了吧 我觉得 你这样说太看不起陈璐了 另外 两名室友反驳道 早点走出来 不是挺好的吗 我真怕她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掉到死 江超笑骂了一声 随后寝室里 就只剩噼里啪啦 敲击键盘的声音 老大 你怎么跟着老妈子一样啊 陈璐进门苦笑道 结果刚一进门 就感受到了三个充满审视的目光 狗东显 跟妹子待到这么晚 哪有 吃完饭 我俩就分开了 之后我都是自己待着的 陈璐说着 爬到了床上 我俩清清白白 好吗 说完 她就默默闭上双眼 没再搭理几人 酸细细的阴阳怪气 不一会儿 她又猛地坐起来掏出手机 随即便震了一会儿 叹了口气后 才重新躺下 睡前习惯性地想发一句晚安 却发现已经没有可以到晚安的人 她突然又看到那个奇怪的泡泡鸡头像 鬼使神拆地点了进去 犹豫着要不要打个招呼 结果刚好看到梁芷柔发了一句 晚上好 陈璐愣了愣 正当她还在思考该说什么的时候 梁芷柔把消息撤回了 你在干什么 第九章 早点休息 第九章早点休息 刚洗完澡的梁芷柔 像出水芙蓉一样 盘着头发 穿着很宽松的白絮和居家短裤 脸颊美的范规 宽敞的领口 入着雪白的天鹅颈 一双紧致白嫩的双腿 无比惹眼 胸前的起伏 也让人根本一不开目光 只是 手臂上很是奇怪的 裹了几圈保鲜膜 清澈水灵的双眼 有些木讷地看着两人之间空白的聊天夜面 反复纠结着用词 连怎么打招呼都没想好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少女不自觉扬起的嘴角又收了回去 呼吸也变得更加急促 最后抬起眼皮看了下时间 已经过去十分钟了 十分钟 连应该说什么都没想好 我在干什么呀 她没什么朋友 也没主动和别人说过话 哪怕是打个招呼 对她来说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又过了一会 她终于鼓起勇气 主动发了一个晚上好 简简单单的三个字 像一艘孤舟 躺在纯白的聊天背景上 看着自己主动发出去的那条消息 在两人空白的聊天见面中 显得那般突兀 她突然觉得 心跳加快了许多 像是要从胸腔里跳出来 连忙又手忙脚乱地 把消息撤回 梁芷柔又羞又脑地揉了揉脸 把手机放到一边 无语地在床上滚了两圈 最后趴着 把脸蒙进被子里 两条细嫩的腿扑打了两下 她看不到吧 应该看不到吧 别回我 千万别回我 求求你了 梁芷柔既期盼着陈璐能无视掉这件事 不要给自己发消息 又因为两人之间聊天页面的空白而难过 不过她长得这么好看 性格也这么好 应该不缺聊天的人才对 毕竟陈璐的温柔 就像春天的雨露一样 滋润着他人 不声张 不越界 只是默默付出 最重要的是 不会给到她任何压力 在人群中拉着她袖口的时候 真的让她心里充满了安全感 仿佛只要跟着她走就好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 想到这个 她又想起白天在食堂看到的 那个公主一般的女孩子 长得真的很漂亮 穿的衣服看起来就很贵 但穿在她身上 是那么合身 那么好看 好看到她不敢抬头去多看一眼 女孩的眼神里充满了骄傲 她一定有着极好的家境 是在蜜罐里长大的 和我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难怪陈璐会喜欢她 梁指柔吸了吸鼻子 很快就平复了心情 把手机冲上电 便给母亲准备起吸胶水 自从父亲生病 离世之后 她早早便练就了 把所有心事都埋藏起来的能力 在浴室的镜子前 反复确认 自己看起来没有任何反常之后 她才连忙把吸胶水 端到自己的母亲萧寻芳面前 萧寻芳前几年 患上了神经性疾病 双腿几乎失去了知觉 医生说 只能靠手术改善 最好的情况 也就是双腿恢复知觉 堪堪可以 拄着拐杖下地行走 这都不是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 根本没那么多钱 穷人是不配有亲戚的 手术的费用 根本没人肯借给自己 所以 她只能一边努力 维持着家里的生活 一边 每天给自己母亲 泡脚按摩双腿 祈求能多换来一点 让她工作赚钱的时间 等可以证明自己 有偿还能力 再去试图贷款 梁芷柔把所有思绪埋下之后 对着面容沧桑的母亲 挤出一个笑容 随后便低下头 给母亲洗起了脚 萧巡芳看着认认真真的女儿 眼睛呼得蒙上水雾 心里一阵酸楚 这个才刚上大学不久的傻姑娘 本该好好享受青春年华 却从小就被迫 担起了家里的所有压力 女儿越是成熟懂事 她心里就越是心疼 自责 梁芷柔小时候 真的是很爱笑很活泼 和别的孩子一样 喜欢打扮 喜欢漂亮的小裙子 也会笑着问她一些 很幼稚很奇怪的问题 但是在父亲病逝之后 梁芷柔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好像在一夜之间 她的女儿就长大了 不再像以前那么爱笑 但也几乎不会在她面前哭泣 当年她看到小小的梁芷柔 靠在墙边看着 嬉闹玩耍的同龄孩子 发了半天呆 最后回到厨房 开始做菜的时候 心真的跟刀扎一样痛 疼得无法呼吸 她不止一次想过一了百了 不再让女儿 为她这个累赘操心 但是她又不敢想象 梁芷柔独自一人的样子 芷柔她自己撑得住吗 萧寻芳只能每天下定决心 再犹豫 然后放下念头 如此反复 还过神来之后 萧寻芳再次谈起了 她说过数次的话题 小柔啊 不想这里妈治病了好不好 妈瘫着都习惯了 不行 梁芷柔少有的坚定反驳着 手上的动作丝毫没停 那要不然 把妈妈送回老家去 在这开销太大了 我付茶也贵 到时候你一个人在这里 压力能小很多 不行 我真的能照顾好自己的 你长大了 该有自己的生活 妈留在这里以后 会影响你嫁人的 萧寻芳不依不挠地说着 不自觉就红了眼眶 不行 女孩的声音 开始带着哭腔 手上的动作也停了下来 啪哒 泪水一滴一滴落到水盆里 让原本温热的洗脚水 冰住了萧寻芳的心 她连忙摸了摸女儿的头 妈不说了 妈不说了 咱娘俩好好把日子过下去 梁芷柔拿手背擦了擦眼泪 旋即继续按摩起来 萧寻芳再次注意到了 女儿手臂上那一小片红 要想起女儿那晚 带回来的膏药和纱布 她的心中有了几种猜测 也有了些期盼 毕竟女儿之前发高烧 都舍不得去看病买药 妮儿 你这真是自己不小心烫伤的吗 没人欺负你吧 她知道 梁芷柔虽然有点娇憨 但是干了十几年活的她 做起事情来 从来不会笨手笨脚的 没有的 梁芷柔头低的更深小声道 几乎没撒过谎的她 不敢看着自己母亲说 那些药是你买的吗 萧寻芳有些好奇地问道 少女摇了摇头 砰 朋友买的 萧寻芳有些了然 想起了来过自己家的 那个活泼可爱 长着虎牙的少女 她的女儿 好像这些年来只 跟她提过这个朋友 可能她也只有这个朋友了 是淼淼吗 她真是个好孩子 不 是陈璐 陈璐 怎么听着 像个男孩的名字 萧寻芳愣了一下 又惊又喜地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听名字是个男生 和你关系很好吗 她多么希望 自己女儿 能有自己的感情 自己的生活 是男生 她和淼淼一样 很好 梁芷柔声音很轻 过了片刻 她又补充道 只是刚认识的朋友 虽然梁芷柔嘴上没说什么 但是萧寻芳 从她刚才突然停了一下的动作 也大概猜到了些许 她没再说话 只是满怀歉意地伸出手 轻轻把女儿搭拉着的发丝 竖回耳边 深夜 眼眶仍然有些发红的梁芷柔 终于整理好一切 无力地躺到了床上 有些好奇地点开了 手机的消息提示 瞬间就仰起了嘴角 巧笑嫣然 楚楚可人 在漆黑房间里 少女眼眸中 映照着手机屏幕的微光 她截图之后 注视着那条消息 看了很久很久 沉路 早点休息 烫伤的地方记得抹药 第十章 洗当店 第十章洗当店 又过了几天 清早 洛哥 快醒醒 沉路被李思年咬醒 揉着眼睛 一脸不耐烦地 看向这个正巴着自己床颜的男生 李思年见沉路醒来 有些不好意思地推了下眼镜 露出很奇怪的笑容 你有病啊 沉路骂道 一定是我睡觉的姿势不对 怎么会做被男生叫醒的梦 真会气 沉路刚要躺下换个姿势 就又被李思年推了起来 到底干嘛 沉路坐直了身子 随即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 现在才七点十五分 一个大学生 在没课的情况下 凭什么要在七点起床 帮我个忙 就像他们新生晚会的时候那样 你替我去帮一下 在准备节目的社团 李思年态度十分诚恳道 这次百年校庆 只会更忙 我是真的折腾不过来了 沉路看了眼还在睡觉的江超 压低了声音 小声骂道 你是人吗 找一个没从失恋阴影里 走出来的人帮忙 别啊 不然到时候 你还得再陷入失去我的阴影 李思年看起来真有点急 估计是才收到通知 这很明显 是一个信了别人说的学生 会是历练的好地方 这个邪的傻子 就算混成了干部 也就是个比较精明的傻子 两人对视了一会儿 沉路眨了眨眼睛 缓缓开口 你谁啊 我失去你 为什么要有阴影 见李思年丧着脸 沉路笑笑 叫声好听的 我就帮你 虽然嘴上这么说 沉路还是准备换衣服起床 爹 完事 我请你吃海鲜自助 两顿 这儿子来得太快 吓了沉路一跳 卧槽 你还真的啊 真忙不过来了 笑领导们想起一出是一出 李思年深叹一口气 叫你进学生会 叫你想考工提前磨练 傻眼了吧 也不知道从哪听的 沉路爬下床 走向卫生间洗漱 李思年像个根屁虫一样 跟在后面嘱咐着 需要帮忙的事情 再说了我这不混的 还可以吗 李思年有些不好意思的反驳了一句 看正在刷牙的沉路 瞥了他一眼 又连忙堵住嘴 李思年笑嘻嘻的 帮沉路铺好床 各种献殷勤 只有江超 仍然迷迷糊糊的在梦乡里 虽然他对几个人都挺好 但不靠谱 可能是他这辈子 都摆脱不掉的标签 反而沉路什么事 都能处理得很好 所以包括辅导员在内 经常有人找他帮忙 当然 表达感谢的时候 他们也从来不吝啬 比如 沉路是班上请假 最容易的学生 没有之一 一间非常宽敞的阶梯教室里 看着动作 越来越规范的舞蹈社学妹们 坐在窗边的墨雨晴脸上先是浮出一抹笑意 随即又很快阴沉了下来 略微有些失神 虽然他大二的时候 就已经退出了舞蹈社 但还是被请来给他们准备的节目做指导 这个一百周年校庆 好像各方都很关注的样子 墨雨晴穿着黑色夹后丝袜 随意伸展着那双无比吸引目光的长腿 看着窗外为数不多的几朵白色的云彩 思绪莫名回到从前 他从小除了学习以外 经常被母亲逼着去学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 舞蹈 奥数 不过虽然很忙很累 但是也一直有个随叫随到的陈璐 一直在他身边也算勉强能熬过来 每次学完他都会喊陈璐出来陪他玩 陈璐也从来没有拒绝过 陈璐暑假在老家待着的时候 甚至会提前坐三个小时的车来补习班门口等他下课 不过现在好像有些不一样了 为什么好好的突然就变了呢 墨雨晴想不明白 看着非要跟着他一起过来 结果现在又在一旁包剧傻乐的柳言 他一时心情有些复杂 协会吧 墨雨晴亲拍了拍手 大家都有进步 按这个进度慢慢练就可以 随着他清冷又动听的声音落下 所有人这才气喘吁吁的随意找了个地方休息 对于墨雨晴的指导 没人有意见 毕竟这位学姐长得比明星还好看不说 跳起舞来更是唯妙唯笑 活像从话里走出来的人 但他们并没有走得太近 因为墨雨晴太高傲了 和他交流总有种说不出来的疏离感 即使他给每个人都买了一份很贵很贵的甜点 大家心里还是有点别扭 这时一个梳着马尾的学妹 缓步走到了他面前 雨晴学姐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的道具和音响 到现在都还没给 你有办法帮一下我们吗 女孩神情有些落寞 作为大义新生 对这种能在全校面前表现的机会 还是挺重视挺上心的 你以前在舞蹈社待过 又是班长 所以我就想着来问问你 我想想办法吧 墨雨晴不知所措的说着 心里很是苦恼 虽然他挂着个班长的名号 对这些事情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一直以来都是陈璐帮他的 包括当初他大一上台那次 除了排练和上台表演以外 他什么都没有管过 剩下的都是陈璐解决的 整个过程都很顺利 很轻松 直到现在他才知道 居然要处理那么多繁杂的事情 想喝奶茶了 我去买点 大家喝什么 柳妍看出墨雨晴有些为难 站出来转移了话题 不麻烦你了柳妍学姐 我男朋友说要给我送来 竖着马尾的女孩轻笑道 表情有些自豪 一看就是刚陷入热恋不久的女孩子 真好 这下省尽了 柳妍说完继续坐到了墨雨晴旁边 不用他去买 还有免费的奶茶喝 乐得自在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买奶茶的时候 给女朋友身边的女孩一起买着 变成了一种常识 可能因为闺蜜的枕边风 真的很可怕 男生谈恋爱 要养活对方一整个宿舍 而自己则要靠自己宿舍来养活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他这三年 还真没少和陈璐买的奶茶 墨雨晴没搭这个话茶 仍然是心不在焉的样子 当时 陈璐也是提了一大堆奶茶 来到他排练的地方 分完之后 走到他面前 微笑着柔声说 这杯气氛糖的是你的 我只让他加了一点椰果 然后他就会像被童话里 才会有的 王子独爱的公主一般 引来数到羡慕至极的目光 没过多久 那个女生的男朋友 就来到了这里 男生在门口望了望 那女生看到自己男朋友之后 飞快地跑了过去 然后发现 他只提了一杯奶茶 随后 他又羞又脑地拉着男朋友 往外面走了几步 至于会提醒还是吵架 就不得而知了 莫雨晴看着这一幕 有些忍俊不惊 哼 真笨 如果是陈璐的话 一定会提前问好我这边有几个人 难不成陈璐真的比别人强得多 下一秒 他不自觉扬起的那自豪的笑容 就突然消失了 少女察觉到 不管陈璐到底如何如何 似乎都不再属于他了 柳妍自然看出了好闺蜜不对劲的情绪 手放在她的戏肩上 想开口说些什么 对 你们别不好意思开口 后面你们缺什么 就主动张嘴见 态度好点 然后多催催 越不好意思催人家越怠慢你 但是态度一定要 陈璐搬着音响 和抱着一大堆衣服的舞蹈社的副社长走了进来 第十一章 过犹不及 第十一章过犹不及 不知道是莫雨晴先看到了陈璐 还是陈璐先看到了莫雨晴 总之 两人都愣了一下 反正记住催归催 态度一定要好 伸手不打笑脸人的 陈璐像是没看到她似的 继续把话讲完 然后默默把道具和音响都弄进来 连上电脑 是音 从头到尾 没和莫雨晴说一句话 其他杂项搞完之后 就是测试音响能不能正常使用 陈璐站在电脑前 轻敲着手里的鼠标 心里一阵无语 这都能碰到 真是见了鬼了 李思年 你真他妈该死 不过陈璐不知道的是 他这举动 对因为这是愁了好几天的舞蹈社女孩们来说 有如天神下凡一般 更别说 他全程一个人那么行于流水轻车熟路的 处理好了所有事情 这群大义学妹眼里 只看到了一个又帅又温柔 说话也头头是道的学长 在不知情的柳言心里 这事就变成了另一个版本 陈璐怎么知道的 他是主动来帮忙的吗 他还打算继续追墨雨晴 对这个猜测 他心里没底 虽然陈璐确实帮了忙 但看在食堂的表现 他似乎是真的死心了 音响成功放出音乐之后 陈璐便默默调小声音 学长太帅了 谢谢你 几名女生起哄喊道 陈璐笑着微微汗手 应付式的说了句加油练习 旋即便转身离开 还有其他的小组 以及五花八门的问题 等着他去解决呢 哎 当爹男 看着陈璐的背影 莫雨晴微张着小嘴 冷念的双眸一眨一眨的 和他心里预料的不同 陈璐离开之前 不仅没有来找他道歉 甚至没有跟他说话 你倒是快来道歉啊 结果还没等他缓过神 一个学妹就拿起手机 小跑着追了出去 看着追出去的那个学妹 莫雨晴心也莫名究竟 像是有一只手 在抓闹她的心脏 不知为何 让她心里无比烦躁躁的 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 很快 看到学妹神情 有些落寞的回来 她不知为何又松了一口气 呜 没要到微信 可能并不是没看上你吧 这么好的学长 应该早就有女朋友了才对 我想起来了 这个学长 好像和我们班一个女同学 一起散步出过校门 我一天笑我看到的 一名女生说吧 又挠了挠头 但那个女孩看着不咋起眼呀 干啥都低着头 可是学长说 她表白刚被拒 没什么心思 要微信的女孩 小声嘟囔道 开玩笑吧 这么好的学长 都会被人拒绝 那女生是不是傻 议论声此起彼伏 好了 继续练习 莫雨晴微皱着眉 打断了众人的议论 柳妍坐着朝莫雨晴靠了靠 对自己误语了半天之后 再次小声说道 看到没 你可想好了 勾搭陈鹿的小白菜可不少 她刚进来 第一眼就是看着你 我敢保证 你现在低头还来得及 你真的要小心 以后后悔啊 你要是对她有感情 就退一步吧 我不想看到你将来难过的样子 柳妍说这些话 是因为她看得出 莫雨晴见到有人 要沉入微信时的反感 在这方面 她的段位比寻常人高出太多 不然也拿捏不了 之前那么海王的江超 说实在的 就连她都搞不懂 莫雨晴脑子里在想什么 不过她可以确定的是 莫雨晴一定会后悔的 莫雨晴没有说话 从她一直在拿手指 缠起一圈圈乌黑柔顺的头发 可以看得出她心思很乱 真的来得及吗 只要第一次投就可以 就能回到以前那样 她想起了沉入 一直跟在她身边的样子 想起了自己已经几天 没有收到的早安和晚安 这种念头像糖果一样 让莫雨晴不由得咽了口唾沫 不过那样是不是要跟她在一起 可是我喜欢她吗 莫雨晴没有想到答案 她觉得自己 好像没喜欢过任何人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她似乎下定了决心 在柳言些许期待的目光中 莫雨晴被齿轻咬下唇 缓缓开口 不可能 莫雨晴长这么大 就从来没有低过头 她要等她道歉 沉露四处折腾了一上午 只觉得 现在不少新生 真是娇生惯养的笨蛋 中午在食堂随便凑合吃了点 顺便打了个电话 骂李四年一顿撒完气 下午又继续忙活起来 一生爹加两顿海鲜自助 还是值得折腾这么一下的 她看着手机上的消息 思考着 后面该去帮哪些小笨蛋解决问题 话剧社的节目是舞台剧 有点意思啊 不怕射死吗 沉露有些不理解 人故有一死 唯独不能是射死 她在操场走着 看到远处当众贴贴的情侣 替众多单身狗同志表达了鄙视 突然一个打扮的奇怪的女孩 蹦到了她面前 拿扇子戳了戳她 学长好 女孩声音活泼可爱 但是这身符 让沉露根本没认出这好人 你谁啊 沉露问 我林妙妙啊 沉露后退了几步 打量了一下面前的遮阳伞 才发现 这里就是话剧社的集合地点 于是她便坐到了 伞下白色的塑料椅上 寻找着某人的身影 昨晚梁芷柔说要帮忙 那她应该也在这里 没认出人来让她有些尴尬 不过她很快就灵机一动 我知道 我说你的谁 沈李灵华 好看吗 买得扶今天刚到 干脆就穿出来完了 林妙妙比着剪刀手 露出标志性的虎牙 自拍了一张 嗯嗯 好看 沉露嘴上夸赞着 实则目光一直在看远处 认真做事的女孩 梁芷柔梳着长长的马尾 正认认真真的帮忙 布置着表演用的各种道具 时不时拿手背 擦拭额头上的汗水 林妙妙当然也看出来了 又气又笑地撅了撅嘴 没就此多说什么 她知道自己 虽然身前有些平坦 身材过于青春活力了点 但容貌并不差 不过 谁叫人家梁芷柔 长得那么养眼呢 沉露就坐在椅子上看着 打算看傻乎乎的梁芷柔 什么时候能发现自己 然后就像那晚看 正在输入中一样 十分钟过去 也没能如愿 都有人在休息了 你倒是偷偷懒啊 你是不是傻 你是来帮忙的 你属牛的吗 梁芷柔也不跟身边的人聊天 就闷头帮忙布置 又是搬桌子 又是泡沫 做的各种假景 真不知道这话剧社 是要整什么 沉露心里急死了 有些后悔 一开始没上去帮忙 你是话剧社的吧 梁芷柔应该是来帮忙的 那你咋在这摸鱼 沉露挑眉问道 我身体不太好 林淼淼轻轻笑笑 没再多说 随口便转移了话题 说起来 你是来找梁芷柔的吗 你咋知道他在这里的 沉露摇摇头 嗯 我不知道啊 我是来帮忙的 李四年有事来不了 说吧他又清了清嗓子 你们这边有什么问题 林淼淼杀人的心都有了 帮忙的 那你在那里坐半天 让我站一边 你礼貌吗 你还是个人 学长 你来帮忙 还在那坐着 我还以为你是来玩的 你坐的是我的位置 林淼淼怒气冲冲对着沉露 虎牙很明显 哎呀 你这不是有梁芷柔帮你吗 沉露半开玩笑道 他对你可真好 兼职那么忙 还有时间抽空帮你 如果幻傻乎乎的梁芷柔 肯定听不出沉露话里的意思 但是林淼淼不同 林淼淼一下子就误了 被阴阳怪气了一句的他 脸上反而浮出一抹笑容 完事我要请他吃大餐的 改善我们的伙食 随即他也看向了那道忙碌的身影 虽然都是干活 但这种环境和兼职不一样的 这也算放松 沉露微微汗手 不再多说 估计平白无故请梁芷柔吃什么 他不一定肯去 林淼淼这人还真是古灵精怪的 他很可怜 但很坚强 林淼淼脸上的笑意突然消散了 本来笑嘻嘻的他 语气突然变得有些严肃 就像变了一个人 学长你好话啊 叫莫语琴的那个学姐和梁芷柔 应该是咱们学校里最好看的俩人了 沉露眉头一颤 心里暗自苦笑 知道的真够多的 一开始我去帮忙的时候 根本没看清他长什么样子 沉露实话实说道 他不该长这么好看 林淼淼拿双手比出了一个相机 把梁芷柔的身影框了进去 他很脆弱 恐怕是个人就能轻易伤害到他 所以我不希望乱七八糟的人 走进他的生活 他不显山漏水 是无比正确的选择 本来这是一个没多少人知道的秘密 没想到被你发现了 于是 他又笑着看向沉露 还好学长好像是个好人 什么叫好像 沉露吐槽了一句 心里对林淼淼也有了大概的判断 看来对梁芷柔不错 你如果是见色起义才对他好 不就不是好人了吗 林淼淼又拿扇子戳了戳他 快说 你为什么要对我们家梁芷柔这么好 因为 她是唯一一个愿意等我的女孩子 林淼淼装作在开玩笑的样子时 本来装作开玩笑的沉露 反而认真了起来 而且 他还给我糖吃呢 看着忠于朝这边走来的梁芷柔 林淼淼情绪莫名变得有些低落 低着头嘟囔道 希望你做得比我更好 咱俩可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 应该很难再有人能钻进他心里了 梁芷柔走近之后 林淼淼赶紧换了个话题 你要不要跟他一起来帮忙 我到时候 请你们两个吃饭 沉露眨了眨眼 不帮忙的话 能不能吃啊 我也不好 适合吃软饭 第十二章你不一样 第十二章你不一样 林淼淼白了沉露一眼 不再多说 沉露单手拖着腮 又气又笑道 梁芷柔你是属牛的吗 不知道些些 听到这话 本来还在各种犹豫 要怎么打招呼的梁芷柔 莫名松了一口气 我不累的 他居然上来就嘲讽我 这一下不用思考 该怎么打招呼了 和林淼淼可以直接挽住他的胳膊 但 但沉露是男孩子 梁芷柔低头想着 这是一滴汗水 从他细嫩的脸颊上滑过 滴到了他高耸的胸膛上 他没有骗人 在看到沉露之后 他的确感觉不到累了 你这还叫不累啊 沉露吐槽道 话音刚落 沉露就发现 梁芷柔眼眶有些发红 又看了看表情 有些愧疚的林淼淼 更加一头雾水 怎么了 沉露走到梁芷柔身前 略微俯身看着他 藏在发丝下的眼睛 梁芷柔本想后退两步 又觉得这样对沉露不太好 大脑还没来得及思考 就正在了原地 只能用力摇摇头 没 没事啊 梁芷柔声音很轻 听得沉露心里 莫名甜丝丝的 你这样子 可不像没事啊 不过沉露很快就想到了应对方式 他板着脸问道 我们不是朋友吗 你连这都不告诉我 随即他又叹了口气 看起来很是失落 算了 是我太子做多情 终究是错付了 林淼淼心想 也没啥不能告诉沉露的 干脆就哼笑一声 你谁啊 他特意复述了 沉露刚才对他说过的话 非常记仇 梁芷柔哪见过 这俩人标系的场面 眼前呼的就蒙上一层水雾 一口气全都着了 语气也变得很急 因为因为中午吃饭前花多了 话说到一半 他就被沉露 轻轻按到椅子上坐好 林淼淼在一边 拿自己用的扇子 开始给他吹风 这待遇 让女孩一时间 有些不知所措 梁芷柔像是犯了错的孩子一样 低头复述着 话剧社的同学们 都不咋排外 中午吃饭的时候 非要拉着他一起 因为都知道 他是林淼淼的朋友 他怕自己吃白饭加土豆丝 让林淼淼难看 就没有像往常一样 买最便宜的菜 然后 他一顿午饭 就莫名其妙花了三十多 他已经在小心翼翼的 挑着便宜的买 可是刷卡的时候 还是被上面的数字 吓了一跳 平常就算和妈妈一起吃 每顿饭的成本 也不超过五块 钱是要省下来 给妈妈治病的 他买的饭一点 都没敢剩下 哪怕撑得他一阵阵想吐 被话剧社的人夸赞 饭量大的时候 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重新想到 这些梁芷柔 愈发感觉自己是个 拿母亲治病用的钱 享受生活的大恶人 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 负罪感填满了少女的内心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看着正憋着眼泪的梁芷柔 还有同样眼眶 有些发红的林淼淼 陈露无奈的 站在一边抓了抓头发 一群傻子 陈露无奈道 大家出于好心的 都是我梁芷柔 轻声反驳了一句 说完又有些不好意思 他感觉被人反驳的 感觉并不好 所以不想反驳别人 尤其是陈露 陈露看了他一眼 笑道 你是最笨的那个 心眼还那么好 在当傻子这方面 已经没人可以超越你了 梁芷柔听得 很是不好意思的 微抿着嘴 头低的更深了 但他并不讨厌 陈露这样说自己 反而很喜欢听他的声音 尤其是陈露 轻笑着说话的时候 那声音听得 他心里暖洋洋的 他又有些好奇 当时请我吃饭 咱没见你哭 你不一样的 梁芷柔低着头 双手交叉 说得很认真 这一下反而是 陈露被僵了一军 不知道该说什么 当时请我吃 那么贵的没事 自己吃就不行 陈露嘴角 莫名扬起了一丝弧度 有点荣幸啊 过了一小会儿 见梁芷柔心情 平复了不少 懊恼被在自己面前 吐露心声的羞愧代替 陈露便转过头 看向远处 远处话剧社的社员们 还在火急火燎的张罗着 还有几个人 不停翻看着剧本 聚在一起讨论着什么 时不时有穿着运动服的学生 从陈露面前跑过 不少人跑过的时候 都被林淼淼的打扮 吸引走目光 有个穿蓝色运动服的奔比 已经跑了五六圈了 每圈路过都要看一眼 明明马上都要累成狗 神经病 老子当舔狗的时候 都没你这么抽象 陈露抬头看了看 挂在正当空的太阳 被刺激的眯起了眼睛 四五月的温度 主打的就是一个变幻莫测 他拍了拍梁芷柔的头 又看了林淼淼一眼 随后就朝话剧社 团员们那边走去 歇着吧 我过去帮忙 看着陈露的背影 梁芷柔连忙站了起来 我也去 没成想 林淼淼又按住了他 看着梁芷柔疑惑的眼神 和微皱的眉头 林淼淼又气又笑道 他是替他在学生会的朋友 来帮忙的 他要帮的忙你帮不上 梁芷柔微皱的眉头 这才舒缓下来 眼睛一眨一眨的 看着正面带微笑 和话剧社的人说话的陈露 很快 他身边就围起了一小圈人 那几个人有说有笑的 不知道在聊些什么 还有人把剧本递给陈露看 和中午吃饭一声不吭的 自己截然不同 陈露好像和谁都能说得上话 别人也愿意听 在校门口 也是几句话 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 好厉害 这时 远处的陈露 不知道为什么 又朝这边指了指 梁芷柔健壮 连忙低下头 对 刚才那女生低血糖犯了 你们比我清楚 林淼淼就是个不靠谱的 陈露放下指着梁芷柔的手 继续说道 要是以后他再来帮忙 你们就让他跟林淼淼一丝一丝 然后拿梁块拿呆着就完了 怪不得看起来委屈巴巴的 其中一个男生了然道 显然是信了陈露的邪 原来低血糖的人很能吃哦 一个看起来不太聪明的女生 点了点头 陈露笑了一下 剩下的问题 我去跟我朋友他们说一声就行 就算你们缺的有些道具 或者服装学校提供不了帮助 也不需要自费的 听到这话的人全都愣了愣 随即便喜笑颜开 这里面的人不全是大一的 他们都清楚 如果来的不是陈露 这种好事 不一定能落到自己身上 毕竟问就是资金有限吗 太谢谢你了 陈露很无奈地叹了口气 要谢就谢那俩女生吧 他们一个劲往死里催 才把我催来的 反正陈露和话剧社的 这群社交恐怖分子 也不可能有啥交集 干脆就把人情顺水推舟的 送给了林淼淼 折腾好一会之后 陈露回到了遮阳伞下面 他现在大概理解了 李思年为什么那么喜欢 在学生会混着 纯纯突出一个狗障人士 这感觉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大学就是小社会 还真不是说着玩的 玩事了 林淼淼好奇问 现在是他正坐在椅子上 梁芷柔则倾靠在他身侧 背着英语单词 才大一的下半学期 他就已经在准备考六级了 见陈露回来 梁芷柔也看向了他 从包里拿出一瓶矿泉水 柔生问道 你可不可 喝不喝水 他平常还真舍不得买矿泉水 这一瓶是话剧舍分的 我不爱喝水 真男人都是喝百事可乐的 陈露懒洋洋的打了个哈欠 杰测灵都有人喝 可口可乐 天下第一好吧 林淼淼表示不屑 陈露听罢 一把就把他提了起来 自己坐到了上面 可口可乐 狗都不喝 林淼淼气的虎牙咬着嘴唇 狗都不喝 那你喝不喝 林淼淼心里可太郁闷了 这陈露完全就是区别待遇 他敢肯定 如果换梁芷柔坐着他 绝对不会抢位置 看到两人半嘴 梁芷柔偷偷笑了一下 这还是他从小到大 头一次 有再和几个朋友一起玩的感觉 虽然就两个 但是真的好开心 以至于让他有些怀疑 到底是不是在做梦 毕竟一直以来 他都是远远看着别人 聚在一起聊天的那个人 欢声笑语从来不属于他 我是不是该过去帮忙了呀 梁芷柔看了下时间问道 不用 陈露摊坐在椅子上 拉住了他的手臂 女孩手臂和那碗摸着一样 虽然很瘦 但还是软乎乎的 让陈露不由自主 轻轻捏了一下 虽然陈露很快就松了手 梁芷柔的脸 还是变得像个小西红柿似的 他有些不理解 紧张到 可是我 我是来帮忙的呀 梁芷柔感觉自己 手臂刚才被陈露握住的地方 比当时烫伤还要热 咱们已经帮了大忙了 就算我们在这些上 他们还得谢谢咱呢 陈露懒得明说 你有那功夫 还不如帮我扇扇子 你的好朋友 也需要你的帮助 梁芷柔呜了一声 不一会儿 眯着眼睛养神的陈露 感受到清凉的微风 不断吹到他脸颊上 侧眼看去 梁芷柔居然还真的 在给他扇扇子 女孩似乎以为陈露想睡觉 无比认真地控制着力道 扇出来的风很轻很柔和 这是什么神仙日子 第十三章 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第十三章 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感受到口袋里手机的震动 陈露缓缓睁开了眼睛 微风仍然还在 往自己脸颊上吹拂 看了眼时间 下午五点 已经过去两个小时 靠 真睡着了 这种小气 总觉得跟穿越似的 尤其是早上按完闹钟之后 眼睛一闭一睁 你永远无法想象 会过去多久 李思年 你爹为了你都未成这样了 你什么时候死啊 陈露发誓 自己一开始 只是想体验一下 有人给自己扇扇子的感觉 闭讳眼睛 万万没想到 几秒钟的功夫就睡着了 他又揉了揉眼睛 看向一旁 梁指柔正一只手拿手机 认真看着英语单词 一只手轻轻替他扇着风 哪怕看不清眼睛 这个距离 还是能看出 梁指柔的皮肤非常好 脸蛋看上去滑滑的 梨窝浅浅 格外动人 女孩脸颊上的几缕发丝 被汗水紧紧沾到了皮肤上 续沾在他身前 透出了奇怪的浅蓝色 不过他倒是对这浑然不知 小嘴一张一盒墨背着单词 看样子 这两小时梁指柔 就一直保持这个状态没动过 陈禄一时间 心情有些复杂 开心 愧疚 感动 还有些对这个憨憨的无奈 他也不知道 到底哪个情绪占据着主导 这时 女孩的视线 也刚刚和他对上 陈禄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把梁指柔轻轻按到椅子上 抢过他的扇子 女孩吓了一跳 不理解 他这是要干什么 结果还没等他开口 陈禄就替他扇起了风 微风吹到脸颊上 梁指柔也闭上了看单词 看到发色的眼睛 不用了 我不热的 梁指柔偷偷捏了捏 因为长时间举着扇子 很是酸胀的胳膊 柔声道 老实待着 不然我怕我忍不住一巴掌扇死自己 见陈禄语气意外的严肃 梁指柔也不再多说 他缓缓闭上双眼 莫名有些享受这个瞬间 遇到陈禄之前 行程很冷 之后天气变得很暖和 尤其是现在 阳光洒在身上很舒服 扇出来的风非常清爽 这是他从来没有体会到过的感觉 电电话 女孩小心翼翼提醒 陈禄醒来之后 这一小会儿的功夫电话一直在响 他觉得应该是很重要的事情 这电话 就算是天王老子 打的 我也得先给你扇会风 陈禄一边说着 一边掏出手机 看了下来电人 让我看看 是谁扰我亲吗 我是真 喂 妈 陈禄语气 瞬间就变软了许多 哟 你还记得我是你妈呢 电话那头明显压着一股火 这话吓得陈禄一哆嗦 拿着扇子的手也抖了一下 扇面拍到了梁指柔的脸颊上 女孩也不敢出声 睡迷糊的陈禄 有些不好意思的 下意识揉了揉她的脸 发现不对劲之后 又把手收了回来 本来就有点热的女孩 现在脸颊更是通红 抿着嘴低下头 生怕自己的声音传到电话里 这让陈禄莫名有种 想要欺负她的冲动 不过良心的谴责 让她放下了这个念头 而且被老妈听到女生的声音 后续真的会被一直问到底 在外地上学不容易啊 回个家就是麻烦 知道自己几天没回家了吗 我前几天回去过一次啊 我怎么不知道 那不是您睡着了 怕打扰你吗 回个家 还得像个贼一样 你妹处于高中这么重要的阶段 你这个当哥的 管都不管是吧 这几天回来看看 不然 你就别回来了 陈禄应了两声 赶紧挂了电话 叹了口气 这阴阳怪气的本事 是跟学的 他抬头看了看 在艰苦排练的话剧社 有些好奇地问道 林喵喵呢 被咱俩气走了 这话听得陈禄一头雾水 被咱俩气走了 女孩嘴里叼着发圈 重新扎着辫子 看得陈禄不自觉咽了口唾沫 有一说一 这动作能通杀80%的男生 他让我别删了 我说我不累 然后他骂了一句 狗男女就回寝室睡觉去了 梁芷柔有些懊恼地说着 一个进思索林喵喵为什么生气 他开玩笑的 陈禄见状安慰了一句 看着放下心来点头的女孩 陈禄一脸无奈地揉了揉脑袋 有些头疼地问道 你不嫌累啊 你说你需要我的呀 梁芷柔语气很是认真 陈禄感觉自己的心脏差点停跳 我算了 他不在了 咱俩也没必要搁着待着 你后面还有事吗 他转问道 等一下要去兼职 听到这话陈禄忽然觉得自己活得很颓废 有的人一周七天都要兼职 自己居然心安理得花着父母的钱 这样好吗 这样不好 陈禄又打了个哈欠 成 你歇会 我给你吹会风 完了送你过去 梁芷柔抿着嘴没有说话 任性地闭上双眼 贪恋着这自己从未感受到过的温柔 试图把此刻的感受寄入脑海 刻进梦中 只是这一次 没关系吧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两人一问一答地聊着天 在陈禄面前 梁芷柔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 哎 说起来林苗苗不演戏 也不帮忙 那他一天天往这里跑干嘛 梁芷柔眼珠嘴巴张成行 打了个哈欠 道 他是副社长 陈禄清了清嗓子 那没事了 想想也有道理 没事穿着服到处跑 绝对是这群社交恐怖分子里的顶梁柱 当个副社长不奇怪 两人就这样聊了很久 虽然陈禄问的问题乱七八糟 也没什么营养 但梁芷柔答得都很认真 莫名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半小时后 陈禄把迷迷糊糊的梁芷柔喊醒 准备送他去兼职 两人走在操场上 影子拉得老长 陈禄只觉得胳膊酸的生疼 这还只是举了半个多小时的扇子 这傻子说自己不累 骗鬼呢 看着走在自己身旁的女孩 陈禄心情越来越复杂 他刚想开口说些什么 就看到林苗苗迎面走了过来 没好气的瞪着他 你瞅啥 陈禄问 你还舍得醒啊 林苗苗白了他一眼 看到这架势 也猜到了他们要去干嘛 你送他过去吧 我接着去话剧社那边了 说把他又大喊道 你没事 记得来当苦力 我家梁芷柔不能白给你扇扇子 你得还 本来他应该睡午觉的 这话听得陈禄心里更惭愧了 心想 自己需要一个比出生 更有攻击性的词来骂自己 他一个大男生 举着手臂扇半个小时 扇子都难受得不行 真不知道梁芷柔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傻乎乎的 还不知道停下 到时候 我把他卖了他 是不是还得谢谢我 然后替我数钱 送完梁芷柔之后 陈禄端着一杯果茶回到寝室 这是梁芷柔兼职的那家火锅店的店长送他的 不知道为什么 对方看他的眼神特别奇怪 有种老丈人看女婿的感觉 显然梁芷柔这种勤快又认真的女孩子 是很招人喜欢的 陈禄缓步走到了 正在端着手机打游戏的江超身后 江超已经拿韩信 斩下了林的华丽战绩 聊天矿早就开始了对他的友好问候 老大 这几个队友是不是在骂你 陈禄喝口果茶嘲讽道 他们骂的是学乃我老婆 跟我江超有啥关系 你行 陈禄 把水果刀递给我 我切个西瓜给你吃 下午刚买的 奶奶的 这季节西瓜还是贵 陈禄刚拿起刀 门就被缓缓打开了 李四年看了一眼 拿着刀盯着自己的陈禄 后背一下子就贴到了门上 看到陈禄笑着 把刀从手里转了一圈 李四年伸出颤抖的右手 俯了俯眼镜 陆禄哥 我是真不知道啊 谁想得到舞蹈社会 请莫雨晴帮忙 我都是你告诉我 才知道的这回事的 陈禄握着刀尖 把水果刀递给了江超 笑道 我当然是相信你的 主要 我不想让剩下的两个室友宝言 剑刀到了江超手里 李四年又突然喊道 老大 陈禄这宰种 下午又跟发传单 那妹子优惠去了 夜里 陈禄抱着笔记本 躺在床上 看着大一时 莫雨晴上台表演的视频 台上的女孩穿得光鲜亮丽 动作优美 风姿绰约 随着她灵动的舞步 身后的三千青丝 也一起飞扬 即使身边其他人也很好看 展露出的光芒 仍然全都被她一人所覆盖 她是真正的主角 从她上台开始 所有人的目光 就注定只会在她一个人身上 也是从那一刻起 她成了学校的名人 名声远远比在高中时响亮 最后致辞的时候 她感谢了社团的很多人 甚至包括 从头到尾 只负责加油的柳妍 但是并没有提问 此忙前忙后的自己 累得跟调狗一样 连句感谢的话 也没捞着 当时笑着录下这个视频的自己 一定没想到 到最后所有的努力 都是竹篮打水吧 只是感动自己罢了 都可以去跟蝙蝠侠演对手戏了 随着一声苦笑 这个视频 也被她扔进了回收站里 和她对过去的回忆与留恋一起 删除 粉碎 收起电脑 陈露望着天花板 发了回呆 嗡嗡 陈露拿起手机 看了眼消息 梁芷柔 苗苗说 你明天肯定还会过来 是真的吗 陈露 看你去不去 于是她又看了半天的 正在输入中 梁芷柔 上午的时候 可不可以早点来 陈露好奇地眨了眨眼睛 决定逗一逗这个憨憨 把她吓跑 然后踏踏实实睡一觉 陈露 这么想见我 这次则是整整十分钟的 正在输入中 陈露上下眼皮打得热火朝天 马上都快睡着时 手机终于又响了起来 梁芷柔 嗯 女孩用十分钟的时间 打出这一个字 陈露看着这条消息 揉了揉眼睛 然后这条消息还在那里 这个城市 多了一个失眠的人 第十四章 皮蛋瘦肉粥 也没那么讨厌 第十四章 皮蛋瘦肉粥 也没那么讨厌 陈露感觉自己 好像突然被一只 憨不拉几的小白兔咬了一口 一时间没缓过神 说到底 他还是高宫低房的 毕竟他之前几年的经历 都拿来追墨雨晴了 根本就没谈过恋爱 也没从墨雨晴那得到过正反馈 哪里受得了这刺激 这个 是什么意思 开玩笑 也不像是喜欢开玩笑的人 其他人发的 好像也不对 梁芷柔应该是跟着自己母亲租房子住 账号被盗就更不可能了 俗话说的好 根本没有骗子 会去找自己这样顶着二次元头像的人骗钱 想到这陈露突然有些好奇梁芷柔母亲的情况 虽然不排除梁芷柔不愿意说 陈露也确实一直因为怕梁芷柔伤心 没主动询问过 有机会继续多了解了解梁芷柔吧 真是个奇怪的女孩子 次日 陈露一早就已经起床 顶着个大黑眼圈 刷牙洗脸 抢了江超一个包子 就准备走人 你他妈的江超剑早餐被偷 张嘴就要骂 抬头看到已经换好衣服的陈露 又愣了一下 虽然陈露不像他们经常 只穿个裤衩在那晃荡 但这么早就穿着整齐的陈露 还是非常少见的 再丢了包子 呃 陈露嘟囔道 啪 这是我女朋友给我的 你有能耐自己找女朋友去 江超露出一脸见了鬼一样的表情 很是疑惑地问道 你去哪 去给话剧社当苦力 昨天帮李四年忙的时候 欠了人家副社长的人情 陈露实话实说 虽然这个实话 没说全就是了 你对在校门口遇到的那个妹子 到底有没有意思啊 江超继续着昨晚没说完的话题 在这方面 她确实跟个老妈子似的 之前她不是这样的 但是自从跟柳妍在一起之后 好像就被童话了 陈露把嘴里的东西咽下 哦 你看我像那么轻浮的人吗 不过 她人确实挺好的 至少 至少跟她待在一起 比之前开心这句话 陈露没说完 你就当我被她 拿一颗水果糖拐跑了 说完她打开门就走了出去 今天天气不错 至少在这个时间点 不冷不热 云彩飞得很高 空气很清新 居然连续两天七点起床 身为一名大学生 我还真是堕落了 陈露暗自想着 很快她就到了话剧社集训的地方 发现自己比梁指柔道的走 陈露也放下了心 毕竟人家想早点见到我 不该让她等我才是 学长 你这熊猫眼也太明显了吧 林淼淼今天换上了正经衣服 看起来还像个高中生 当然 这也跟她是太平公主有关系 陈露撇了 坐在椅子上悠哉悠哉的她一眼 怎么看怎么不舒坦 副社长大人 你椅子上有蟑螂 啊 林淼淼吓得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就差打一套闪电五连边了 陈露轻轻拉过椅子 很是惬意地坐下 你林淼淼本来还想骂她两句 见有人再喊她 就把火气全压了下去 不行 把她弄死梁芷柔会伤心的 看着女孩的背影 陈露坐着感觉更舒坦了 还是抢来的椅子坐着爽 自己的哪有别人的香 她今天确实是抱着当苦力的心态来的 但这不代表 她想站着等梁芷柔 又过了十五分钟 梁芷柔还是没到这里 这就让陈露有些好奇了 虽然她不住笑 但确实是她口口声声说 要早点来的呀 正当她怀疑自己被骗了感情 就看到远处 一个有些瘦弱的女孩 提着饭盒 缓步走了过来 晃晃悠悠地 像只没力气的奔企鹅 发现陈露的身影后 梁芷柔连忙走得更快了一点 最后来到她面前 把饭盒递给了她 低着头说道 我给你煮了粥 你要不要尝尝 女孩声音都要低进尘埃里去了 两只手很是不安分地 互相捏来捏去 像是刚教完作业的小学生 担心犯错 又担心被批评 梁芷柔长发披散着 即使看不清眼睛 挨尽了细看 也能看出她俏脸精致白净 表情很柔和 颇有一种江南女子的风韵 看起来有些古典 和平常 梳着适合干活的低马尾相比 是不同风格的好看 感觉穿一身古装的话 应该很有感觉 陈露愣了一下 但还是下意识主动结果 眼睛一眨一眨的柔声问道 你给我煮粥干嘛 发现女孩的黑眼圈之后 陈露瞳孔也猛的一缩 见陈露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嫌弃 梁芷柔松了一口气 过了一小会儿 才缓缓开口 你胃不好呀 肯定就不爱吃早饭 所以我就给你煮了点粥 说完他投低的更深了 你要是不喜欢就算了 你要是喜欢我有空就给你带着 不费多少事的 这当然是骗他的 他的黑眼圈 就是因为帮妈妈按摩睡得很晚 又早早起床 给陈露煮粥 才搞出来的 为了味道更好一点 他一直用的小火 又觉得只送白粥太寒酸 天刚蒙蒙亮 就跑出去找了半天开门早的超市 买了需要的菜品和瘦肉 做成了皮蛋瘦肉粥 陈露看着梁芷柔 和自己同款的黑眼圈 心想 我信你个鬼 不过他一个大老爷们 是真的差点破方 活了二十一年了 早起给自己煮过粥的 除了自己老妈 就只有梁芷柔 这憨憨 就连自己的玩笑话 都认真听了 然后肯定起来的大早 至于是不是真的很想见自己 陈露已经没心思再细想 在他的黑眼圈和这周面前 这问题的答案已经不重要了 陈露其实一直无法接受皮蛋的味道 小时候甚至喝吐过 但他这次还是拿命喝完了 故意很大口很大口地吃着 看起来吃得很香 主要还真有点额 江超 看到没 你女朋友做得到吗 忽然陈露又有些疑惑 怎么回事 皮蛋好像没那么难吃了 看到陈露狼吞虎咽的样子 梁芷柔心里最后一块石头 可算是落了地 撩了一下耳侧的发丝 心里盘算着 既然陈露喜欢有空 再给他继续做 因为自己父亲的关系 他讨厌胃病 所以不希望陈露都胃出什么问题 如果陈露因为懒不爱吃早饭 自己多努努力就好了 毕竟是好朋友嘛 你没睡好 梁芷柔试探性地问道 你猜猜是因为谁 陈露认认真真的把饭盒盖好 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女孩不说话了 总觉得陈露在暗示自己 说实话 他昨晚发完那个恩之后 真的是死的心都有了 犹豫了半天 陈露已经看到 然后他撤回 让事情更尴尬 又犹豫了一小会 就更感觉 陈露可能已经看到了 就更加不敢撤回了 怎么就鬼使神差地发出去了呢 说到底 还是因为陈露非要问什么 就那么想见他吗 梁芷柔眼皮忽闪忽闪的 眼前的画面也变得雾蒙蒙 能不能去火星生活 昨天的梁芷柔做的事 为什么要今天的梁芷柔负责呀 第十五章 付出与回报 第十五章 付出与回报梁芷柔 陈露喊了一声 女孩听到后 微微抬头 有些疑惑 谢谢你 陈露想了半天 也没想到 什么更好的说辞 不过也无所谓了 说的再怎么天花乱坠 连胃不好 这个梗都听不出来的憨憨 也不一定听得懂 说起来有一件事 自己昨天没说错 软饭真好吃 嗯 梁芷柔声音软软糯糯的 少有的欢快 所有的困倦和疲劳 全都随着这声谢谢 烟消云散 无影无踪 来这里的路上 梁芷柔还时不时在想 要不然就算了吧 打了不知道多少次退堂鼓 他脑海里想了无数种可能 比如陈露会客客气气的拒绝 或者会说不好喝 甚至想过 会不会嫌弃自己 太莫名其妙 他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猜测 又总觉得陈露是个温柔的人 更有可能发生的 是他勉强自己喝完 虽然那样自己不会下不来台 但他更不希望陈露勉强自己 还好 陈露看起来是真的很喜欢 陈露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水 嘴巴里终于没有了皮蛋的味道 很满足地伸了个懒腰 目光注视着面前这个女孩 她面无表情 但是目光很柔和 梁芷柔也鼓起勇气看了看她 二人视线在这一瞬间交错 随后女孩想逃逝的 连忙别过视线 他们全都心照不宣的 没有再提那句这么想见我 你一直看我干嘛呀 过了一小会儿 女孩终于被看得受不了了 连忙别着脸 低着头 扭扭捏捏地问道 别动 陈露揉着额头 似乎在思考些什么 啊 我说别动 哦 梁芷柔听得迷迷糊糊 但还是老实站在陈露面前 左臂搭拉着 右手抓着左边胳膊 女孩别过微红的脸颊 白色续被她胳膊压得有些紧绷 使身前的起伏无比谎言 不知道的 还以为陈露正在欺负梁家少女 梁芷柔被看得面红耳赤的 耳垂滚烫 那双清澈水灵的眼睛 也变得泪汪汪 感觉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你在干嘛呀 她的内心变得有些忐忑 像个受气包似的 声音带着哭腔 陈露被她的反应搞得哭笑不得 再次强忍下 想要欺负她的心思 半开玩笑道 我在想 怎么报答你 她觉得 梁芷柔和其他女孩子的差别太大了 她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 没有自己的爱好 虽然认识时间并不久 但她从来没见梁芷柔笑过 这个憨憨本能地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自卑到了骨子里 该怎么办呢 陈露觉得自己 作为这憨憨的好朋友 应该做些什么 哪怕只是 为了那颗糖盒这顿早餐 不过她一时没有任何头绪 啊 为什么要报答我啊 梁芷柔怀疑自己没睡醒 自己今天从头到尾 没和她在一个频道过 你怎么就会恩啊的 陈露吃笑道 因为我想和你做很好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的付出和回报 最好是对等的 末了 她又望着远处若有所思地补充了一句 这样才长久 梁芷柔有些害羞地抿了鸣嘴 看着越升越高的太阳 拿出手机看了眼时间 她再次偷偷看了面前 样貌清秀又温柔的男生一眼 随后便心满意足地提起饭盒 朝着她轻轻挥了挥手 我走了呀 你去哪 陈露好奇问 语气里充满了疑惑 合着你就是专门来送顿早饭的 去发传单 梁芷柔伸出纤细白净的食指 好像挺自豪 今天没课 能多赚一百多 下班就能给妈妈做顿排骨吃了 陈露下意识第一反应 是想要去帮着一起 随后就连忙打消了这种念头 梁芷柔是需要帮助 但绝不是这样强加的好意 她不需要施舍 这样只会让这个自卑的女孩 更加难堪 你今天有事啊 那你昨晚还说自己要过来 我还以为你要来帮忙吗 陈露无奈到 心里有些失落 她感觉自己上林淼淼当了 上了大当 林淼淼真的没拿梁芷柔钓鱼吗 陈露万万没想到 自己居然咬沟了 梁芷柔因为兼职要走 自己口口声声答应下来 要帮忙 还真不好意思走人 本想多了解一下梁芷柔的计划 看来是泡汤了 不过陈露倒也不急这一时 等完事你还回来吗 陈露鬼使神差的问了一句 回来 梁芷柔也莫名其妙立刻答道 说完才赶紧盘算起 到底有没有时间过来 确定没问题后 再次用力点了点头 好 我等你 陈露轻笑道 看到女孩身影消失 陈露美好气地 走到话剧社人群之中 见对完剧本的林淼淼刚要坐下 她就悄悄把椅子抽走 啊 好疼 梁芷柔走在去公交站牌的路上 感受着不断吹拂到 自己脸颊上的威风 清明节之后 天气越来越热 阳光和煦 柳絮轻飘 像是落雪一样 飘散在四周 周围的学生 都在结伴同行边校 边聊最近的各种八卦或游戏 从身边走过的女生 各个打扮的花枝招展 肆意宣泄着青春 只有她和这个场景格格不入 梁芷柔把被风吹散的碎发书回耳边 拿出手机擦擦屏幕 看着自己的样子 自己好像 根本比不上食堂看到的那个女孩 就算发型和颜值差不多 自己怯懦的目光 和长长的刘海 也给自己拉了太多分 片刻后 女孩悄悄叹了口气 把头发重新梳成马尾 毕竟要去干活 长发不方便 会很闷 梁芷柔没想明白自己 为什么要散一次头发 真是莫名其妙 傍晚 暮色渐沉 晨露看着天边变得火红的太阳 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操场上亮起了灯 已经不再有跑步的人 变成了情侣们牵手散步的主场 话剧社的成员们 仍然在充满激情地对着台词 他们这个节目 似乎是从觉醒年代来的灵感 他们这次要表演的剧本 大概讲的是 这所大学的学生 在那个时代的觉醒与转变 凭借几个学生的视角 展露那个时期的思想变化 从最开始的懵懂 到后来追随仙恋们脚步的故事 晨露课外对历史研究很深 不需要他当苦力的时候 还真能和编剧本的同学 讨论着改一改 不过他对近代史的了解 就不是那么细致了 因为看得真的心痛 在往前的历史看到后 顶多也就感慨一下 但近代史真的常常看得热泪盈眶 我靠 学长你怎么什么都会 戴眼镜的男生 一脸诧异的看着晨露 对自己修改后的剧本 越看越满意 他实在想不明白 副社长从哪请到这么一个学长 跟多拉梦一样 什么忙都帮得上 晨露对历史的了解 甚至可以精准到年份 而他大部分知识 已经全都还给高中历史老师了 他现在只知道自己一顿 能吃三碗饭 没事做的时候 什么都学一点 不管有没有走 看到一棵树 就随手打一杆子 总不会吃亏 晨露搬起音响 耸了耸肩说道 随即就跟着大部队 把东西全都搬回去 这时 一个女孩有些吃力地搬着东西 晃晃悠悠跟到了他身边 是梁芷柔 第十六章 我就在你身后 第十六章 我就在你身后女孩闷声 跟在晨露身旁爬着楼梯 身后的马尾一甩一甩的 很干练 发传单很累吧 晨露随便找了个话查 还好 也就今天累一点 梁芷柔回忆着 为了快点发完 跑来跑去的自己 晨露愣了愣 显然没有听懂 搬完这一趟之后 晨露就拉着梁芷柔 坐在操场上摸鱼 他现在越来越喜欢 跟这个憨憨一起安静待着了 二人看着路过的形形色色的人 都沉默了许久 只是常常在不经意间对上视线 不少人在傍晚看到夕阳 心情就会变得很低沉 晨露就是其中之一 你每天真的好累啊 你母亲的病很严重吗 晨露看着天边的火烧云 缓缓开口 能不能跟我讲讲你家里的事情 梁芷柔从开始 就是晨露问什么 就会说什么 这次也一样 他双手抱着膝盖 慢吞吞地讲述起自己家里的事情 在我小时候 爸爸就去世了 在那之后没几年 妈妈又生了肠病 双腿瘫痪 每年都要花很多钱治疗 才能维持出双腿的感觉 所以我才想努力赚钱 养着妈妈 然后攒钱给她做手术 说完她又顿了顿 就算妈妈做完手术 也很大概率不能站起来 我还是不想放弃 这是梁芷柔认识晨露以来 说的最长的一段话 女孩的语气很平静 像是在讲述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 她已经习惯 也认命了 随后二人又是一阵无言 晨露的面旁 在梁芷柔眼里 变得越来越模糊 就像隔着一层水雾 她从来不愿意告诉别人这件事 她害怕看到别人怜悯的目光 担心这成为别人的谈资 也害怕让自己想起 自己的无能和软弱 但她愿意倾诉给晨露 她知道 晨露不会拿那种目光看着她 在遇到晨露之前 实在苦苦支撑太久了 所以才忍不住全都倾诉出来 她发现自己似乎越来越贪恋她的温柔 就像一个看到浮沫的溺水者 梁芷柔 你相信奇迹吗 晨露突然说道 梁芷柔明显没反应过来 正了片刻 神情再次变得落寞 不相信 至少不可能发生在我这里 一个被困境折磨成这样的女孩 怎么可能相信 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是有可能的 晨露语气很认真 比如 有个人突然闯进了你的生活里 甚至愿意陪着你 一起承担这一切 说吧 晨露又缓缓站起 不聊这些了 我帮你转移一下注意力 没一会儿 晨露就借了一把吉他过来 再次坐到梁芷柔身边 二人中间 大概隔了一个深位的距离 想听什么 晨露挑眉问道 我会的可不少 这时 刚折腾完的林淼淼 来到了二人面前 学长 辛苦你了 林淼淼淼坏笑道 伸手给晨露递了瓶水 啪 林淼淼也不还嘴 仍然在那笑着 他知道晨露嘴上说着嫌弃 其实真的很用心的在帮忙 虽然现在也看不出 这俩人之间到底有没有意思 但如果晨露突然跟他说 要追梁芷柔 他大概是不会有太大意见的 突然他又一脸诧异的 看着抱着吉他的晨露 你还会弹吉他 我要听 那当然 你听好 晨露满脸自信的 拨弄了几下琴弦 听得林淼淼直皱眉 十分鄙夷的看着他 声音根本不成调调 一看就不会弹 不过就算这样 梁芷柔也听得很认真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人弹吉他给他听 学长 我还以为你要露一首吗 你都不会弹吉他 逞什么能呀 林淼淼白了晨露一眼 无语道 说完就无趣地离开了 乱拨琴弦谁不会啊 这种程度他自己都弹得出来 晨露看着林淼淼背影远去 转头朝梁芷柔笑了一下 继续拨弄起琴弦 这次晨露的动作娴熟专业 明显听得出是首曲子 梁芷柔一下子愣住 死活没想到 晨露刚刚都是装的 暗示的人终于走了 听好 我只谈给你听 听到这话 女孩的心脏 仿佛猛地停跳了一拍 心里莫名有些喜悦 不过很快 又因为自己这自私的想法 涨红了脸 在这一瞬间 他终于不再是家里的唯一支柱 似乎他也变成了一个 需要被照顾 可以被疼爱 享受青春和幸福的女孩 天空好想下雨 我好想住你隔壁 梁芷柔听得有些入迷 这比他预料得还要夸张 晨露唱歌真的很好听 吉他弹得也非常好 从时不时有人驻足许久 这点也可以看出来 很快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梁芷柔的头也低得越来越深 突然 晨露拿手背负着他的额头 轻轻地把他的头抬了起来 让他看向自己 单独给你唱的 你一直低着头可不行 几首歌唱完 不知不觉间 天也彻底黑了下来 围观的人已经全部散去 梁芷柔还是感觉脸颊一阵发烫 刚才围观的人实在太多了 晨露还一直不让他低下头 我当了七年舔狗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你知道吗 在女孩思绪乱飘时 晨露看着远处的路灯 喝了口水柔声道 梁芷柔有些疑惑地看了看他 什么是你 一旦被别人瞧不起 就彻底没戏唱了 我不是说现在 但你早晚要离开学校 到时候 你就没办法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所以 不管要多久 你得学着昂首挺胸 像我现在一样 晨露看向他 露出了柔和的笑容 我们有家人爱 不敌任何人意等 你作为你母亲的心肝宝贝 应该学会爱自己 这话也是晨露对自己说的 他差点就成为了最低级的舔狗 险些对一个女生 比对自己父母还上心 我希望你能咬着牙抬起头 直到有勇气 去随便指示别人的眼睛 而且 你现在已经很棒了呀 既然来到这所大学 毕业找个工作 能赚很多钱呢 一定可以给你母亲好的生活 你也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 我 我想变成那样 梁芷柔小声道 如果不仔细听 根本听不到 他想像晨露说的那样 咬着牙熬过现在的日子 想要赚钱 治好母亲的腿 撑起自己的小家 这就是他眼中 那最厉害的自己 晨露微微汗手 你可以的 真的吗 晨露没有说 相信自己就可以这种空话 他由于片刻后 缓缓伸出手 贱女还没有反抗 便轻轻拨开他的刘海 和他对视着 如同他们第一次见面那晚 微风吹拂着他脸侧的碎发 把少年的话带入他的耳中 你很辛苦 我知道的 但是一定要抬头挺胸坚持下去 如果你在中途累了 就回头看看 我就在你身后 第十七章 危机感 第十七章危机感 我就在你身后 听到这话梁芷柔 瞬间就正在了那里 一时间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只是呼得红了眼眶 用力捏着依旧 为自己不知道该如何表态 感到焦急 他愿意相信陈璐的话 也突然开始愿意相信未来了 看着女孩强忍着 不让眼泪掉下来的样子 陈璐也慌张起来 哎 你别哭啊 我唱歌有那么难听吗 这一下换陈璐摸不着头脑了 他觉得自己唱歌 应该没那么难听才对 吉他也是练了好几年的 感动的 也不应该吧 如果这样 就会很感动 自己早就追到墨雨晴了 毕竟墨雨晴听自己弹唱的时候 从来都是没什么反应的 他无法想象 自己的言行 在女孩心中 激起了怎样的涟漪 真的吗 梁芷柔带着哭腔问道 丝毫没察觉到 自己刚刚已经问过一次了 当然了 他缓缓伸出小拇指 和女孩拉了个勾 我会一直看着你的 所以 你可不能辜负我的期待 陈璐看了眼时间 转而问道 你是不是要去 火锅店兼职了 梁芷柔点点头 眼神里似乎有些意犹未尽 不过转瞬 就消失不见 再弹最后一首 然后我送你过去 我自己拒咎 虚认真听 墨雨晴和舞蹈社的团员们 正并肩朝操场走去 几个人此时刚刚结束排练 准备逛一逛 然后出去吃火锅 这些身段苗条腿 又长的女孩走在一起 成了晚间操场上一道 靓丽的风景 雨晴姐 刚刚跟你表白 那个男生喜欢你很久了吗 看着好像都不是第一次表白了呢 一个舞蹈社的女孩 凑在墨雨晴身边 很是八卦地问道 那个男生看起来仪表堂堂的 放在高中怎么说 也是个班草级别 他们实在没想到 墨雨晴拒绝得这么干净利落 连表情都不带变的 不知道啊 没印象了 墨雨晴实话实说道 他想了半天 也没想起这好人是谁 就连名字 也是收到微信消息后 看备注才知道的 看来追你的还真不少 好羡慕你啊 我也想体验一下 有这么多人追求的感觉 说起来 我从咱们学校官网上看到了你当初表演的视频 你跳舞真的太好看了 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吗 身旁的舞蹈社学妹滔滔不绝地说着 突然发现 原本一直走在她身旁的墨雨晴不见了 回头才看到 墨雨晴正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学姐 你怎么了 女孩见墨雨晴没有反应 便循着她的目光看去 就看到 陈璐正给一个打扮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女孩 弹着吉他 她对这位学长的评价又提升了不少 不过现在几个人的好奇心 都停留在了墨雨晴这里 难道他俩还有什么不得不说的故事 不能吧 当时他俩不是一句话没说吗 墨雨晴长长的睫毛 像蝴蝶的翅膀一样上下扇动 眼睛一眨一眨的 没有注意到自己握紧的双拳 他一下子就认出了陈璐身旁的那个女孩 之前和陈璐一起吃饭的也是她 陈璐仍在认认真真的谈唱着 时不时看一眼身旁的女孩 目光根本没有看向这里 墨雨晴心里很不舒服 莫名有种自己独享的宝物 被别人抢走的感觉 他明明是为了我才学的吉他 他是因为我喜欢才去学的呀 坐在他身边的应该是我才对 凭什么给你听 过往的画面不断浮现在墨雨晴眼前 当时他只是刷视频的时候 说了一句感觉会弹吉他的男生好帅 陈璐第二天就开始学了 似乎是因为播片用不习惯 那阵子经常看到他手指上包着窗壳贴 再后来高中班主任不在的一节自习课 陈璐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把吉他 跑到讲台上 在众人的起哄中大声喊墨雨晴听后 从那以后 自己每次发现喜欢的歌就直接转发给陈璐 陈璐一般隔天就能学会 但是现在 他开始谈给别的女孩听了 如果说在食堂那次相遇 只是让他感到不适 这次则是真真正正给了他一种 陈璐要被别人抢走的预感 他活这么大 头一次感受到 也是头一次从陈璐这感受到一个词 那是之前从来没在他心里出现过的词汇 危机感 陈璐远比他想的要坚决 自从那天第二次拒绝了陈璐的告白之后 他就再也没等来过陈璐的消息 他并没有像自己之前每次闹脾气那样 主动低头认错 那个从小到大都跟在自己身边 几乎寸步不离的陈璐 难道真的会离开自己 郁卿姐 你没事吧 一个女孩伸手从他眼前晃了晃 十分不解地问道 莫郁卿终于缓过了神 没事 我们走吧 几人见莫郁卿脸色不太对 也没有多问 转移话题道 晚上我们吃什么 附近新开了一家海底捞 要不要去尝尝 海底捞不纯纯吃伤睡吗 另一名女生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你们去吧 我得回家一趟 莫郁卿转过头 脚步飞快地走向校门 他并不想被陈璐发现 你不跟我们一起吗 下次吧 今天我妈从国外回来 本来就是想着 跟你们逛两圈就走的 看着莫郁卿的倩影 几个人面面相去 莫郁卿回到自家门口 整理好心情之后 敲起了门 他没有撒谎 他的母亲之前确实跟他说过 今天要从国外回来 时隔一年 自从小时候父母离异之后 他母亲便一直出国奔波 他想体验一下别人回家 妈妈给自己开门的场景 这是他从小就没怎么体验过的 咚咚咚 没有人回应 本来就很低沉的心情 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又敲了几次之后 他只能输入密码 自己开门 家里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开着灯 也没有任何人在等着自己 如同往常一样 是外面的声控照明灯的光线 抢线一步钻了进去 莫郁卿咬着下唇 没顾得换鞋 便无神地躺到沙发上 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许久之后 他似乎终于恢复了一点力气 拿出手机给自己妈妈打电话 第十八章 男孩的心 往往是慢慢死的 第十八章 男孩的心 往往是慢慢死的 室内一片漆黑 靠着从窗外照进来的些许灯光 才勉强能看清点东西 本就宽敞的客厅 此时更显得寂静 冷清 莫郁卿板着脸 死死盯着手机屏幕 随后便眯眼 把亮度调低了一些 微弱的手机灯光 照到他无比精致的脸上 在昏暗的客厅里 像是聚光灯一般 把女孩的无助和沮丧 展现得淋漓尽致 好一阵嘟嘟声过后 电话终于被接通 紧接着 那头就响起了 清冷又严肃的声音 喂 妈 你没回来 莫郁卿语气有些急促 听起来很是委屈 没有呢 临时有事要忙 过阵子再说吧 见许久没得到回应 电话那头又继续说道 开心点宝贝 你林叔现在就在国内 他说 想请你吃顿饭 你让他陪你呗 我和他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你也该接受他了 我不 我自己待着 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跟我没关系 莫郁卿强忍着哭腔道 你跟他 还有你们自己的孩子 过你们的日子吧 不用管我 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呢 都多大了 怎么一点都不懂事 妈妈还不够爱你吗 有多少孩子 有你这么好的条件 从小到大 你要什么妈妈没给你买 懂点事啊 乖 我挂了 钱不过再跟我说 没在等莫郁卿多说什么 手机里就传来了 电话挂断的声音 莫郁卿缓缓把手机 放到茶几上 已在偌大的落地窗边 看着外面的江景 抱着双腿蜷缩在一起 心里一片茫然 周边小区的楼房 全都亮起了灯光 每一盏灯都是一种生活 只有他自己孤零零的 仿佛被世界所抛弃 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 居然差点鬼使神差的 拨通陈璐的电话 随后便连忙松开 马上就要按下去的手指 真没想到 都已经养成习惯了 这些年来 每次遇到这种不开心的事 都会找陈璐来着 如果没有当时那一查 现在只需要一个电话 打过去 陈璐就立马赶来陪他了 然后会像以前一样 带他去吃东西 去看电影 去公园散心 会带着微笑 耐心听自己抱怨 所有不开心的事 女孩吸了吸鼻子 把自己纤细的双腿 抱得越来越紧 他以前对我多好啊 可是 为什么连朋友 都做不成了呢 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觉得陈璐无论如何 也不会离开的 墨语琴看着落地窗上 硬着的自己 心情无比沉闷 这两个问题 他哪个都没想明白 自己拒绝过那么多人 仍然还在示好的数都数不清 搞得他烦不胜烦 可是陈璐却直接离他而去了 连朋友都不肯做 陈璐从小就一直陪在他身边 两人父亲关系极好 他和陈璐是真真正正的青梅竹马 从小陈璐就对他很好 几乎就是摆一摆顺 所以他真得分不清 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认定 陈璐不会离开他的 想到陈璐 现在可能还正跟那个女生在一起 他的泪水终于再也止不住了 就像陈璐被别人抢走了一样 不 与其说是被抢走了 好像更像是自己拱手让人 莫语卿 你真的会后悔的 柳言的话不断回荡在耳边 挥之不去 莫语卿的视线突然变得无比模糊 面前的所有灯光都化作了五颜六色的繁星 他只能隐约看到 落地窗里映着的自己正不断流下泪水 他之前一直觉得是陈璐离不了他 而不是他离不了陈璐 现在发现自己好像错了 他现在才发现陈璐对他到底有多好 可笑的是 是在陈璐转身离开之后 莫语卿感觉自己什么都没想明白 他只想通了一件事 虽然不知道陈璐到底怎么想的 但是这次 他可能真的不会来找自己道歉了 入夜 陈璐送下梁指柔之后 美滋滋的回到宿舍 就看到江超正一边打游戏 一边吃饭 被击杀看黑白小电视的时候 就抓住机会吃几口 等到复活再继续操作 这好像是男生共有的技能 没错 刚才我就是去送他了 江超刚要开口 陈璐便抢先说道 他叫梁指柔 以后别天天火锅店女孩的叫人家 江超眉头轻挑 这就护上了 进展挺快呀 什么呀 我们现在还是清清白白的朋友 不是你想的那样 至少暂时不是 陈璐缓步走到宿舍阳台上 露出一个有些向往的笑容 不过以后说不准 慢慢来吧 我和他都需要时间 不要你的白月光了 江超玩笑道 不对 这好像叫朱砂痣 我觉得这两种都算 墨语琴既是他爱而不得的明月 也是永远的痛 陈璐自嘲一般说着 随即又一脸认真地转过头 虽然知道你在嘲讽我 不过我还是要说 不要了 本来就不是每一个单相思 都能修成正果 单恋的人那么多 我又凭什么是成功的那个呢 死期白赖地追了七年也没结果 已经说明要太多东西 我也该放下了 江超看着陈璐的样子 游戏都顾不上打了 他十分好奇 陈璐是怎么做到 能说的又释然又悲伤的 这时 外面突然响起一声闷雷 随即就下起大雨 卧槽 这鬼天气 怎么这么抽象 江超眼睛瞪得老大 满脸震惊 刘记得月初的时候还很冷 后来莫名其妙 进入夏天就算了 现在还下起雷雨来了 春天呢 春天在哪里 陈璐回身看到外面 电闪雷鸣的样子 似乎想起了什么 雷雨天是墨语琴最讨厌的天气 他讨厌雷声 隐约记得当初他爸妈问他 要跟谁的时候外面就是这样的天气 他还能清晰地想起 自己那晚冒着大雨 去找离家出走的莫语琴的场景 明明自己当时也是个孩子 两个人不知道抽什么风 在雨里散了半天步 隔天就一起发了一天的烧 那时候 陈璐很单纯地 以为会自己和莫语琴一直好下去 没想到后来 他变了 很快 他又苦笑着摇了摇头 坐到了江超旁边 这和现在的自己 有什么关系呢 陈璐前几天还会惊讶于自己的绝情 好歹喜欢了莫语琴那么久 在食堂的时候 怎么对他的哭泣无动于衷 不过他很快就想明白了 他并不是一瞬间就变成这样的 只不过是在他发现的时候 早就已经心如死灰 随着感情不断被冷落 伤害 他的心在这几年里 也像凌迟一样 被一刀一刀刮成片 他的心是慢慢死的 第十九章 只给你一个人看 第十九章 只给你一个人看 其实话剧社已经不再需要他俩来帮忙了 不过林淼淼没有说这事 其他人和陈璐相处得很好 也愿意他待在这里 大伙一起扯扯皮 所以陈璐仍然每天有空就往这里跑 在话剧社摸鱼丸 早上吃梁芷柔带着早饭 中午再请回来 别问 问就是来帮忙的 请吃饭是陈璐强硬要求的 要是梁芷柔不答应 他就不喝粥了 梁芷柔拗不过他只能硬下来 陈璐也乐得给他改善伙食 陈璐一直说什么付出 应该是相互的 梁芷柔也听不懂 继续傻乎乎的研究 陈璐喜欢吃什么 在离孝庆演出还差一周的时候 一大早 他们定做的服装终于下来了 是民国时期的校服 跟很多电视剧上的大差不差 男款的是灰色中山装 女款的是蓝色上衣加黑裙 很经典 林淼淼很是激动的 拿了一件男款和一件女款 来到陈璐和梁芷柔身边 想问他们要不要穿上体验一下 这多出来的一套 他本来打算留作纪念的 现在想了想 干脆就送给陈璐和梁芷柔了 更何况整个话剧社都找不到 比陈璐和梁芷柔好看的人 他也能一饱眼福 结果就看到两人正并排坐着 陈璐一动不动地看着手机 梁芷柔头靠在他肩膀上 睡得很安稳 估计是他睡着后 不经意间贴过去的 等睡醒肯定要休死 陈璐比了一个虚的手势 转头瞧了瞧睡得正香的女孩 感受着这个憨憨发丝里 透出的清香 有些哭笑不得 梁芷柔来到这里之后 坐了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然后就莫名其妙靠到了自己身上 搞得他心跳到现在也没平复下来 每天连轴转的上学和兼职 给他累得不轻啊 他心想 林淼淼也没再说话 晃了晃手里拿的男款衣服 用口型说道 送 你的 陈璐摇头 表示拒绝 他又指了指女款的 然后指了指两指柔 陈璐头立刻点得跟小记着米一样 示意他把衣服留下 林淼淼自然看懂了 陈璐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美好气的白了他一眼 扔下衣服就回去了 半小时候 陈璐眼看着到了 梁指柔白天兼职的时间 便微微动了下胳膊 柔声问道 你是不是该去兼职了 今天不去 半梦半醒的梁指柔 似乎感觉枕头不是很乖 又往枕头上靠了靠 拿脸颊轻轻蹭蹭 陈璐不自觉的咽了口唾沫 嗯 为什么 他觉得奇怪 之前就没见过梁指柔 有哪天不需要去兼职的 那家店不需要发传单了 新的工作还没找好 那正好 今天休息一下 他看着身旁闭着眼 跟自己说话的女孩 嘴角微微勾起 这个距离下 梁指柔的精致的脸颊 和柔嫩的皮肤 彻彻底底的展露了出来 他莫名有种 自己在独享的感觉 毕竟别人可没发现 梁指柔到底有多好看 也没机会在这么近的距离 注视这个女孩 他傲人的身材和容貌比起来 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 不过陈璐还是最喜欢看他的眼睛 嗯 女孩轻声硬着 声音很沉 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睡得迷迷糊糊的 像只小猫一样 又蹭了蹭陈璐肩膀 似乎感觉很舒服 下一秒 他才感觉到那里不对劲 一下子就蹦了起来 不知是因为睡了一会 还是因为害羞 梁指柔脸颊很是红润 他连忙看了看四周 之后赶紧又擦了擦嘴 确认自己有没有流口水 如果依着陈璐肩膀睡觉 还流了口水 那他立马就找个盒跳下去 女孩紧张的眼神乱飘 唯独不敢看向陈璐 梁指柔只听得到自己心脏猛跳的声音 感觉自己脸颊胀的厉害 明明我只是想闭眼歇会 怎么一叫起来 就一到陈璐肩膀上去了 要被笑话死了 陈璐会不会觉得我很轻浮啊 你占我便宜 看着女孩脸红羞怯的样子 陈璐轻笑道 对 对不起 陈璐皱了皱眉 对这个答复不是很满意 道个歉就完了 白票完我身子不负责是吧 啊 梁指柔更慌张了 跟烧了似的 脑子根本转不起来 感觉下一秒头顶冒热气都不奇怪 那你要我怎么负责啊 陈璐本想再闹一会儿 可惜实在憋不住笑 只能笑着把慌慌张张的女孩 拉到旁边的椅子上坐好 逗你完呢 看你那么累我没好意思叫醒你 要不要再睡会儿 梁指柔头低得很深 还是十分不好意思的样子 不 不用了 说实话 陈璐刚才要他负责他真的 差点就信了 想了半天该怎么负责 毕竟在他家那边 自己这行为已经可以算是耍流氓了 哪怕网络发展成现在这样 山村里孩子 仍然远远没有大城市的孩子那么开放 看别人怎么样是一回事 自己能不能接受 是另一回事 对不起啊 梁指柔还是感觉自己的行为 有些不礼貌 这就让陈璐有些奇怪了 按电视剧里演的 女主都是娇羞一下 然后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这咋还一直道歉呢 陈璐拖着腮继续玩笑道 你要是实在觉得自己对不起我 下次就让我以着你肩膀睡觉吧 这样咱俩就扯平了 不行的 我们是朋友 不能这样 可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 最好的朋友也不行的 咱俩清清白白 怕什么 陈璐一脸正经 这话听得梁指柔有点猛 感觉自己马上就要被陈璐绕进去 他连忙摇了摇头 再清白的好朋友也不能这样呀 不 清白的好朋友可以 陈璐板着脸说道 你总得还我一次吧 好朋友之间互帮互助 你来我往的不是很正常吗 梁指柔彻底听猛了 眼睛一眨一眨 就 就一次 他试探性地问道 生怕陈璐坐地起驾 看起来委屈巴巴的 让陈璐忍不住想继续欺负他 好啊 陈璐见目的达成 也不在这件事上多纠缠 以免等下梁指柔行顿之后 回过未来 女孩低着头 不好意思说话 默默摘下发圈 重新扎头发 如铺般的青丝 撒在他的背后 头发乌黑乌黑的也不分叉 不知道这憨憨怎么保养的 发质这么好 你平常不干活的时候 不输马尾好不好 我感觉你散着头发 也挺好看的 陈璐说完就有点后悔 感觉自己管得太宽 结果完全没想到 梁指柔立马就答应了 好呀 他说着就把发圈收了回来 像手镯一样套在手上 梁指柔稍微整理了下头发 十分乖巧地坐在陈璐旁边 看起来温柔可人 这时他才发现 自己身边的奇怪衣服 有些好奇地拿起来看了看 林导秒送你的 陈璐解释道 要不要穿穿看 梁指柔听到后愣了一下 随即投摇的跟波浪鼓一样 虽然是正经衣服 但还是觉得好奇怪 凡事都要体验一下嘛 陈璐臭不要脸地继续忽悠 咱俩之前说好的 你得学着自信起来 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等 等会还给他吧 梁指柔深深低下头 感觉自己脸颊更烫了 心里思绪乱飞 怎么这么得寸进尺呀 明明刚才都答应让你 靠着睡觉了 梁指柔啊 梁指柔 你怎么能如此堕落 你不能再放宽自己的底线了 要学会拒绝他 女孩终于下定了决心 结果陈璐呼地凑到他耳边 玩笑道 你要是觉得害羞 大不了 只给我一个人看 你也不想你的好朋友难过吧 耳边突如其来的热气 搞得女孩浑身一阵酥麻 鲜鲜细腰 也直发软 女孩娇憨娇憨的 也不知道躲 思考半天之后 鬼使神拆的 微微点了点头 第二十章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第二十章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梁指柔 在微信上问了林淼淼 他们在哪里换的衣服 随后就悄悄带陈璐 跑到了那间空旷的教室里 林淼淼特意提醒了一下 这是专业课教室 没有安装监控 陈璐默默跟在他身边 莫名有种 两人在敲咪咪做坏事的感觉 明明衣服是正经衣服 人也是正经人 到了门口 梁指柔很是可爱的 悄悄探镜头 左看右看确定没人后才放心 你你在门口看好啊 梁指柔走进教室里 打开一点门缝 朝陈璐嘀咕咕道 放心吧 陈璐已在墙边朝他笑了笑 梁指柔还是不怎么放心 又补充了一句 你也不许进来 陈璐表现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你不说 我还真没想到 梁指柔立马关上了门 不理他了 事实证明 梁指柔的担心 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现在这么热的天 加上临近五一 这些大学生除了上课 就是在宿舍宅着 没事根本不会往这边跑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陈璐连个人都没见着 整个走廊非常空旷 结果他就这样百无聊赖的 等了将近十分钟 甚至无聊到鼠墙上的瓷砖 陈璐拿起手机看了眼时间 看过去这么久之后 明显吓了一跳 女生换衣服 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不会晕里面了吧 梁指柔你睡着了 陈璐有些担心地问道 来来了 这时门终于被缓缓打开 梁指柔低着头 走到陈璐面前 也不说话 估计是不好意思 女孩披散着长发 穿着很是紧致的淡蓝色短袖 领口很低 斜着扣的一排扣子 被他扣得很严实 下半身是一袭黑裙 把他本就傲人的身材 体现得更夸张了 高耸的胸口 几乎吸引走了陈璐所有的注意力 梁指柔似乎察觉到了陈璐的视线 别过脸悄悄拿手指扯了扯胸口的位置 低声喃喃道 有点紧 陈璐感觉鼻子猛的一热 看着眼前这个美得像是 刚从片场回来的女孩 轻轻扒开他长长的刘海 动作很温柔 似乎在极力避免让对方感到不适 果然有一就有二 梁指柔现在对陈璐扒开他刘海的动作 也不抗拒 只是眯着眼 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 这让陈璐莫名有种恍惚的感觉 当时自己站出来帮忙的时候 根本没想过去认识这个女孩 哪怕是那晚和他对视 发现他不可方物的容貌之后 也未曾想过自己会和他越走越近 更不可能想到 这个女孩不仅长得好看 性格娇憨温婉 对自己还特别好 就差摆一摆顺了 简直就像是自己发掘的宝藏 陈璐缓过神来之后 晃了晃手里的手机 拍张照吧 他确信这衣服 梁指柔以后不会再穿了 不记录一下 实在可惜 啊 梁指柔明显吓了一跳 本能的退两步 直到后背贴到了墙上 不 不要吧 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陈璐很是正经的说道 随后把女孩放进手机相框里 认真拍了一张 和大部分拍照 会把女朋友气死的男生不同 陈璐对摄影有点研究 至少不会把人越拍越丑 出门旅游的时候 更是全家人的御用摄影师 如果不是梁指柔太害羞 他有信心再换个好背景 拍得更好看一些 陈璐拍完之后 不再半跪着 站起身仔细盯着手机 暗自感叹 长得好看的女孩子 连图都不用修 照片里的女孩 像个受惊的小鹿似的 也没顾得摆什么姿势 双手紧紧捏着裙脚 委屈巴巴的看着镜头 看得陈璐咽了口唾沫 一阵恍神 一时间都忘记了 自己抬头还有真人可以看 我把照片发你微信了 陈璐轻笑道 他现在彻底理解 为什么那么多女孩子 喜欢玩奇迹暖暖这种换装游戏了 好 那我可以把这一副换下来了吗 不可以哦 一间阶梯教室内 雨晴 你前几天真的看到陈璐给别的女孩子弹吉他了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下辈子再说 柳妍很是不可思议的问道 打算晚上好好逼问一下 江超到底什么情况 他很早就听墨雨晴说 陈璐吉他弹得非常好了 但陈璐一直藏着掖着 说那是墨雨晴专属的 所以陈璐愿意给别的女生弹吉他 这其中所代表的含义真的不简单 陈璐本身就性格好长得帅 其他女生会喜欢上他再正常不过 但如果他真的打算放下墨雨晴 到时候郎友情切有意的 两人关系进展的速度就会非常恐怖了 其他女生也许没墨雨晴这么漂亮 但肯定没有这妮子这么傻 墨雨晴看着远处五不灵动的几个女孩 正正的点了点头 柳妍叹了口气 虽然她一直是老妈子性格爱叙道 但现在也是真的劝烦了 不过谁叫她是墨雨晴闺蜜呢 你什么感觉 柳妍苦笑着继续问 墨雨晴纤细的手指交叉在一起 互相捏来捏去 看起来非常焦虑 很不舒服 柳妍无奈 那你缓嘴印个什么镜 你针对她没感觉 应该不在乎才对 追你的人那么多 你在乎她们有没有跟别的女生在一起吗 墨雨晴缓缓摇头 其他人她并不在乎 甚至很多她连名字都记不得 不如说她巴不得很多一个镜上 赶着打扰她的人去喜欢别的女生 你再这样下去 就老老实实看着陈璐 跟那个女生进展越来越快吧 柳妍语气里充满了恨铁不成当的感觉 到时候你还能看到她跟其他女生拥抱 接吻 然后再等等 你就可以准备参加她婚礼了 不行 她不能跟别的女生在一起 墨雨晴突然喊了一声 见舞蹈社的人回头看她 又有些不好意思的咬了咬下唇 小声道 我再想想吧 你就刻尽嘴印吧 柳妍也不再多说什么 大喘着气 拿起桌上的汉堡 恶狠狠地咬了一口 劝什么劝 范健 好言难劝该死鬼 我对她真的很不好吗 又过了许久之后 墨雨晴沉声问道 声音有些颤抖 想听实话 很伤感情哦 虽然柳妍知道 以墨雨晴的性格 并不会在意这些 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实话实说就行 实话实说啊 柳妍回忆着自己见过的种种 深吸一口气 道 你欠她的 墨雨晴又不说话了 整个人凝固在那里 像个美道极致的雕塑 一动不动 谁也不知道 她在想些什么 柳妍解决掉面前的肯德基 收拾好 准备起身扔掉 结果刚一起身 手臂就被轻轻拉住了 明明天气很热 墨雨晴的手却有些冰凉 你说陈露和我在一起之后 会不会变心 她现在就在给别的女生 弹吉他了 墨雨晴的声音里 隐约带着哭腔 柳妍有些惊讶 玄机感觉很是奇怪 没想到墨雨晴 心里这么缺乏安全感 不过她还是无语道 这问题你不该问我 你俩不是青梅竹马吗 你心里没说 就连她都不敢想陈露 是怎么几年如一日的 坚持下来的 她确定自己很爱江超 但如果要让她 每天像陈露那样 真的做不到 没安全感 不会是陈露没做好 而是她的好闺蜜 自己有问题 被惯的要求越来越高 习惯了陈露 超乎常人的好之后 怎么可能还能 在她身上获得安全感呢 你把人家超出 常人十倍的爱意 当做理所应当 这世上 还有谁能给你安全感 陈露已经到极限了 她还能做多好 她又无奈地笑了笑 而且 跟你在一起之后 会不会变心 不是你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 你现在应该想 该怎么样才能让陈露回头 柳妍拍了拍墨雨晴的头 转身去扔垃圾 墨雨晴看着柳妍的背影 无语凝噎 我爸妈也是青梅竹马呀 第21章 梦醒成空 第21章梦醒成空 吃完午饭 柳妍回宿舍睡觉 墨雨晴看着自己 和陈露的聊天页面 愣了许久 自从陈露表白那天之后 两个人之间 就再也没有互相发过消息了 她翻看着两人的聊天记录 其实对陈露不错的证据 但是没有 每天准时发早安和晚安 反复嘘寒问暖的 从来都是只有陈露一个人 而自己的回应 往往只有简单一两句 甚至有时候 会觉得烦躁干脆不理 陈露经常会提醒自己 天冷该加衣服 而自己一次都没有给她发过 没办法 真的是习惯了 几年下来 实在是太习惯了 习惯到觉得 陈露这样是理所当然 忘记了感激 墨雨晴揉了揉 有些发红的眼睛 起身清了下嗓子 缓缓开口 你们这次表演 带我一个 好 几人很是理所地答应了下来 虽然不知道这个学姐 突然抽什么疯 但是有她在节目 能吸引人不少 不管是在舞姿 还是颜值上 墨雨晴很快就奔上了进度 没有什么压力 这种程度的舞蹈 墨雨晴不需要练习太久 只要跟着走两遍流程 就知道该怎么跳了 只不过 她练舞途中一直在走神 她突然很想看一眼陈露 抛开上课的时候 两人还是头一次 这么久没见过面 当然 这也是墨雨晴第一次想念陈露 可是没有见面的理由 这让墨雨晴猛得有些恍惚 有种梦突然醒了的感觉 从小到大 哪怕再怎么没有理由 陈露也是随叫随到的 想见陈露 从来不需要理由 现在却不一样了 居然还要想 休息时间 墨雨晴垂着眼坐在讲台上 心情复杂 感觉有些不真实 一直以来的美梦 好像真的结束了 哪怕自己当初没觉得 有哪里好 还是有机会的吧 陈露一定舍不得离开 我的 墨雨晴在心中默默安慰着自己 同时思考着 约陈露见一面的理由 入夜 明月高悬 陈露乐呵呵地回到宿舍 心情少有的舒畅 刚一进门就看到江超床上 莫名其妙拉上了帘子 也懒得多问 随后便将视线移到了 正在喝粥的李思年身上 以免拉开帘子 看到高射炮在那防空 大晚上喝粥 你隔着养生呢 陈露嘲讽道 李思年不以为然 老大他女朋友 晚上给他点了粥 所以 陈露没懂他意思 老子没女朋友 老子自己给自己买 江超这个 李思年嘟嘟囔囔地骂了好几句 才勉强出玩气 转头看着陈露露出了笑容 你也喝点 咱俩都是没女朋友 给自己点粥喝的可怜人 陈露拿食指挠了挠脸颊 没敢说有女生每天早上 亲自给自己熬粥喝 说出来真的会死的 他无奈只能走上前喝了两口 下一秒就跑去厕所吐了出来 妈的 你这皮蛋怎么这么恶心 陈露感觉一阵反胃 你有病吧 皮蛋不都是这样的 那可不是 两指柔做的就不这样 陈露竖了竖口说道 他现在更加好奇 自己当时是怎么喝完 两指柔煮的皮蛋瘦肉粥的 虽然他心里好奇 嘴上却不自觉地 扬起了一丝糊涂 看陈露在收拾东西 李四年觉得奇怪 问道 你收拾东西干嘛 明天不是五一吗 回家一趟 陈露继续低头往包里 塞着已经看完的书 这种用不上的东西 与其说是带行李回家 不如说是回去卸货 陈露每次回家 只需要把放宿舍 感觉多余的东西 带回去就行了 根本不用像别人一样 大包小包的收拾个没完 毕竟平常真想回家 打个车没一会儿就到了 背个包回去 是对其他同学的尊重 哇 多新鲜啊 李四年笑道 这不是舍不得你们 这几个好袋吗 结果话刚说完 李四年就莫名其妙 凑到他身边 轻轻戳了戳他 跟你说个好玩的 陈露转过头 示意他继续说 今天莫语勤那边 又汇报说碰到问题 然后我过去看了看 折腾半天 最后发现 是音响的那几条线插反了 这叫什么好玩的 陈露顿了一下 感觉莫名其妙 还没说完呢 你知道他看到我说了什么吗 他说 怎么来的是你 李福尔摩斯四年 看穿一切的样子 我怀疑 他是故意把接口插错的 本来想让你过去 毕竟他还不知道 你已经不帮我 处理这些事了 陈露催了他一口 把包放一边 就躺到了床上 神经病 我宁愿相信老大会学习 也不信莫语勤会回头 李四年见陈露已经闭上眼 走到一边缓缓拉开 江超床上的帘子 看着正义脸认真的 盯着笔记本电脑 时不时还做点笔记的江超 自言自语道 可是老大真的在学习啊 此时莫语勤刚刚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 换上薄薄的雷斯边睡衣之后 抱着修长秀美的双腿 蜷缩在沙发上 心情有些低落 他不想陈露跟别人谈恋爱 却还没做好 准备去倒追他 他长这么大 头一次体会到 什么叫患得患失 也是此刻才终于彻底认清 原来自己是喜欢陈露的 之前他还很好奇 陈露每天哪来那么多时间 是怎么做到 每天对自己有操不完的心的 现在才想明白 原来不是没事做 是太在乎自己了 在乎到每天都在想自己 有没有不开心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在乎到比他本人 还清楚自己的生理期 进了许久之后 他轻点手机 在朋友圈写下一段话 希望我所有的珍惜 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这是莫语勤对陈露的暗示 思莱想去半天 他还是没能下定决心 去主动给陈露发一条消息 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晚安 这条朋友圈 和上一条时隔了两个多月 上条朋友圈 还是他过生日的时候发的 莫语勤点开那张图片 心里更加恍然 那是一束很漂亮的玫瑰花 一朵朵红色的玫瑰 肆意绽放着 好似永远不会凋零 他们当然不会凋零 因为全都是只做的 当时陈露为了生日聚会 准备了将近半个月 然后把他亲手折出来的 这束花送给了自己 整整33朵玫瑰 全部都是用纸折出来的 莫语勤现在还记得 周围那些女生 羡慕至极的目光 没过几分钟 数不清的评论浩浩荡荡的 出现在新的朋友圈下面 学姐了 我陪你去看电影啊 你在暗示我吗 我也不想失去你 虽然你拒绝了我 我还是一直在等你 雨晴 难过就去散散步吧 我马上就到你宿舍楼下 后悔了吗 只要你一句话 我明天就到航程 这些评论看的莫语勤 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赶紧删掉了 这几个忘记删除的人 明明都不记得这些人 他们为什么还记得自己 女生的评论来得要慢一点 但是不至于让人看到血压高 抱抱情抱 花开堪折之虚折 莫待无花空折之 作为知情人的柳妍 则是只发了一个叹气的表情 以此来代表她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莫语勤很是失落地叹了口气 继续反复刷新着消息 这还是她头一次这么关心自己朋友圈下的评论 因为她在等一个人 这些评论再怎么积极热情 也不是她想要的 她想看到陈璐的回复 哪怕点个赞也好 过了很久很久 她仍然没有等到 莫语勤有些忐忑地点进陈璐的朋友圈 陈璐的朋友圈还是空空荡荡的 一条都没有发过 和之前不同的是 朋友圈背景从她的背影换成了一只皮卡丘 叶越来越深 附近楼房的灯一盏一盏暗了下来 直到一片漆黑 高傲的女孩等到睡着 也没等待自己想看到的回复 清冷的月光透过窗户 把茶几上那树纸折的玫瑰花照得冷艳无比 在这束玫瑰后面 熟睡中的女孩正侧窝在沙发上 美地不落凡尘 月光照耀着她俊俏的侧脸 洁白的薄梗 银润似血的大腿 以及脸颊上早已干涸的泪痕 第二十二章 有我在呢 第二十二章 有我在呢 五一当天 清早 昨晚不知什么时候下了长雨 有些凉爽 空气也很清新 陈璐打着哈欠起床 拉开窗帘 通风 然后就去洗漱 李思年和郑浩宇家是外地的 要赶高铁走得比较早 只剩江超还睡得跟死猪一样 老大 你五一是安排 陈璐背起包 本想踹江超一脚 最终还是只推了推他 跟柳妍出去旅游 下午的高铁 去你妈的 这一脚还是踹出去了 陈璐一边走在路上 一边给梁芷柔发着消息 陈璐 早上好 在干嘛 梁芷柔 刚穿好衣服 准备去兼职 女孩回消息很快 陈璐消息刚发出去 立马就得到了答复 每次陈璐无聊 问他在干嘛 他都会认认真真地说出来 陈璐 找到新工作了 梁芷柔 嗯 还是发传单 在国贸商场那边 陈璐笑了笑 继续轻敲屏幕 挺好的 他一边打字一边走着 结果差点一脚踩空 给自己脚崴了 随后若有所思地戴上蓝牙耳机 给梁芷柔打了个电话过去 他很确定梁芷柔正在看手机 但不知为何 过了十几秒电话才打通 然后手机里就传来了柔和的声音 喂 女孩声音听起来闷闷的 似乎刚睡醒没多久 我刚才跟你打字聊天 差点把脚崴了 吓我一跳 还是打电话 跟你聊回天吧 陈璐吐槽到 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 一脚踩空 真的很吓人 梁芷柔的声音变得有些焦急 对对不起啊 没事吧 这话搞得陈璐一头雾水 怎么又对不起伤了 没事 我反应快 陈璐懒洋洋地打着哈欠 心里偷摸庆幸自己差点崴脚 这还是两人头一次打电话呢 电话那头似乎松了一口气 转而问道 你有没有吃早饭 没有 早餐店的饭没你做的好吃 陈璐玩笑道 没有直说 自己是因为懒没去吃 当代大学生一天能按时吃两顿饭就不错了 没人愿意牺牲睡懒觉的时间去吃早餐 不行呀 要按时吃的 要不然 我给你送过去 娇憨娇憨的女孩 提出了一个不怎么聪明的提议 陈璐笑了笑 那你送我家里来吧 记得给我家里人带点 那 那算了 本来已经跑到厨房 准备开始煮皱的梁芷柔 又坐回了床边 这陈璐蔫坏 自己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他还要借着这个欺负自己一下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 这种时刻 在他俩单独相处的时候并不少见 但是并不会有人觉得尴尬 倒不如说 两人都很享受 哪怕只是这样静静感受着对方的存在 我好像还是没有进步 安静了许久之后 梁芷柔先开口 昨天找兼职的时候 店长问我话 我还是连话都不敢说 陈璐仍然倾笑着 语气很温柔 别太急呀 一步一步来就好 自信是需要随着你自我价值的提高 而慢慢提升的 不然 那就不叫自信了 叫普信 也就是说 你只要努力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慢慢来就可以 发觉女孩还在认真倾听 陈璐又继续补充 你进步已经很明显了 换以前的你 肯定不肯穿那身校服 总觉得 这不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 是吗 梁芷柔还是有点怀疑 他义正言辞地继续说道 下次要不要穿古装看看 你真的很适合穿这种衣服 你也不想你的朋友 能不能不欺负我女孩 小声打断了他 与其听起来委屈巴巴的 陈璐露出了满足又邪恶的笑容 不过很快又被认真的表情所取代 总之你放宽心慢慢来就好 有我在呢 好 梁芷柔轻声应道 压抑的心情散去不少 他也说不清为什么 但是听到陈璐这句有我在呢 真的很安心 总觉得打电话这会儿 时间过得很快 半个多小时的车程 一眨眼就到了 陈璐依依不舍地挂断电话之后 扫码付款 利利索索地下了车 果然还是没什么不同 在家这边上大学 就这点不好 放假也没个回家的感觉 别人家父母 看到自己孩子好久没回家 都当快宝 至少刚回家那几天是这样 回到家刚一开门 就听到大人们的谈话声 一个对不上号的亲戚 正扯着嗓门谈天说地 也不知道是七大姑八大姨里的哪一个 陈璐的爸爸陈广玲和妈妈王小霞 就坐在一边 带着微笑安静听着 旁边还有他的妹妹 陈默 陆和默都有道路的意思 陈璐也不知道 自己爸妈 怎么就这么喜欢开车 女孩正处于17岁的年纪 大好年华 出楼得很漂亮 也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 时不时很有礼貌地 轻笑着回应一句 看起来乖巧懂事 陈璐很清楚 这只是表象罢了 如果林彪淼是普通级别的社交恐怖分子 他妹妹就得是开飞机 撞米国大厦的那种级别的 纯纯小恶魔 小霞 我跟你说啊 你这教育方式真的有问题 这孩子就得往沿了管 陈璐把包放在玄关 准备悄悄关上门出去避讳难 被留下听这些人说话 还不如杀了他 王小霞也看出了陈璐的小心思 见来的亲戚 仍然在滔滔不绝 也没硬拉着陈璐在这聊天 就在陈璐以为自己 可以躲过一劫的时候 哥 你回来了 陈璐很是高兴地大喊一声 听到这话来的亲戚 终于发现了正准备溜走的陈璐 指着他问道 这是你家的小子 都长这么大了 小露 叫二姑 陈广林轻声提醒 二姑 陈璐无奈 只能坐到陈璐旁边 拿要杀人的眼神瞪着他 陈璐仍然摆出乖巧懂事的样子 眼睛一眨一眨 他这时候才注意到 坐在这个二姑身边的男生 看起来只比自己小个一两岁 很木讷 和表面功夫做到极致的陈默不同 这男生全程不说话 也不看手机 就在那呆呆地坐着 很难想象已经是的大学生 见对方没有打招呼的意思 陈璐也乐得自在 拿出手机就问梁指柔在干什么 看到自己哥哥带了头 陈默也开始有样学样 刷起了鬼畜视频 陈璐好奇地瞧了瞧 然后直皱眉 道 小妃子 开庭的时候带上你手机 你看现在的孩子 干啥都离不了手机 二姑像是很惋惜似的叹了口气 手机和游戏 糟蹋多少孩子 小霞 你看到没有 电子游戏就是精神鸦片 陈璐愣住了 那是第九艺术好吗 更何况 我都是个大学生了 第二十三章 寄生 第二十三章寄生 王小霞 还是柔和的笑着 到这年纪 也没太闲老 看起来温温柔柔的 这俩孩子 就是没你家小号懂事 王小霞说完又话锋一转 不过 我还是感觉 这东西不能管太死 只要别太玩物丧志 娱乐一下也没关系 哎呀 那可不行 网上专家都说这是洪水猛兽 碰不得 二姑无比严肃地说着 随后很自豪地 拍了拍自己儿子的肩膀 我家这个现在上大学了 也在严格控制看手机的时间 放假回家之后 每天晚上十点 我就收他的手机 陈璐看了看那个男生 突然觉得这哥们有点可怜 结果他呼地察觉到二姑的视线 发现对方在看着自己 二姑摸着自己儿子的头 又看了正在玩手机的陈璐和陈默一眼 道 小莫现在高中是吧 你可得给他管言了 我家这个高中的时候 我就没给他看过一眼手机 不过这孩子也争气 去年上了个一本 陈默有些无语 怎么自己躺着也能中枪的 小莫啊 你要向你表哥看齐 陈广林漫不经心地提了一嘴 没想到 二姑瞬间就更自豪了 伸手指了指陈璐 你这个当哥哥的 也得给自己妹妹做好榜样才对啊 少看点手机 多学习 大学也不能放松的 陈默挽住陈璐胳膊 笑道 我哥哥挺好的呀 榜样当得特别好 二姑不以为然 喝了口水问道 小璐现在在哪上学 陈璐清了清嗓子 我学校啊一般吧 就宇航大学 离家近 茶几周围 顿时就陷入让人有些尴尬的寂静之中 陈默拿眼神和陈璐交流了一下 似乎是在称赞两人之间的配合 宇航大学再怎么说也是个的学校 说出去还是很长脸的 陈璐看着一边的男生 对方表情还是没什么起伏 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是个可怜人 被控制欲过强的父母 当成自己梦想的延续 喝下名为都是为了你好的毒药 活成了提线木偶 至于他的爱好和梦想是什么 没人关心 甚至包括如今的他自己 没一会儿 二姑一家随便找了个理由就离开了 陈广林和王小霞 回到自己房间 也不知道在收拾什么 陈末晃了晃陈璐胳膊 道 哥 你真好 陈璐朝他笑笑 你真恶心 他不上当 按正常流程 陈末马上就要问他借钱了 妈 我哥说我恶心 陈璐 卧室里传来了王小霞的怒吼声 陈末朝陈璐微微笑着 好像刚才告状的不是他一样 哥 我想去看电影 你资助点呗 没钱 你要是不给 我就把你在追雨清姐的事情捅出去 那可是咱墨书的闺女啊 她对我们那么好 你是怎么下的去手的 陈末拿手划着脖子 学着电影 绣春刀 里的丁修 小声嘀咕 你这个秘密 我吃一辈子 需要一致对外的场面过去了 两人就恢复了平常的相处模式 捅呗 反正我都放弃了 陈璐神色有些黯然 这话让陈璐愣了愣 连忙拿手捂住他额头 也没发烧啊 你是认真的 见陈璐点头 陈末也不闹腾了 呆呆地坐在一边看着他 仿佛第一天 认识自己亲哥哥 陈璐这几年 有多喜欢默雨晴 他作为妹妹 可再清楚不过了 正是因为太清楚 现在才感觉惊讶得不行 陈璐苦笑一下 没再多说 这时候 竹窝的门缓缓打开 陈广林和王小霞 提着行李箱走了出来 俩人还戴着墨镜 很是恩爱地搂在一起 你们这是干嘛 陈璐问 去旅游啊 王小霞理所当然道 陈璐语气变得有些焦急 怎么不早点说 我都没收拾东西 他都不知道 家里还有多少 能带出去的衣服 为什么要早点说 又没说带你去 啊 啊什么啊 我们过二人世界 你去凑什么热闹 王小霞亲了陈广林侧脸一口 陈广林正 戴着墨镜看不清眼神 只见他嘴角勾了勾 跟你妹在家老实待着 陈路人晕了 大喊道 你前些天还打电话 催我回来的 当时 你还说我不顾家 结果我刚回来 你们夫妻俩 要去过二人世界了 你不也说了是前些天吗 于是陈路摊坐到沙发上 不再说话 累了 毁灭吧 陈末似乎早就知情 一开始就已经摊好了 孩子只是意外罢了 王小霞收拾起茶几 抬头看着陈路 对了 你这几天也别闲着 去陪你妹找个家教 他现在每天走读日子 过得太滋润了 我看不下去 陈路愣了愣 然后猛的想起了什么 我朋友 最近在找兼职 让我朋友试试 王小霞轻轻拍他一下 陈路 你有病啊 你自己怎么不交 这钱给你赚不好吗 一个小时几百块钱呢 陈路吓到了 让他教陈末 真不如杀了他 虽然陈末成绩不错 脑子也快 但是实在太不着调了 到时候挣的钱 还不够是自己高血压的 你女儿什么样子 你不知道 我宁愿替他出家教的钱 也不交他 不然 我都活不到拿工资那一天 王小霞摸了摸自己儿子的脑阔 笑得很是欣慰 好 一言为定 他请家教的钱 就从你生活费里扣了 让你朋友来试试吧 随着家门被重重关上 客厅里只剩两个没人要的小孩 虽说陈广林和王小霞 一直是这样 两人此时还是有点心情复杂 你怎么惹到老妈的 陈路没好气地问道 陈末一脸无辜地摇了摇头 也就成绩下滑了一点点而已 一点点是多少 也就十几名吧 全校 全班 陈路气笑了 好奇问道 你最近干啥去了 真没干啥 就这次月考发挥失常了而已 我说下次稳定发挥 肯定没问题 可是老妈不信啊 陈末葛忧摊在沙发上 两腿往茶几上一搭 一脸生无可恋 过了几秒 他又一肌灵坐直了身子 双手环抱住自己 等等 你那个同学男的女的 你不会为了你们之间的友谊 而牺牲我的色相吧 首先 没人看得上你 陈路伸出一根手指说道 随后他又伸出了第二根 其次 是女声 最后 老妹 你是真不要脸啊 陈末愣住了 这是他从小到大 第一次从陈路口中 听到墨雨晴之外的女声 到底是何方神圣 又是为何突然放弃追求墨雨晴 到底发生了什么 短短几秒钟的功夫 陈末已经脑补完了一部 充满爱恨情仇的电视剧 你跟雨晴姐到底咋了 陈末试探性的问道 陈路没有接他这个话茬 环步走向自己房间 今天我累了 明天陪你看电影逛商场 然后你老实跟妈说 愿意让我同学教你 反正你又不是真的需要家教 谁教你都一样 夜 一家酒店的海景房内 王小霞看着头顶的吊灯 小声叙叨着 中年夫妻在这个时间段 似乎有聊不完的话题 你猜小鹿晚上跟我聊了什么 好家伙 他居然问我准备给多少钱 虽然我本来就打算 即使是他朋友 也按市面上的价格来 但是他胳膊肘向外拐 我还是好气哦 王小霞说着说着 又打了个哈欠 不过小鹿这么做也没错 咱们也不是因为 来的是大学生 或者是他朋友 就想着少给钱的人 陈广霖默听着自己老婆的吐槽 不置可否 他从陈路口中 蹦出同学俩字的时候 就感觉这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了 又过了一会儿 就在陈广霖马上就要睡着的时候 王小霞突然坐了起来 等等 不会是女同学吧 第24章 可爱的吉祥物 第24章 可爱的吉祥物摆烂一整天 又熬了半宿的夜 第二天中午 陈路才收拾衣服 准备陈末出门逛街 收拾的同时 也没忘给梁芷柔发个消息 陈路 你今天也要去国贸商场那边兼职吗 几点下班 我找你说点事 梁芷柔 啊 你要说什么啊 陈路 我现在知道我动不动就 是跟谁学的了 总之是很重要的事情 必须当面说 梁芷柔 我六点下班 陈路 那到时候 我去接你 梁芷柔 好 只要拿出一整天的时间 陪陈末逛逛 不仅可以让自己妹妹开心 还能给梁芷柔 找个轻松点的兼职 到时候 陈末每天多花点时间学习 爸妈也开心 陈路感觉 这个买卖还是很划算的 反正待在家 也就看看书打打游戏 两人也来到了梁芷柔兼职的国贸商场这边 虽然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怎么也没想到 假期的时候 商场能有这么多人 好在空调开得很足 让人不会那么烦躁 陈末抱着他的手臂 拉着他这边看看那边看看 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 让陈路心里一阵纳闷 女生这种连平带都拧不开的生物 是怎么做到逛那么久 都感觉不到累的 哥 我要喝果茶 我给你买 哥 等一下我要买条新裙子 买 再给我买条项链吧 陈末停在卖项链的柜台前问道 两眼直放光 滚 你再得寸进尺 就给你买套五三 陈末也不能 继续坏笑道 哥 你也不想你好朋友 丢掉这份工作吧 这条珍珠项链怎么样 感觉挺适合你的 陈路指了指柜台里的项链 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错不错 你眼光还可以吗 拿出来试试 陈末拿着装项链的购物袋继续逛 陈路则是已经一脸死相了 他这才发现自己计划的弊端 这是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受伤的世界 陈路半死不活地走着 任由陈末把他拉来拉去 哥 你看那边 陈末眼前一亮 朝远处指着奶茶店那里 那边有一个穿着玩偶服的人 在帮着一起卖奶茶 长得像雪人一样 走路晃晃悠悠的 每当有人来到店里或离开 小雪人都会弯腰 浅浅居上一躬 还挺可爱 不过最洗脑的 还是那你爱我 我爱你的 陈末双手拽住陈路的胳膊 催促道 快过去看看 多大的人了陈路嘴上说着 身体还是主动跟着陈末 一起朝那边走 他俩走近的时候 这只雪人也注意到了他们 看到陈末很是亲密地 挽着陈路手臂 刚想鞠躬的雪人 猛地顿住了 很快兄妹俩就走到小熊身前 你好 我要两杯手包葡萄 陈末语气很是激动 像个没长大的小孩 伸手不停抚摸着小雪人的手臂 可惜没有得到回应 低头看手机的陈路抬起头 发现这只雪人 正一直在看着自己 陈路歪了歪脑袋 感觉有些奇怪 你好 陈末再次打招呼 心里思考着 是不是自己摸对方的手臂 不太礼貌 自己作为女孩子 看到可可爱的东西 实在是忍不住去一下 雪人这才连忙点点头 把陈末的单号递了过来 陈末接过纸条 见对方也不说话 玩笑道 真是只高冷的雪人 陈路猛地想起一件事 梁芷柔是不是说 今天要在这边工作来着 他这半天 把这几层逛遍了 也没看到梁芷柔这好人 妈啊 咱妈啥时候回来 陈路开口问道 声音比平时聊天大了几分 不是说了后天吗 你咋突然问这个 没咋 差点忘了 过了一会儿 拿到果茶之后 两个人便转身离开 再见哦 陈末朝可爱的雪人挥手道别 不管里面的人长相如何 女孩子对一切可爱的东西 天生就有好感 陈路看了一眼雪人 上前轻轻拍了拍对方的头 随后就跟着陈末转身离开了 不管里面是不是梁芷柔 提一嘴又没什么坏处 万一里的万一 梁芷柔真的对自己有点意思 会觉得不开心呢 所以能避免还是要避免的 他不想伤了这个憨憨的心 很快 陈路又从另一边折返了回去 远远地看着这只笨蛋雪人 哥 你一直看这吉祥物干什么 陈末好奇问 显然他现在脑子里 只有等会儿要看的电影 已经把可爱的雪人 忘得一干二净了 陈路仍然站在那 面无表情道 在想事情 陈末懒得管他 在一边找了个椅子 坐下玩手机 等电影开场 这只雪人 仍然勤勤恳恳地站在那里 看起来兢兢业业的 和远处各种餐饮店门口 发传单的人不同 这只雪人非常怕生 每当完成本职工作后 就会连忙躲到一边 只有没人路过的 那么几秒钟 这只看起来憨憨的雪人 才可以在墙边 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看到有人走过 继续憨憨的挪步上前 蠢萌蠢萌的 那里面八成就是梁芷柔了 陈露很清楚 虽然商场里 开着中央空调 钻进这种玩偶府里 肯定还是会闷得汗流加倍 看得他莫名有些心疼 脑海里全都是梁芷柔 那傻乎乎的样子 要不要去帮忙 陈露脑海中再次闪过了这个念头 他脸皮厚不在乎这些 但他总觉得 如果自己真的这样做了 反而会起到反效果 毕竟梁芷柔 有在按照两人之间的约定 好好努力着 陈露轻轻一笑 放下了强行上前帮忙的心思 把这猪一直垂着头的 小和苗扶植 是个长远的大工程 几分钟后 像服装店里的假人模特一样 一动不动的男生不见了 六点 天色只暗下了一点点 外面的热气倒是散去不少 下班之后 梁芷柔一只手提着一杯奶茶 一边用力捏着酸得要死的柏梗 看着微信上200块的转账记录 满心欢喜 这是他今天的劳动成果 柏梗的酸账缓解一些后 他又把发圈摘了下来 让头发自然的劈散着 陈露说他喜欢这样来着 这时 他才猛然发现 自己手机就还剩2%的电 看到前面有租借充电宝的地方 女孩想了想 还是放弃了 要好几块呢 随即他便用最后的电量 给陈露发了个消息 两人商量好等下见面的地方 第25章 讨价还价 第25章 讨价还价 陈露坐在商场一楼的一家咖啡厅里 环境非常好 这点暂时还没什么人 很安静 跟店里在放的音乐一样 整家店的装修也是维多利亚风格 桌椅和餐具都很古典 唯一的美中不足 就是灯光有些昏暗 不一会儿 一个长发女孩 怯生生地走进了这里 坐在角落的陈露朝他招手 示意他直接过来 这还是梁芷柔第一次进这种店 他之前一直觉得 这是非常高大上的地方 东西肯定很贵很贵 现在看来贵是贵了点 但是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惊人 你怎么每次都提前来啊 梁芷柔有些不好意思的 坐到陈露对面 好像除了那天在图书馆门口等陈露 每次都是陈露提前等他 甚至包括 每天给陈露带早饭的时候 每次他都以为自己去得够早了 但还是能看到 陈露坐在熟悉的地方等自己 莫名有种自己很被重视的满足感 习惯了 陈露轻笑道 这确实是他的习惯 只不过 有的人会把他的付出放在心上 有的人不会 看到梁芷柔戴在手腕上的发圈 陈露脸上的笑意更浓了几分 当时自己只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这憨憨居然真的记下了 他又道 其实我来之前一直在陪我妹逛商场 就是可惜没碰到你 梁芷柔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是诗吗 可能刚好错过了吧 我也没看到过你 他嘴上这么说 其实当时一直注视着陈露 直到对方从自己视野里消失 不过完全没想到 陈露会绕到另一边去看他 陈露看着梁芷柔的反应 嘴角微微扬起 这憨憨连撒谎都不会 有点可惜啊 陈露看着眼前紧张兮兮的女孩 彻底确定当时玩偶府里的就是她 这眼神看得梁芷柔可不自在了 连忙拿出自己买好的东西 转移话题 他小心翼翼地把购物袋放到桌子上 细弱文音地说道 我给你买了奶茶 听到这是送自己的 陈露有些惊讶 目光炯炯地看着他 女孩这下没办法了 不转移话题被看得浑身难受 转移话题之后 还是被看到害羞得要死 只能低头别过视线 不敢看他 陈露也不客气 结果之后又愣了愣 好奇问道 你没给自己买吗 我自己路上喝完了 我也不知道 你喜欢喝哪种口味的 就随便挑了一个 你常常喜不喜欢梁芷柔 花了莫大的力气 终于从喉咙里挤出这句话 耳朵变得滚烫 头也低等更深了 非常喜欢 陈露轻轻笑着 看得女孩一阵恍神 面前这个无比帅气的男孩 和他柔和的笑容 是照进自己昏暗人生的 唯一一束光 他最喜欢看他笑了 那就好 梁芷柔终于松了一口气 就连脸上的疲倦都散去许多 这还是他第一次给男生买奶茶 心里紧张得要死 就在陈露想要继续欺负人时 手机铃声响起 陈露很不高兴地 拿起看了一眼 居然是林淼淼打来的 啥事 陈露有些无语地问道 这不是耽误事吗 林淼淼语气很焦急 梁芷柔失联了 电话根本打不通 他电话打不通 你打给我干什么 你对哦 我找你干嘛 电话那头 发出了不怎么聪明的声音 陈露朝一脸好奇的梁芷柔笑笑 打开了免提 不逗你了 我现在就在他旁边呢 他手机没电了 那我就放心了 我就知道 这傻瓜 肯定连充电宝都舍不得租 说着说着 林淼淼似乎又想起什么 突然大喊 狗男女 就该给你们进猪笼 梁芷柔满脸愧疚的一声不吭 心里盘算着 给林淼淼买个什么 沉默了一会 他抬头问道 你要找我说什么事啊 女孩还记得 陈露找他来这里的原因 虽然就算没理由 他也愿意这样待着 但还是怕陈露 真的有什么事情要说 我爸妈最近在给我妹找家教 我问下你有没有想法 陈露没说 自己已经完全铺好路 只等他答应了 对这个固执到有些可爱的 憨憨的一步步骗着来 我不合适的梁芷柔连忙拒绝 他哪里肯去 当初他不是没考虑过去做家教 但因为实在是太怕生 人家只是听了半节课 就换人了 从那以后 他就没再找过这种类型的兼职 没关系啊 叫我妹你怕什么 这不比去陌生人那里好多了 贱女孩头摇的跟波浪鼓一样 陈露拱着腰伸出食指 轻轻按住他的额头 让他停了下来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陈露注视着他问道 梁芷柔眨了眨眼睛 男孩坚定的眼神 让他心安了不守 几秒之后 他终于下定决心 缓缓开口 我我试试 这才对嘛 陈露心满意足的做回原位 喝了口咖啡 我爸妈是这样定的 到时候 你先给他上一节课试试 如果他们多满意 以后就是每个周末那两天上课 晚上两个小时 一小时三百 太太贵了 不 咳咳咳咳 陈露差点给自己呛死 脑子一时间都没转过弯来 你说什么 太贵了 他一脸难以置信 神经病啊 你是收钱打工的 什么叫太贵了 梁芷柔 你是不是傻的 陈露咳嗽完之后 又气又笑的一直乐 梁芷柔被笑的有些不好意思 低头嘟囔道 我就是傻菜才教不好呀 你真傻也考不上这学校 陈露一边说着 一边拿手机 找出这所大学其他学生 当家教的收费给他看 你看 都是咱们学校的 清一色的几百块一小时 经验丰富的 甚至要价更贵 照样有家长疯强 在孩子学习这方面 家长们砸钱就没心疼过 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见女孩还是一直摇头 陈露又继续说 你这么傻 那就二百五一个小时吧 很适合你 不能再低了 陈露觉得奇怪 怎么感觉角色互换了 这个家教老师不提价就算了 还一直在这压价 真是活久见 要不再便宜一点 梁芷柔咬着嘴唇 悄悄抬起头 生怕一抬头 就看到陈露怒气冲冲地盯着自己 好在陈露一脸无语地在看着她 她便继续小声嘀咕 量两百行不行 一个小时 两百她还是觉得高了 按一个月上八次课来算 上十六个小时的 课她就能拿到三千二 这都比她在火锅店兼职的工资还要高了 你免费吧 陈露没好气到 免费也可以 不过那样得挑我不兼职的时候 女孩态度很认真 丝毫没听出 陈露刚才是在讽刺她 反正是陈露的妹妹 只要她不嫌弃自己教得不好 免费就免费呗 她愿意帮陈露 哪怕这样会很累 陈露不说话了 只是目不转睛地默默看着她 梁芷柔看不出她在想些什么 你你别生气啊 女孩语气怯生生的 陈露不说话 她也不敢抬头 只是时不时偷偷瞄一眼 看看陈露是什么表情 过了一小会儿 陈露缓缓起身 面无表情地坐到她旁边 伸出手一直揉她的脑壳 梁芷柔也不反抗 就紧紧闭着眼 陈露稍微有点用力 很快又动作温柔地 慢慢给她整理好 随后深须一口气 无奈地笑了笑 两百就两百吧 第26章 电话事故 第26章电话事故 梁芷柔回忆着 下午见到的那活泼女孩 越想越觉得心里没底 这种性格的人 她是完全应付不来的 要教你亲妹妹吗 几年级 她小声问 嗯 亲妹妹 高二 亲妹妹啊 听到这话 女孩心里莫名有点开心 心情书唱了许多 为什么你不自己教她 你那么厉害 她继续问道 这话听得陈露心里一阵舒爽 没有任何一个男生 能拒绝女孩子 夸自己厉害 无一例外 继续夸 会夸你就多夸点 陈露嘴角都快扬到天上去了 我有那么厉害吗 你本来就很厉害啊 你会的东西那么多 梁芷柔低头嘀咕着 而且你做什么事 都有种游刃有余的感觉 让人很愿意找你帮忙 女孩说完以后 偷偷抿着嘴 长得还很帅 这话她没好意思说 那天晚上对视的时候看呆的 不只是陈露 这样陈露不置可否 坏笑着看向她 想不到你对我印象这么好 梁芷柔轻轻点头 其实在她心里 对陈露的印象比这还要好百倍 就在这时 林淼淼的电话又打来了 你们在哪玩呢 快说来听听 我回家之后 快憋出病来了 这架势一看就是来八卦的 眼都不眼一下 喂 你说什么 喂 我这边信号不好 先挂了呀 陈露按下挂断 把手机放到一边 没一会儿就又响了起来 陈露看都没看 就递给了梁芷柔 林淼淼打的吧 给你 我去上个厕所 注视着陈露离开的背影 女孩下意识按下接听 喂 陈露 你妹说你扔下她自己跑出去 王小霞的声音从那边传来 说到一半时 听见电话 这头的声音 一下子顿住了 嗯 你是哪位 梁芷柔赶紧捂住嘴 看了眼来电人 发现是陈露妈妈的这一刻 整个人都是猛的 感觉自己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 听陈露妈妈 说话比听陈露说话 还要更加紧张一些 她无比害怕的 想要挂断电话 转念又想到 这样会给王小霞留下坏印象 只能强忍下内心的忐忑 把电话贴到耳边 你是 王小霞很是疑惑的问道 她听出了对方 因为紧张而略显急促的呼吸声 所以语气比较柔和 梁芷柔嘴巴一张一合的 半天没憋出一个字 听得到吗 电话那头又继续问道 阿梁芷柔终于从嗓子里挤出了声音 小心翼翼的回应道 听得到 王小霞这才听清女孩的声音 软软糯糯的 这方面她还是比较老练的 听声音和语气 就给梁芷柔性格猜了的大概 肯定是个老实丫头 这陈露不干好事 你是 王小霞也小心翼翼的 生怕给这孩子吓到 陈露不在吗 阿姨 你好 我叫梁芷柔梁芷柔继续深吸一口气 这几秒钟的时候 仿佛万分漫长 是陈露的朋友 她去上厕所了 还没回来 她紧紧抓着衣角 紧张到有点变音 磕磕绊绊的 终于说完这段话 梁芷柔感觉自己心脏仍然在猛跳 险些没缓过气 本来就怕生的她 一想到这是陈露母亲 心里就更加紧张了 生怕自己哪里没做好 让对方不满意 王小霞笑了笑 完全没有了一开始 找陈露问罪的语气 道 你是小露的朋友啊 名字真好听 梁芷柔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想得到 其实王小霞也是紧张的 这还是她第一次 跟陈露认识的女孩聊天 墨语情不能算 从小看着那丫头 长大太熟了 谢谢阿姨 梁芷柔趴在桌子上 声音低进尘埃里 阿姨不打扰你们了 本来我就是想找小露闲聊的 也没啥事 好的 梁芷柔静静静地等待对方 先挂掉电话 听到挂断的声音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感觉自己终于又活了过来 陈露回来 就看到梁芷柔眼眶红红的 委屈巴巴地抬头看她 给她吓了一跳 连忙坐到她身边问道 咋了 女孩指了指手机 刚才这电话 是你妈打来的 瞧你这出息 我还以为多大事 陈露突然顿了一下 啥 我妈 梁芷柔点头 还在回忆着自己 有没有说错话 你们说啥了 陈露终究还是淡定不起来 虽说要请梁芷柔去当家教 本来就得介绍给老爸老妈 但现在 性质就有些不一样了 主动介绍和被查岗发现 根本就不是一码事 听梁芷柔一句一句的复述完 陈露稍稍放下了心 你发传单这个兼职是日节吧 她转问道 嗯 女孩声音还是有些发颤 明显没缓过进来 这种事对她来说 还是过于刺激了 那你就休息两天吧 刚好被备客 好 陈露脱腮看着眼前这个脸红的 跟小西红柿一样的女孩 继续嘱咐 总感觉你会不听话 梁芷柔 你可得分清轻重缓急啊 到时候 只要你交得好 一个小时就能挣出来你一天的工资 她表情很郑重 到时候就不用发传单了 这实在太累 等你家教当得越来越熟 我就可以再给你联系别的 到时候 火锅店的兼职也别做了 省得我不在场的时候 又有人欺负你 梁芷柔再憨也听出了 陈露语气里的认真和心疼 尤其是最后这句 一下子就击穿了她的心 眼前的水雾止不住的弥漫开来 直到视线彻底变得模糊 她第一次知晓 原来有人把自己的事情记挂在心上 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 幸福到泪珠一颗颗的滚落下来 慢慢连成线 在空中变成脆弱又珍贵的宝石 落到地上又化作一朵朵水花 梁芷柔长这么大 从来就没少遇到过欺负她的人 甚至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但是会担心她被欺负 想要呵护她的那个人 直到现在才出现 第27章梁老师 第27章梁老师一晃眼 就到了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 也是梁芷柔要来上第一节课的日子 沉默六点要回学校报到 所以商量着把这节课的时间提到了下午 梁芷柔老师听了陈璐的话 没有去发传单 所以没有犹豫就印了下来 下午 陈璐一家人坐在沙发上 准备看看陈璐这个同学是何方神圣 不过至于要来的是谁 王小霞隐约已经猜到了 只是还不敢确定 陈广林和王小霞 闲聊着街坊邻居的事情 陈默则是完全没个 马上要面对老师的紧张样子 满眼都是期盼 显然比起上课 她更关心要来的这个女生是谁 我先给你们打个预防针啊 她非常非常内向 不爱说话 你们等会尽量少问点问题 陈璐平常说话很少这么郑重 夫妻俩了解儿子的性格 一起点点头 你也不知道 去接一下人家 王小霞称了一句 哪有他这样当朋友的 我早提过了 人家不答应 陈璐啃了口西瓜 跟属牛的似的 固执得很 不然你儿子也不需要费这么大劲 才把他骗来当家教了 他在心里蓄道着 只能拿西瓜撒起 这件事 只有自己的小金库吃亏 哄陈默答应这件事 花了不少钱 到时候给梁芷柔的工资 也要从他账上扣 嗯 不过比起来 好像还是花钱给陈默买项链 更心疼 过了一会儿 是接我电话 那个丫头吧 王小霞到底还是忍不住了 开口问道 是 当时就是找他说这事去了 陈璐坦白的也干脆 到现在也没什么好瞒的 他反而好奇 自己老妈 怎么忍到现在才问 王小霞了然的点了点头 突然道 我还以为你的语情有意思呢 从小就跟人家屁股后边 陈璐怒目远睁的 看着坐在一边的陈默 吓得他连忙摇头 这事还真不是他捅出去的 看到自己妹妹这副表情 他也确定对方没有告密了 好家伙 到头来全家都知道自己 当初喜欢默语琴 自己还以为隐瞒得很好 大意了 陈默越想越奇怪 寻思着 要不要给默语琴发个消息 问问俩人到底啥情况 他小时候 真以为对方未来 是要当自己嫂子的 毕竟默语琴不禁长得非常好看 看得他一个女生都流口水不说 花钱给他买东西 也是一点不心疼 从小给他买好几百块的东西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让陈默很有好感 感觉 这如果成了自己嫂子 他会很幸福 结果现在家都要被偷了 那边也没个动静 思来想去 还是先悄悄给自己哥哥 发了个消息 八卦的心一刻也等不了 俩人当着父母面 拿手机进行加密通话 陈默 你跟语琴姐之间 到底发生了啥事 好端端 为啥不追了 陈璐 很简单啊 他不喜欢我 我表白他都拒绝了我还追什么 陈默了一愣 随后缓缓把手机收了起来 静静看着面无表情的哥哥 他还真没想过这茬 一直以为这是傲娇的墨语琴 在跟自己哥哥拉扯呢 毕竟自己哥哥这些年的付出 他都看在眼里 他一直没早恋 就是因为没见过 比自己哥哥痴情的男孩子 那些随随便便的 都入不了他的眼 结果墨语琴居然不喜欢 这不开玩笑吗 咚咚 很轻很轻的敲门声响起 陈璐刚想起身 陈默就一溜烟跑到了门口 给还没做好心理准备的梁芷柔 吓了一跳 你好 陈默挥手打着招呼 挽着梁芷柔胳膊 把他拉了进来 梁芷柔散着长发 看来特意穿了一身干净衣服 未施粉呆的样子格外动人 自己妹妹这操作 看得陈璐一阵无语 自己准备的流程完全没用上 只能介绍到 爸 妈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朋友 梁芷柔 说完 他转头看着这个紧张到 深深低着头的女孩 等待他开口 陈璐氏先是有跟他对一遍 该说些什么的 以免这憨憨意紧张 什么话都不会说 比如先问声好 然后介绍自己 再说明一下自己高考的优异成绩 最后说明自己 只打算收费200块一小时 直接王炸 所以 就算他被陈默搞得没法案计划行事 只要梁芷柔好好发挥 也没什么问题 快进来坐 王小霞见女孩怯生生的不敢说话 便亲自轻轻握着她的手 把她拉到沙发上坐下 这孩子名字好听 长得也好看 王小霞朝陈广临到 听到这话 梁芷柔更紧张了 两只手老老实实放在腿上 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又呼得和陈璐对视了一眼 看着对方柔和的笑容 他又用好大的力气 把头抬起 像被浇了水后 挺着身子的小草似的 陈璐看到他的反应 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一点 随后他又猛地想起什么 一个竟拿眼神暗示梁芷柔 快按流程来 女孩点点头 心领神会 道 阿姨好 叔叔好 我叫梁芷柔 他似乎一紧张就完全忘记了 陈璐刚才已经介绍过他名字 憨憨地念起了背好的台词 陈璐愣住了 旁边刚喝完水的沉默 差点给自己枪死 王小霞听得一愣 随后笑着摸了摸梁芷柔的头 眼神里满是宠溺 我知道 没有人会讨厌乖巧懂事的女孩子 王小霞也不例外 打完那通电话 他就大概知道梁芷柔是怎样的女孩了 现在见到真人 心里更加确定 这娇憨娇憨的闺女 单纯到没有一丝杂志 在王小霞小时候那个年代 也许有一些这样的女孩 但放到现在这个时代 这种女孩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最关键的 他摸得出来 梁芷柔的手不像沉默那般细皮嫩肉的 一看就没少干活 哪怕是第一次见面 他就已经有点心疼这丫头了 芷柔 可不可 来 吃西瓜 你不爱吃的话 还有别的 晚上要不要留在这里吃饭 你想吃什么 我让小露下去给你买 阿姨做饭还挺好吃的 王小霞很是热情 陈墨和陈广林瞧着 也觉得有趣 只有陈露在一旁看得一愣一愣 梁芷柔好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 打入了敌人内部 不过这场面是不是有点诡异 搞得跟见家长似的 很快 梁芷柔就糟不住了 可怜兮兮的看向陈露 这憨憨还学会求助了 陈露连忙转移话题道 妈 人家是来当家教的 你在这拉着聊天也算时间啊 得给钱 不不用算的 梁芷柔连忙摆手拒绝 就你话多 陈广林 你看看你儿子 王小霞轻声骂了一句 心里对梁芷柔的评价又提升不少 你儿子 陈广林推托 你儿子 见陈露跟烫手山芋似的被推来推去 陈墨在一旁一直傻乐 虽说平常自己也会有这待遇 但起码现在还没轮到自己 该乐还是得乐 梁芷柔倾听着这欢声笑语 心里泛起些许酸楚 自从父亲去世之后 他已经太久 太久没体会过了 陈露立即就察觉到他内心的想法 拿牙签插起一块西瓜递给他 替他转移注意力 梁芷柔吸了吸鼻子 伸手接过 他又道 妈 你再唠叨下去 陈墨就该去学校了 王小霞指了指陈墨 小墨 带芷柔去你房间吧 好 看着自己妹妹房间紧闭的房门 陈露懒洋洋地躺到了沙发上 最难的一关已经过去了 陈墨平常不着调归不着调 是不可能难为梁芷柔的 梁芷柔这份家教工作 已经手拿把钻了 这孩子是不是家境不太好 王小霞小声问道 有点心疼 这年纪手上就有茧子的女孩 真的太少了 至少在行程 太少了 嗯 陈露也没隐瞒 随后便慢慢说明了 梁芷柔家里的情况 听到梁芷柔每天四处兼职 午饭还只敢点最便宜的菜 王小霞不自觉地红了眼眶 也正是在这种家长的教育下 陈露那天晚上才会挺身而出 客厅里静了一会儿 陈广林仍然没发表任何看法 王小霞擦了擦眼泪 道 陈露 陈露转过头 好奇老妈这一脸郑重的样子 到底要说什么 你要是敢欺负她 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 整个课程期间 几人都在客厅坐着聊天 没有人去打扰他们 两个小时过去的很快 房间门被准时打开 陈露抬眼望去 就看到陈墨正臭不要脸的 挽着梁芷柔胳膊 姐姐 你英语怎么这么好 我要是早点遇到你 我英语早就学好了 她说得很大声 在客厅听得清清楚楚 看到陈广林和王小霞满意的笑容 陈露也暗自笑笑 虽然不知道梁芷柔到底教得如何 就光看陈墨这个表现 项链没白买 见梁芷柔一再推脱 王小霞也没继续留她吃饭 招手喊陈露把她送回家 我本来就打算送 陈露起身 缓步走向玄关 开你罢车 知道了 陈露拿起车钥匙 看见陈墨还贴在梁芷柔身上 不由问道 怎么回事 你俩关系什么时候变这么好了 陈墨白了她一眼 关你什么事 说完 她又依依不舍地抱了抱梁芷柔 姐姐 你要是被我哥威胁了 就眨眨眼 我一定会救你的 第28张 这是我丈母娘 第28张 这是我丈母娘 啊 没有她对我很好的 梁芷柔认真道 看到梁芷柔有些娇羞的模样 陈墨此刻多希望自己是个男孩子 陈露没好气地点了一下陈墨的额头 带着梁芷柔走到门外 门缓缓关上 两人静静地等电梯 梁芷柔抱着自己的帆布包 神情有些复杂 怎么了 陈露对女孩的心情变化 还是很敏感的 开口问道 我 我昨天想了好久 也没想明白该送什么 第一次来也没带东西 陈露忍俊不禁 无所谓啊 反正你是来当家教的 你要带东西的话 不就真的变成媳妇上门了 她俯身凑到女孩面前 和女孩对视着 我知道了 原来 你这么想嫁到我家啊 梁芷柔连忙别过脸 呼吸变得有些急促 不是这意思 我妹妹不老实吧 她又问 没有 还挺认真的 梁芷柔背起包小声道 就是拉着我 聊了好一会儿的天才肯学习 聊了什么 她不让我告诉你 陈露不乐意了 板着脸看向她 我们还是不是最好的朋友了 女孩微微点头 所以 你说不说 她仍然神情严肃地问着 你别生气 我说梁芷柔语气 变得很焦急 连忙全都招了 她问我们 她话还没说出口 陈露就把食指 放到了她水润的唇前 好了 知道你肯告诉我 我就很开心了 至于你们说了什么 那是你俩之间的秘密 陈露轻笑道 语气很柔和 你没必要说 自己不愿意说的事情 梁芷柔眨眨眼 有些疑惑 可是我什么都愿意告诉你啊 来到车位 陈露缓缓把汽车启动 女孩乖乖巧巧地坐到副驾驶 当然 这是陈露强硬要求的 像照顾小孩似的 陈露拉过一旁的安全带 绕过她胸前 帮她扣在座位上 梁芷柔一动不动 生怕不经意间 整处不能过审的肢体接触 只是时不时偷偷描男孩一眼 莫名有种奇怪的感觉 怎么看你这么紧张啊 看不起我车界 陈露一边倒车 一边笑着 看向身旁的梁芷柔 然后就正在了那里 尽可能让她看起来不那么明显 陈露清了清嗓子 说下位置 我导航 去我家附近的超市吧 我买点菜 行 办了多小时后 车停在一家超市前 看着再解安全带的梁芷柔 陈露心情有点复杂 开车都要这么久 也不知道这憨憨来的时候 倒了多久的公交 失策了 就该骗她答应自己去接的 两人一起走进超市 梁芷柔提着购物栏 这边看看那边看看 陈露就默默跟在她旁边 这让她觉得有些兴起 有种过日子的感觉 你要买啥 陈露问 女孩思索了一下 先买点苦瓜吧 我不喜欢吃苦瓜 她臭不要脸的 继续角色扮演 憨憨的女孩没发觉自己 被占了便宜 眼睛一眨一眨的看向她 问道 你想吃什么 陈露笑了笑 我逗你玩呢 我又不去你家吃饭 梁芷柔这才反应过来 别过脸继续买菜 这陈露就知道欺负她 所以说她还挺喜欢的 梁芷柔随便买了些菜 又挑了条鱼 算是改善伙食 她每挑一种菜 陈露都会问她 打算怎么做 女孩丝毫不觉得烦 每次都很是耐心的回答 两人一问一答的逛了半天 不过 男生对超市和商场 到底是不会有什么兴趣 陈露的兴致 很快就转移到了别处 比如超市门口的摇摇车 这对小学生来说 可能有点幼稚 但是对大学生来说 刚刚好 她站在一边看着 坐在上面的小孩子 等梁芷柔买完菜出来 很快 女孩就来到了她面前 她一句话没也没说 就接过对方手里的塑料袋 走吧 我送你到门口 刚走没两步 陈露就感觉自己的肩膀 被轻轻推了推 她有些好奇地回过头 发现女孩正拿着一瓶百事可乐 伸手要递给她 陈露一愣 没想到梁芷柔连这都记得 记得她喜欢喝可乐就算了 连喜欢什么牌子都记得 谢谢 我给你拿的常温的 你凑合一下把梁芷柔低着头 语气依旧怯生生的 你胃不好 少喝点凉的 可以吗 听你的 两人聊着天 走进一条阴暗的小巷里 周围的钢铁丛林 遮挡了大部分阳光 又穿行了一会儿 才来到一栋很老旧的楼房前 两指楼租的房子就在一楼 和陈露家一层楼 只有两户人家不同 这一排少说的有五六扇门 正当陈露好奇地打量四周时 突然听到有人在大声嚷嚷 你不是还有个闺女吗 喊她回来 让她收拾东西 收拾完 你们赶紧走 租期不是还有搭半年吗 你也看到了 我腿脚实在不方便 真的不好 搬呀 您就通融一下吧 我已经够通融了 剩下的钱 我全额退给你 我也给你们几天时间 让你们搬出去了 你还不满意 这是我的房子 我让你们滚 你们就得滚 一个戴着墨镜 一头卷发 身材发福的中年妇女 正对着坐在轮椅上的女人 大吼大叫 和这夫妻样子相反 轮椅上的女人 显得比较苍老 满脸憔悴 神情里充满了无措 她就连站起来反驳 都做不到 妈 梁芷柔走上前 握住自己母亲 萧寻芳的手 声音有些发颤 萧寻芳感受到熟悉的触感 也缓过了神 这才发现自己女儿 看到同样 站在自己身旁的陌生男孩 又愣了一下 不过还是开口答道 房东让我们赶紧搬走 中年妇女看来的是 两个年轻人 势头丝毫不减 你把自己说的 那么可怜干什么 这本来就是我房子 干嘛 你住一阵子 就当你的了 但是还没到租妻啊 我们都没做好准备 也没提前找房子 萧寻芳很是无奈 陈璐默默听他们说了几句 皱眉问道 有合同吗 听到这话 房东一愣 萧寻芳和梁芷柔愣了一下 显然他们在山村待的比较久 对这东西的接触并不多 也不清楚这个的法律效力 都是下意识地 签上自己名字 在萧寻芳眼里 签这东西 和当初签自己丈夫的 病危通知书一样 就是走个过程 合同 梁芷柔此时才看看想起什么 租房子的时候 有没有签合同 陈璐一边说着 一边默默 把轮椅推到自己身边的阴凉处 有的 陈璐点点头 拿过来 这有你什么事 中年妇女语气很重 她很确定自己之前 从未见过陈璐这好人 陈璐一脸淡然地看着她 这是我丈母娘 你说 有我什么事 听到这中年妇女 一时间也不知道接什么话 见陈璐正提着一袋菜 更信了几分 快梁芷柔就从屋子里跑了出来 陈璐接过合同 仔细扫试了一下 租妻赫然还有大半年 看这个合同的母板 肯定是走到中介 现在也没看到中介的影子 估计是这人私下碰到 急着租房子出价更高的了 又觉得这母女俩好欺负 所以才搞出这茬 挑着软柿子捏 够恶心的 陈璐不敢想憨憨的梁芷柔 不认识自己的话 碰到这种事要怎么办 搬出去可以 她看着合同 面无表情的 这话让梁芷柔和萧寻芳 都有些震惊 这时她又缓缓开口 违约金付一下 这上面写了 按合同价款的30% 中年妇女 念慕更加争名 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 陈璐一点不处 淡然笑道 阿姨 我就是学这个的 你可以欺负他们不懂 但是在我面前这么玩 不好使 陈璐说着 又把合同递给身旁的梁芷柔 能整出这种事来 说明你也完全不懂 或者你就是单纯觉得 他们好欺负 还是建议你好好考虑一下 如果你真的要搞那么难看 我们也奉陪 但是真的不建议您这样 我老师在国内法学界很有名的 到时候 你请来的律师搞不好 还是我同门学长 见对方愣在那里 陈璐又一改 刚才凌厉的语气 变得柔和许多 您缺钱想租给出价更高的 我们也理解 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难处 大家都不容易 互相体谅一下不好吗 到时候真法院见的话 您钱也不少花 也不一定占领 何必呢对吧 等到期 你们就给我搬出去 我租给 谁也不给你们住了 妇人留下最后一句狠话 就连忙转身离开 完全没有了刚才的势头 她本来就是确定 萧寻芳母女俩 不懂这个才来赶人的 难以想过会碰到 比她还懂行的 还是人家女婿 喧闹声戛然而止 周围恢复了寂静 只剩偶尔几声鸟鸣 梁指柔回忆着 陈璐刚才的话 总觉得有点耳熟 那天晚上 陈璐帮自己解围的时候 好像也是这样软硬结实 真厉害 难怪自己动不动 就被她绕进去 还被骗着穿那种衣服 等等她刚才 是不是喊丈母娘来着 女孩的脸 一下子就红到了耳后跟 跟小西红柿似的 低着头 不好意思说话 但还是硬生生起出来一句 谢谢 阿姨没事吧 以后碰到这种人 咱千万别让着她 陈璐看着萧寻芳笑着说道 没事没事 真的多谢你了 萧寻芳看着面前 这个男孩 心里很是感激 她一个站都站不起来的中年妇女 带着自己女儿 在陌生的大城市 碰到刚才这种情况 要说不无助是不可能的 应该的 梁芷柔平常也没少帮我忙 你是叫陈璐吗 萧寻芳试探道 陈璐有些惊讶 阿姨您认识我 萧寻芳笑了笑 眼角满是皱纹 经常听我闺女提起你呢 果然是个好孩子 好啥呀 我妈天天想给我扫地出门 陈璐把手里的购物袋 递给身旁的女孩 认真道 走了呀 再有啥事给我打电话 我立刻过来 梁芷柔抬头看她 挽留的话语到嘴边又呼的卡住 只能看着她的背影 有些焦急地伸出一只手 留下吃个饭吧 萧寻芳开口说道 尝尝我家芷柔的手艺 陈璐转过头 刚好看到梁芷柔伸出来的手 先是有些恍然 随后微微一笑 道 好 第29章 愿意 第29章愿意见陈璐婴下 母女俩都挺开心 同时也有些紧张 毕竟陈璐还是梁芷柔 第一个往家里带的男生 家里又那么简陋 有些自卑是刻在骨子里的 梁芷柔打开门 陈璐便主动推着轮椅 走进房间 一楼的房子 光线不是很好 室内有些昏暗 空间非常狭窄 一进门就能隔着 小小的客厅看到厨房 在旁边 就是唯一的一间卧室 卧室对面 那扇小门里 看来就是卫生间和浴室了 虽然如此 四处都被梁芷柔 打扫得很干净 很整洁 萧寻芳连忙招呼着 莫名有些手足无措 陈璐快坐 家里没空调 真是让你受委屈了 待在这很不适应吧 在他眼里 大城市的孩子 都是含着金钥匙出声的 陈璐一点也不矫情 扯了个凳子 就坐到了萧寻芳旁边 一点没有嫌弃的样子 阿姨 这话让你说的 他又起身上前 帮梁芷柔一起搬着风扇 我还跟我爹回老家收过玉米呢 皮糙若厚 有什么好委屈的 完事之后 陈璐坐那里陪萧寻芳聊天 梁芷柔敲咪咪看了陈璐一眼 随后便扎起头发 躲进厨房忙活 他脸现在还是烫的 到现在都没缓过来 什么丈母娘啊 乱说话 想起陈璐刚才挺身而出的帅气样子 他又心里一暖 洗菜都洗得更加仔细 你和芷柔是一个般的吗 萧寻芳好奇问 严格来说 我是他学长吗 我大三了 陈璐认真回答道 你多大了 21 萧寻芳了然 心里暗自盘算着 比芷柔大两岁 说着说着他觉得口渴 想推两下轮椅 去拿桌上的水杯 结果还没等他动手 继续聊天 一点也不奉承 不坐坐 他觉得暖心 又苦笑了一下 目光投向厨房 平常芷柔真是 辛苦你照顾了 这丫头有时候又憨又倔 萧寻芳深叹一口气 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 和陈璐一起 看着梁芷柔小时候的样子 泛黄的照片里 小女孩笑得很开朗 满心欢喜 又充满好奇的 准备面对这个世界 其实这孩子小时候很活泼 后来他跌走了 我也贪了 他一下子就变了个人 陈璐沉默一会儿 缓缓开口 他会走出来的 萧寻芳转头 只看到陈璐坚定的眼神 突然陈璐又注意到 抽屉里的一串手链 好奇的拿出来瞧了瞧 跟他家抽屉里 躺着的那一串 非常相似 这是他小时候自己做的呢 萧寻芳自豪道 是吗 手真巧 原来当时很流行这个 梁芷柔居然也有 陈璐想了想 感觉也不奇怪 小时候流行的东西 隔一段时间换一个 他有错过的 也很正常 那时候动画片播陀螺 学校里就全是聚在一起玩陀螺的人 播幽幽球 下课就全是玩幽幽球的学生 经常请个假再回去 就发现同学们开始玩新的东西了 他笑着反驳了 自己刚才一闪而过的想法 世界哪有那么小 他抬头看向厨房 感觉自己啥都不干不太好 开口道 阿姨您先写着 我去帮忙 萧寻芳连忙拒绝 你是客人 哪能让你去 我又不是只来这一次 来多了 不就不是客人了 陈璐把凳子放回原处 阿姨你不让我帮忙 可就是不欢迎我以后再过来了 听到这话萧寻芳 也没好意思再推托 只能笑着 看陈璐走向厨房 陈璐刚一进来 就感觉跟进了蒸笼似的 小厨房很挤很挤 闷得他激进喘不过气 女孩梳起马尾 带着围裙 证人认真真的切着菜 丝毫没察觉到 有人靠近 众所周知 记者围裙女生 都有种特殊的韵味 精致的侧脸 看得陈璐有些恍惚 就像今天坐在副驾驶 然后一起买菜一样 有种在一起过日子的感觉 莫名让人想娶回家 在做什么 陈璐走到他身后问道 呀 女孩吓了一跳 身体往后一撤 刚好躺进陈璐怀里 他也一愣 感觉怀里女孩软乎乎的 抱起来肯定很舒服 虽然身上有点汗津津 甚至几缕发丝 都沾到了脸颊上 但还是有种很好闻的体香 看起来甚至有点色气 可惜好景不长 梁指柔缓过神之后 就连忙占直了身子 红着脸整理起刘海 你又占我便宜 下次得还给我 陈璐笑着说 没想到女孩忽然转过头 直勾勾看着她 两眼雾蒙蒙的 委屈道 你说话不算话 听得陈璐一阵好奇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 之前我只靠着你睡了一小会儿 然后说好还给你的 你就你就依着 我睡了一下午 你很不愿意吗 这是梁马事 那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啊 梁指柔回过头 继续切起包菜 许久之后 终于挤出一句话 如果不是陈璐认真听真的 就错过了 愿意 女孩这样说 陈璐感觉自己心跳的飞快 这憨憨 怎么动不动就打暴击的 出一身暴击装备是吧 她只能帮忙洗菜 转移注意力 这次真的谢谢你 过了一会儿 梁指柔又开口说道 嗨 这算什么 陈璐不以为然 自顾自找出盘子 把洗完的菜放好 没成想 女孩言语里突然带起了哭腔 不光这次 上次也谢谢你 陈璐健壮叹了口气 认真道 我建议你少谢我 梁指柔抬头看向她 水灵又好看的眼眸里 满是疑惑 为什么 因为无论多少次 我都会站出来帮你 说完 她又露出柔和的笑容 你要每次都谢的话 会累死的 女孩悄悄卸了吸鼻子 眼前模糊的 根本切不了菜 你之前 说你不爱吃鱼 我就没做 你有想吃的菜吗 我都做给你吃 你不是把包菜洗了吗 我就想吃手撕包菜 还有呢 嗯 可乐鸡翅 梁指柔拿围裙擦了擦手 我去给你买鸡翅 陈璐连忙上前拉住她 我说着玩的 只要是你做的 我都爱吃 女孩抬头悄悄看着她的眼睛 真的 陈璐点头 她这才老老实实回到砧板前 好奇问道 为什么你每次都能把别人说跑 因为人很贱啊 觉得你好欺负 就会一直欺负你 但如果你先表现得像个硬茶 再稍微给对面个台阶下 只要对方没打算闹到底 很容易就会借坡下驴了 说完陈璐 又想起小时候的事情 上小学的时候我各在 有几个不学好的 经常找我查 后来他们来一次 我就跟他们打一次 打不过也打 随便带出其中一个人狠揍 久而久之 他们就找不还手的欺负去了 梁指柔听得很认真 打算学习一下 结果发现 陈璐说一半没声了 他正好奇 就发现 陈璐已经凑到他耳边 轻声道 你不需要思考这些 有我在呢 第三十章 还没准备好长大 第三十章 还没准备好长大 感受着清凉的微风 梁指柔浑身闷热的感觉 散去不少 他不禁怀疑 自己到底是不是做梦 真的不相信 一点都不想 这时 陈璐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让他很是紧张 不会是要催他回去吧 我妈 陈璐说了一句 随后就接听电话 妈 咋了 你咋送个人 把自己送丢了 王小霞美好气道 由于挨得很近 电话里的声音 梁指柔也听得到 不自觉地握紧了锅产 忘记跟组织汇报了 我晚上在他家吃饭 万万组织批准 准了 刚想跟你说 我和你爸出去吃火锅去了 让你自己找个地方解决呢 听到这话 陈璐心里跟堵了块石头似的 女孩则是继续炒起了菜 陈璐看着她的背影 回味着刚才抱着的感觉 没多久 几盘菜就端上了桌 在陈璐的强烈要求下 梁指柔还是把鱼包成了汤 一碗鱼汤 一盘手撕包菜 还有红烧茄子 红烧茄子是陈璐做的 这顿晚饭 对梁指柔来说 已经算是非常丰盛了 三个人围在小小的餐桌上 一起吃饭 梁指柔心里越来越紧张了 他之前从来没想过 会和别的男生 一起陪妈妈吃饭这种事 他低着头不敢说话 生怕萧寻芳问他些什么 刚才在厨房背着老妈 不经意间搞出来的亲密接触 让他现在脸颊还犯着红韵 娇滴滴的 看着陈璐直晃神 来 阿姨 尝尝我做的 陈璐没有动手给对方加菜 而是把自己做的菜 再推到萧寻芳面前 热情 但也很有分寸 你这孩子萧寻芳嘴上念叨着 还是露出很欣喜的笑容 加一口尝了尝 随即连连点头 你还会做饭啊 梁指柔也偷偷加了一口 然后很快又偷偷加一口 陈璐憋着笑没说什么 突然觉得 当初为了哄莫语情开心 就跑去学着做菜 爱吃的菜的自己有些可笑 这不是有人无论自己做什么 做成什么样子 都喜欢吃吗 抛开煮的粥不算的话 这也是陈璐第一次 品尝梁指柔的手艺 真的很好吃 而且似乎特意 按自己口味改良了一下 显然这憨憨 把平常闲聊时 自己说的口味和爱好都记住了 你多吃点 陈璐对梁指柔道 女孩点点头 察觉到陈璐 猪王米饭上 浇了两勺鱼汤 问道 你很不喜欢吃鱼吗 不喜欢 为什么 有刺 那你喜欢吃没刺的鱼 也不喜欢 梁指柔迷糊了 忍不住又问道 为什么 没刺的鱼不好吃 梁指柔从来没这么无语过 萧寻方眼角带笑的 看着俩人 你一言我一语的聊天 心里暗自感叹 这才是自己女儿 这个年纪该有的生活 梁指柔被压抑太久太久了 这年纪的女孩 本就应该情斗初开 和男孩打打闹闹的 而且 她对陈璐这孩子 真的越看越喜欢 尤其是当时刚见面 陈璐和那个中年妇女 对峙的时候 还不忘 把自己往阴凉处推了推 她清楚 那不可能是作秀 只会是出于本能的温柔 陈璐感觉自己 吃得已经很快了 但自己碗里 还是一直有菜 一抬头 刚好看到 正给自己夹菜的梁指柔 女孩 察觉到她的目光 先是愣了愣 然后继续像没事人一样 往她碗里夹 你自己吃啊 陈璐无奈 这憨憨着半天 光顾着看自己吃得怎么样 她那晚饭 已经很久没动过了 这时候的梁指柔 降得跟头小牛似的 又是给她夹菜 又是给她盛汤 陈璐每次想要拒绝 都会看到女孩 眨巴眨巴的眼睛 和身在半空的手 心一下子就软下来 不对劲 这憨憨 是不是开始找自己弱点了 又过了一会儿 陈璐实在吃不下 连忙制止梁指柔 喂猪一样的行为 在食堂里 可以随便欺负她 但是在她老妈面前 这里是她的主场 你不喜欢吃我做的菜吗 梁指柔问 喜欢啊 我巴不得天天吃 陈璐不经意间 就脱口而出 你将来可以让她 天天做给你吃 萧寻芳玩笑道 梁指柔急坏了 妈 小鹿要马上 就要准备实习了吧 还是说准备考研 萧寻芳突然想起这件事 不禁问道 陈璐思考了一下 还没想好 有点迷茫 她看了看梁指柔 又苦笑道 之前虚度了太多时间 根本没考虑过 自己未来的事情 萧寻芳虽然面庞很憔悴 但笑起来非常柔和 没关系 你还年轻吗 陈璐嘴角微微扬起 不置可否 身边的同学们 考研的考研 准备找工作的找工作 创业的创业 她不能再等了 说年轻确实年轻 但如果说 还想继续无忧无虑地 玩下去的话 也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 想到这些 她心里莫名 生起一丝愁绪 生活的浪潮 已经向她席卷而来 她却似乎还没有准备好 吃完饭刷完碗 又聊了会天之后 已经将近晚上九点钟 陈璐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默记了这么久 连忙在自己老妈电话 打来之前 起身告辞 梁指柔跟出来送了送 碾都碾不走 傍晚时 还漆黑的巷子 不平整的道路上 给二人的影子照得很长 两人并肩行 走得很慢 一时无话 你不开心吗 梁指柔抿了名嘴 下定决心后 开口问道 同时回忆着自己 有没有哪里 惹得陈璐生气 陈璐故作惊讶地 看着身边的女孩 这你都看出来了 要不要吃糖 女孩继续问道 要 陈璐把水果糖拆开 包装放进嘴里 感受着那股甘甜 她把水果糖压在舌头下面 学着小孩子的口吻 道 我没有不开心 只是还没准备好长大 梁指柔这次听懂了 不用担心的 你那么厉害 而且 而且什么 陈璐转过头看着她 而且 我会陪着你的 又是一阵无话 梁指柔觉得有点奇怪 陈璐比自己高 为什么自己从来都不需要追赶她 于是 她缓缓放慢了脚步 陈璐仍然和她并肩走着 再放慢一点点 陈璐还是没有走到前面 仍然在比她靠后一点点的地方 你为什么一直走得比我慢一点 梁指柔很喜欢问陈璐乱七八糟的问题 因为她好像什么都知道 也愿意告诉自己 甚至听陈璐虎脚蛮缠着骗她 她都觉得好玩 这样你整个人都在我的视野里 有什么突发情况 比较好解决 陈璐柔声说着 站在了原地 就送到这把 快回去 直到男孩在路灯下的背影 彻底消失不见 梁指柔才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开 第31章 歪打正着 第31章 歪打正着 隔天一大早 陈璐就回到学校 继续去话剧社跟梁指柔碰面 享受专属于自己的早餐 陈璐突然发现 最近跟着憨憨见面的次数 越来越多了 感觉还挺不错的 不过和以往不同 今天林淼淼也在这里 我回家第二天 我妈就恨不得给我扔出去了 什么人啊 林淼淼气鼓鼓地抱怨着 五一之前 她恨不得一天一个电话催我回去 然后我老老实实回去了 她还看我不顺眼 我看手机 她就说我就知道看手机 我看电视 她就说我就知道看电视 我寻思我干活总想了吧 结果她又嫌我的拖得不干净 真的气死我了 你们看着吧 等暑假 之前她又要说好想我 到时候 还是会一个静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然后回家之后继续骂我 如此反复 陈璐安安静静地喝粥 听着她抱怨 梁芷柔也不知道怎么安慰 就只能轻轻握着她的手 行了 你这才哪到哪 陈璐喝完粥之后 一脸不屑地看着她 林淼淼瞪了她一眼 心想这人怎么这么缺德 这天底下 都没有比自己 还惨的人了好吗 就在这时 陈璐以老前辈的口吻 缓缓开口 这就是大学生的家庭地位 那天一早就满脸兴奋地回家了 结果 就看到我爸妈刚收拾好行李 准备去旅游 她又双手一拍 然后缓缓摊开 不带我 林淼淼瞬间就笑出声 一旁的梁芷柔 也愣愣地看着她 显然是没想到 还有这种操作 悲伤并没有从我这里消失 而是转移到了你的脸上 林淼淼笑着说道 看到有人比自己还可怜 她立马开心了不少 果然 快乐还是要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她笑着笑着 就看到 陈露朝梁芷柔伸出右手 表情很是诚恳的小声问道 我也需要安慰 所以 你能握住我的手吗 啪 还没等梁芷柔说话 林淼淼就把她的手拍开了 梁芷柔看着疼得疯狂甩手的陈露 微微抿了抿嘴 林淼淼自然把她这举动看在眼里 满脸震惊 我去 你不会再心疼吧 她又转头看着陈露 你给我家芷柔灌了什么迷魂汤 她是我的 你不能这样 陈露耸肩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狗男女 气死我了 又待了一会儿 陈露就跑去上课 学校很是人性化的 给大三学生安排了创业课程 又是上课 又是搞小组实践 似乎最后还要上台报告 嘴上说着 全靠自愿 但是不能请假 很抽象 傍晚 夜幕渐渐笼罩四周 燥热的空气变得有些阴凉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乱七八糟的虫鸣声也越来越多 搞得人心蓄乱糟糟的 陈露照例去花剧社玩了一会儿 天黑下来 才回到宿舍 刚一进门 李四年就凑了过来 嘀咕道 老大喝醉了 喝醉了 为什么 陈露抬眼就看到 江超正仰面躺在椅子上 一脸生无可恋 李四年叹了口气 还能为什么 又说起他爹强行给他改志愿的事了呗 这件事 一直是江超心里的一根刺 以他爹身为局长的关系 想给他的未来铺路也很正常 自然而然就会忽略掉 自己儿子想要做什么 你能来事 心想这有杂红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当初抱这个专业 是为了追墨语情 不过他正好无聊 又觉得江超不是认真的 就坐下来陪他吹牛 老大 你想干嘛 他挑眉问道 你本来的梦想是什么 我要创业 做游戏 陈露装做认真的样子点点头 继续陪这个喝醉的傻子玩 游戏比起第九艺术 他首先就是个商品 既然是商品 他就有市场 你研究过市场吗 江超认真听着 在研究 其实只要玩的游戏 够多都懂行的 因为国产手游 有红锡效应 业内人懂的 也不一定比你多多少 陈露轻笑道 你的意思 是让我到时候 先从手游做起 江超坐直了身子 越听越精神 陈露摇摇头 不 是从微信小游戏做起 不管是你工作室 刚成立练手 还是赚第一桶金 都合适 周期短回报快 最重要的 需要投入的利润低 到时候发现 不合适散活也不亏什么 发现工作室 真有那么点搞头 再去搞别的也不晚 那该做啥类型的 江超继续问 陈露思考了一下 有一种类型的游戏 兼顾了你们需要的 所有特点 不需要多少投资 不需要太大的工作量 只要你有信心 做得好玩 是什么 陈露打开某著名游戏平台 指了指电脑屏幕 到 江超就像在听 诸葛亮龙中队的刘备一样 眼睛瞪得老大 他突然拉住陈露的胳膊 陈露 你脑子活 这是大伙有目共睹的 你不用出钱 也不用干什么风险 只要你来 到时候我把车卖了 再去凑点 咱们就搞这个 你来当狗头军师 来就是技术谷 二把手 江超又灌了一口啤酒 反正卖自己吃 我老爷子也不会说什么 你就当陪我试一试 成吗 陪本之后 我就滚回去 听我的安排 见陈露不说话 他又继续劝 流浪地球你看了吧 郭帆他就是我偶像 我也想像他那样搏一把 他有他的科幻梦 我想做我的游戏 陈露愣了一下 显然没想到 江超居然真的全听进去了 无奈道 你是信这个 还是信我是秦始皇 他肯定是不能让江超当真的 毕竟这只是 他对市场理解的一面之词 而且江超这想法 还是幼稚了点 不是不能去追梦 而是不能太相信 别人没有贪念 敢去拉一个 可能不住资的人来分蛋糕 哪怕那个人是自己 换别人可能闭着眼就答应了 毕竟这是没风险的投资 赚到钱就是白捡的 就算到时候 江超赔了得干净 也可以拍拍屁股走人 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但陈露做不到 他从来都不是那种人 见江超仍然炯炯有神的盯着他 陈露有些无奈 我考虑考虑吧 没准你酒醒了 就想开了 江超这才肯撒手 陈露看着斗志勃勃的江超 感觉有些奇怪 其实对他来说 轻松点的两点一线 就是好日子 就在这时 江超突然推门而出 你去干嘛 陈露问道 去迈出第一步 江超嘟囔道 李四年见状 连忙追了上去 结果又被江超推了回来 他朝陈露吐槽 老大这是抽什么疯啊 怎么想起 一出是一出 我感觉他这样想很久了 陈露仍在看着门外 神情严肃 他从大一开始 不就没少念叨 被他爹强行改志愿这件事吗 但他这跨度 是不是太大了 他要开律所 我都没这么惊讶 李四年扎扎嘴 他又突然想起什么一般 哦对 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想起来了 他好像很多天前 就开始研究这东西了 陈露点点头 他这个执行力搞不好 还真能搞出点名堂 李四年也不反驳 开始说起自己的事情 我就没这么大梦想 我打算考公务员 挺好 陈露说完就躺到床上 呆呆地看着天花板 法学院的学生创业做游戏 太炸裂了 不过这也给了陈露一个信号 马上就要轮到 他对自己今后的人生 做出选择了 第32章 迟来的晚安 第32章迟来的晚安寝室里 很快就安静了下来 陈露闻着还没有散去的酒位 继续看天花板 虽说陈露的学校很不错 但是面对考研或者实习 只要是大学生 就没有压力不大的 走其中一条 必然就会错过 另一条路上的风景 人生就是这样 你甚至无法预料 自己选择的这条路 是否好走 亦或者会看到什么 正是因为没法下定决心 才会思来想去 患得患失 直到失去脉步的勇气 有我陪着你呢 女孩憨憨的话 突然回荡在他耳边 陈露缓缓拿起手机 给梁芷柔发了个消息 陈露你在干什么 这看起来很是直男的巨士 已经成了陈露每次 跟梁芷柔聊天的影子 梁芷柔每次都会 老老实实回答自己 在干什么 她也很喜欢这样 和陈露互相分享 自己的状态 只是这次女孩 不知道在忙什么 没有像往常一样秒回 柳妍开着江超的车 准备把她送到她朋友那里 她知道自己男朋友 一直以来的痛点在哪 所以这种时候很惯着她 说送就去送了 迷迷糊糊的江超 感受到颠簸又醒了过来 问道 这是要去哪 身旁的柳妍觉得好笑 道 你说 这是要去哪 不是你让我把你送到 你朋友那了吗 哦 江超别过脸 凝视着窗外向后飞奔的景色 一辆辆车从旁边穿过 远处各种公司的高楼大厦 依旧亮着灯火 21世纪的人们 似乎从来不会在晚上 9点钟休息 这就是没有自由的日子 她看着外面的夜色 表情突然变得很认真 我想搏一把 你已经说过一遍了 柳妍语气里满是宠密 江超顿了顿 头倚着车窗 继续道 我真这样干 到时候搞不好会跟家里闹掰 然后这辆车一卖 我就一无所有了 你不嫌弃我 柳妍缓缓打过方向盘 笑着催了她一口 我还是更嫌弃现在的你多一点 按理说我喜欢的江超 可不会这么唯唯诺诺的 江超朝着车窗里的 硬着的自己笑了笑 脸上的阴霾散去了许多 哦对 我还嫌弃以前的你 柳妍补充道 你要是敢像咱俩认识之前那样 沾花惹草的 我就打断你的腿 靠 我算是在你身上了 她坐在副驾驶上 跟柳妍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 根本没注意到 后排坐了个人 墨与琴看着打琴骂俏的两人 心里莫名有些羡慕 江超需要柳妍的时候 柳妍会立刻赶到她身边 但自己需要陈露的时候才发现 自己已经亲手把她赶走了 柳妍从车内后视镜 看了神情复杂的墨与琴一眼 墨与琴也对她使了个眼色 她深叹一口气 道 说起来 陈露最近是不是跟一个女生走得很近 嗯 怎么认识的 她又问 江超仔细回忆了一下 就你那个好闺蜜 拒绝她表白那天 我们一宿舍陪她出去喝酒 那个女生 当时正在咱们学校南门发传单呢 然后刚好碰到有人欺负那妹子 你也知道 陈露是什么性格 她二话不说 就冲上去给人对熄火了 说着说着 她借着酒精 很是自豪的笑了 她是真心喜欢陈露这朋友 后来我们出门的时候 陈露说要自己走走 刚好在公园又碰到那妹子 陈露发现 她不小心烫伤的地方没抹药 就顺带给人家买了膏药 那女生刚好也是我们学校的 隔天就找她还钱 一来二去 就越走越近了 柳妍没说话 默默点点头 悄悄继续从后视镜 观察着墨语琴的表情 墨语琴正紧咬着下唇 原本充满骄傲的眼眸中 此刻尽是酸楚 你看着那女生咋样 不说 江超回忆着梁芷柔那怯生生的样子 过了一小会才继续说 那女生估计性格特别内向 所以陈露现在压根就没打算让我们认识 这种性格的妹子 能遇到陈露算她的福气吧 当然 我觉得陈露能在这种时期遇到她 也算自己运气好 这种时期是什么意思 她没有细说 车上的两个女生自然也懂 进展呢 江超白了她一眼 你不用替你好闺蜜问了 皇帝不急太见急 那如果皇帝急了呢 江超一正 皇帝急了呀 那就找磕歪脖子树掉死呗 你看历朝历代 皇帝急眼就说明 事情真的一发不可收拾了 没火烧没毛的时候 皇帝只会光顾着享乐 人家才不急呢 她又道 太晚了 车上陷入了寂静 不一会儿 江超就到地方下了车 柳言没有急着上路 静静听着车后门被打开的声音 看着墨雨晴 缓缓坐到副驾驶上 一阵无言 想哭就哭吧 她双手握着方向盘 看着远处被朋友扶着离开的江超 开口说道 等会再哭 墨雨晴低声道 啥意思啊 柳言觉得奇怪 转头看向她 墨雨晴没有回答 拿出手机 点镜和陈露的聊天见面 两人已经十几天 没有互相发过消息了 她深吸一口气 手指不停点击屏幕 终于还是主动发出一条 前几天 我妈跟我说她 要从国外回来 结果我回家发现她骗我 我当时真的好难过 她学着自己以前 跟陈露抱怨的口吻 对两人来说 墨雨晴这句话的含义 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在说 当时我好难过 但是你却不在我身边 毕竟从小到大 她没少因为自己爸妈的事情 哭着找陈露抱怨 陈露也向来 都是随叫随到的 果然 和她预料的一样 这次陈露并没有秒回 关于你的梦真的要醒来啊 女孩等了十几分钟 也没等到答复 她头一次觉得 十几分钟的时间 如此漫长 这样忐忑的等待 真的很煎熬 搞得她坐立不安 她有些恍惚 不敢再想当初 陈露等自己消息 是什么感觉 又过了半小时 陈露仍然没有理她 墨雨晴的脸颊上 终是划过两行青泪 她吸了吸鼻子 继续给陈露发消息 你再不理我 我就告诉你妈 我要跟她说 你欺负我 还要说她的那条薄金项链 其实是你弄丢的 她仍旧学着过去聊天的口吻 还特意提起 两人曾经的回忆 这还是她第一次 跟陈露说话 如此小心 如此处心积虑 这次墨雨晴终于等来了回复 只是无论她再怎么 学着过去的聊天方式 陈露却不再如同往常 这些字符无比冰冷 生生刺入她的内心 就像这些天一样 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吧 放过彼此 她紧接着又发了一条消息 我真的累了 我想忘掉你 墨雨晴愣愣地看着手机 甚至一时间 差点忘记呼吸 愣住得不止墨雨晴 就连柳言看到 也有些愣神 陈露和之前 那痴情的样子 反差太大了 很难猜到 这是被伤得有多深 她还是不甘心 继续打字 为什么呀 我们以前关系那么好 十分钟后 手机屏幕再次亮起 墨雨晴擦干眼泪 纤细御手指不住地颤抖 似乎比查阅成绩还要紧张 你自己也说了 是以前 车子里陷入了极其漫长的寂静 直到传出点燃发动机的声音 抽气声依然未停 墨雨晴一路上 回忆起了很多很多 不知何时被她忘却的记忆 现在一个劲地往她脑海里钻 她泪眼婆娑的 就像是一个犯错的孩子 又后悔又害怕 真的后悔了 也是真的怕 一个小时后 陈露仍然在看着聊天见面发呆 静静地看着墨雨晴 最后发的那句 晚安 许久的沉思过后 她只是无奈苦笑 真有意思 我死心了 你开始主动起来了 我以前真的很爱你 很爱你 但是现在 还是放过我吧 这时她的手机再次震动了一下 她揉了揉模糊的双眼 梁芷柔 对不起 刚才忘记 跟你说了我感觉 你喝粥快要喝腻了 就去给你包了包子 你以后吃腻了就告诉我 我给你换 但是早饭不能不吃 陈露仍然地笑了一下 轻敲屏幕 好 第二天清早 醒了酒的江超 扶着腰回到宿舍 就看到自己剩的半箱啤酒 全都变成了空酒瓶 靠 世界第一厉害 第三十三章 世界第一厉害妈的 陈露 你喝那么多酒干吗 江超骂道 陈露缓缓起身 晃晃脑袋 反问他 你昨天喝那么多酒干什么 江超一愣 我心情不好啊 我心情也不好 听到这话 江超本来想拉他下来 让他体验一下 什么叫人间疾苦 结果看到陈露沉重的表情 又放弃了 只能好奇地挠挠头 坐在自己床边 此时宿舍还拉着窗帘 只有几缕晨光 从中间缝隙中钻过 洒在地面上 江超默默凝视着地上的光斑 继续思考自己的事情 陈露拿起手机 和梁指柔互到早安 顺带问了下 他做的包子 是什么线的 结果他突然发现 一件新奇的事情 默雨晴也给他发了早安 他想了想 干脆当做没看见 要说放下 从小一起长大 曾经又喜欢了那么久 真不是说放下就放得下的 但要说想不想回到以前那样 也是真的不想 现在想想 有的人在一起七年 都会觉得累 自己能坚持追求七年下来 也是够抽象的 哎我说 你到底想好没啊 我真不是找你 给我打工的 你不用顾虑太多 江超打断了他的思绪 你要是不喜欢这个说法 只要你想 我就跟你干 不过那样的话 你多少得注点资 不然在他们那些 打工的人那里说不过去 总不能大家都是 他拉着来一起的 陈露不当马农 也不当美术 就跟他这个出资 最多的平起平坐 不现实 他可以不在意 但其他人肯定看不下去 到时候 就不是一条心了 虽然江超像个 异想天开的小孩一样 一个竟拉拢陈露 但他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 陈露一脸震惊的看向他 确定自己没做梦之后 才开口说道 卧槽 你还真是认真的 认真的 江超对视了回去 目光很坚定 我再想想吧 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江超扫视一圈 确定寝室里 没有其他人后 又继续说 这几年下来 其实就咱俩关系最铁 你还信不过我 陈露是相信他的 当初自己被盗号 盗号的骗子群发借钱 不一会的功夫 江超就拿着银行卡 火急火燎的 跑到自己面前 气喘吁吁的说 这里面有五万 自己刚跟老爹要的 说他笨吧 他选择当面把钱给自己 说他聪明吧 他又真的信了 见陈露没说话 江超一拍大腿 躺到床上 得 我三顾茅庐就是了 我非得把你这个 诸葛亮请过来 我是信不过我自己 你为啥这么想骗我入伙 陈露实在好奇 什么叫骗 当然是因为我信得过你啊 江超认真道 也就你自己 不知道自己长处 这是我私下里 跟我女朋友也说过 就连他都没意见 你真的懂得比我们都多 你就是追莫雨晴的时候 压低自己身段太久了 他语气变得很严肃 你该抬头看看自己 知道了 陈露点点头 继续收拾东西 准备出门 看过中国合伙人没有 他拉开门 坏笑着看向江超 看过呀 怎么了 永远不要跟最好的兄弟 合伙开公司 陈露已经走到门外 玩笑道 看着紧闭的门 江超还是没忍住骂了一句 去你的 老子等你 陈露来到操场上 准备看话剧社 进行最后的排练 明天就是校庆了 他们白天练完 晚上还要去 打好的舞台上彩排 他现在对这群 社交恐怖分子 有些改观了 至少他们是一群 有梦想的社交恐怖分子 学校没有多余的场地 他们就顶着大热天 在操场上排练 陈露到的时候 梁芷柔已经在那里等很久了 让他有些惊讶 这好像还是自己 头一次来的这么晚 可能因为今天是话剧社排练这个节目的最后一天 女孩没有像往常一样待在原处 而是凑到了前面 安安静静地看着他们表演 林淼淼站在他身边 脸上带着十分满意的笑容 见到陈露的身影 梁芷柔连忙跑到他面前 把自己带的早餐递给他 不过一股酒味 让女孩皱了皱眉 咦 以后少喝点酒好不好 梁芷柔说完 才发现自己 不自觉地握住了陈露的胳膊 连忙撒开 哪怕女孩很害羞 但并没有撤开脚步 仍然强撑着站在原地 有点小固执地看着陈露 等待对方回答 好 陈露觉得有趣 笑着答应下来 这憨憨害羞的要死 还强撑着跟自己对视的样子 实在是可爱极了 听到这话 女孩连忙低下头 感觉自己脸颊滚烫 随后 陈露就一边吃着早餐 一边陪着梁芷柔 看这群社交恐怖分子排练 陈露有些惊讶 还真别说 演得越来越像模像样了 光抬辞功底 就不像个大学生 甩很多小鲜肉 几十条街都没问题 从梁芷柔专注的眼神中 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边流程走完 一个戴着眼镜的男生 很是热情地过来 跟陈露打招呼 虽然换了个发型 穿着中山装 陈露也认得出 这是负责写剧本那个 你这造型挺别致啊 陈露玩笑的 男生笑了笑 看到紧紧贴着陈露 低着头的梁芷柔 思考再三之后 还是没有打招呼 他转说道 学长 你可千万记得来看啊 按理说 这次还有你的一份工呢 陈露觉得奇怪 有我啥事 剧本啊 本来我们没经验 对近代史研究的又不透彻 搞得太不细致了 跟你一起修改后的版本 我们指导老师都觉得好 似乎这种爱好的人 都把这个看得很重 男生笑得很开心 陈露余光看到身旁 怕生的梁芷柔 听到这话之后 予有熔烟的样子 笑道 好 那我继续排练去了 看着卫面前 这些为自己想做的事 挥洒汗水的人们 陈露静静思考着 江超跟自己说的话 梁芷柔 陈露喊了一声 女孩听到后 立刻转头看向他 也没有问他要做什么 很是耐心的准备倾听 难不成我这人 其实有不少优点 陈露沉声问道 嗯 梁芷柔微微汗手 切声声道 很多呀 虽然女孩不敢继续看他 但语气无比认真 他真的就是这样想的 像一束光一样 照进自己人生的陈露 为了帮自己两次 挺身而出的陈露 会对自己说 有我在那的陈露 真的是他见过最厉害的人 第34章 谁叫你不会还嘴呢 第34章 谁叫你不会还嘴呢 陈露听到后 不禁微微仰起嘴角 看着女孩认真的表情 玩笑道 原来我这么厉害啊 虽然不知道 这憨憨是不是在安慰自己 但是心情一下子就好了不少 转念一想 他又坏笑着看向他 对了 今天周六 你该去当家教了 梁老师 陈广林和王小霞 对这丫头非常满意 他这份兼职 自然而然就顺利敲定了下来 只是他们对200块 一个小时的价格很震惊 他们不是爱占便宜的人 还是想要按照正常价格 不过被陈璐拒绝了 陈璐心想着老两口 根本不懂 什么叫温水煮青蛙 到时候给那么多钱 不仅会给梁芷柔 很大压力不说 搞不好 就直接给这没赚过 这么多钱的 憨憨吓跑了 这声梁老师 听得女孩心里怪怪的 但又说不出 到底是哪里不对劲 他没想明白 只好微微点头 到时候 我开车送你过去 完了再把你送回家 陈璐说着 就给江超发了的消息 借他那辆奔驰 消息刚发出去 就得到了的答复 梁芷柔连忙开口 不用那么麻烦了 我自己 看到陈璐一脸 你能奈我喝的 默然表情 他话到嘴边 又憋了回去 事实 已经多次证明 在陈璐面前 坚持几件事 没有用的女孩 只能顺从了 反正就算不答应 晚点还是会被他 扯东扯西的骗进去 还不如一开始 就从了他 陈璐露出 心满意足的笑容 这才对吗 专家建议你 最好少反抗 不然的话 你越反抗 我越兴奋 女孩焦躯猛的一颤 耳根飞红 有些委屈地看着他 你又欺负我 陈璐满意了 转头继续看他们排练 刚才过来打招呼 那个男生已经领盒饭了 一个女生 正抱着他的尸体哭泣 狠起来 都肯把自己写死 真牛 你喝完酒就变坏了 梁芷柔认真道 声音又憨又软 陈璐觉得有趣 明明自己应该 已经醒酒了才对 变坏了 他沉思一会 故意用很平静的语气 我还是现在的我 喜欢梁芷柔发现 自己上当之后 忽然止住嘴巴 水灵的双眸直勾勾 看着陈璐 想生气 又实在气不起来 但是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又觉得自己 被白占了便宜 只能别过头 就这还费了好大力气 至少要一个小时不理他 女孩心里想着 还是半小时吧 陈璐看起来 心情不是很好的样子 十分钟是不是就够了 万一让陈璐心情 更不好了怎么办 他很是犹豫 这时 陈璐突然开口 谁叫你被欺负了 也憨不拉几的 不知道还嘴呢 只要你学不会 我就一直欺负你 女孩回过头 装作了然的样子 这样 他才不要学还嘴呢 只要学不会 就可以一直待在陈璐身边了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他就是想这样 陈璐微微眯了眯眼睛 感觉让梁芷柔 抬头任重而道远 晚上 陈璐把梁芷柔送来之后 就抱着笔记本 扶在沙发上 他两眼一动不动地 注视着屏幕 浏览着最近游戏行业的消息 虽然没想好 要不要答应江超 但是作为朋友 他还是愿意花时间 去多了解一下的 陈默和梁芷柔 并肩坐在书桌前 陈默一直走神很不老实 一会儿赚两下笔 一会儿想想 自己追的小说更新了没 梁芷柔 则是认认真真 看着自己准备的教案 他对待这个兼职 非常重视 如果换其他的家教 是无论如何 都镇不住陈默这个小恶魔的 但憨憨的梁芷柔 勤勤恳恳的态度 让陈默有些不好意思耍无赖 毕竟梁芷柔 只是为了这一节课 就写满了两张纸 生怕一紧张卡壳浪费时间 看到被梁芷柔 整洁漂亮的字迹 写满了两张纸 陈默觉得自己 摸鱼摸得太过分的话 就有些不礼貌了 一物详一物了 属于是 确定完今天要做什么之后 梁芷柔缓缓抬起头 等你把这页 语法专项选择题做完 我就再帮你复习一下语法 陈默听到连忙转移话题 姐姐 你们学校明天校庆吧 我下自习会去看你们校庆晚会哦 我们学校的走读生晚自习 可以早退 到时候 我去找你啊 梁芷柔有些好奇 毕竟这晚会每个班 都只给了五个观众名额 连他的名额 都是林淼淼帮忙要来的 不禁问道 你怎么去啊 他一边问着 一边主动帮陈默整理着书本 一开始 陈默很不好意思地一直拒绝 但是梁芷柔仍然动不动就 默默帮他收拾一下 最后陈默只好作罢 把不能帮自己收拾房间 作为底线 虽然他自认为没什么良心 但是如果梁芷柔给他当着家教 还要在他做题的时候 帮他收拾房间的话 他良心还是会非常痛的 也不知道 自己哥哥从哪认识的 这么贤惠温柔的女生 不行 必须现在立刻马上想办法让他 当自己嫂子 我爸是宇航大学 政治学系的系主任啊 我哥他没跟你说过吗 陈默眨眨眼 也是觉得奇怪 他一直以为梁芷柔是知道的 梁芷柔一愣 他一时间都不知道 陈露到底算不算跟他说过 当时在自己家吃饭 萧寻方问他家长 是做什么工作的时候 陈露只说了句 他爸在学校工作 谁能联想到大学系主任啊 不过他在韩 此刻也察觉到了 这个少年不露声色的温柔 静了一会之后 他道 那你明天晚上来找我吧 不过 前提是你得把今天的任务 抄额完成 好 陈默强忍计划得逞的笑容 连连点头 就算把今天的吸体量翻一倍 对他来说也是洒洒水的程度 他一直摸鱼 给了梁芷柔一种坐骑速度 就是这样的错觉 很多人一直加班 就是工作完成的太利索 给了老板一种 可以物尽其用的感觉 但其实表现的态度认真 然后在临近下班之前 交付工作 才是最好的 陈默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不是遗传的 只知道 他们兄妹俩一个样 捏而坏 终于 各方准备那么久的校庆晚会 如约而至 第35章 校庆开场 第35章 校庆开场次日下午 学校门卫彻底放开了限制 很多校外的人都来到这里参观 有些人觉得新鲜 把这里当公园逛了一圈 顺带看看充满青春气息的女学生 更多的是 带着自己孩子来的家长 希望孩子能够对这所学校产生向往 回去以后发愤图强 这自然是没效果的 不过学校也乐得这样宣传 陈陆正跟话剧社的人们待在一起 这么些天相处下来 自然有点感情 准备给他们加油打气 和以往不同的是 梁芷柔的表情有些凝重 因为陈陆去问的时候 他班上的五个名额已经被预约完了 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有些震惊 毕竟自己前一秒还在口口声声说 这种活动狗都不去 之前举行过的各种晚会 辅导员都要强行安排人去凑数什么的 死活没想明白 这次怎么这么抢手 梁芷柔很是纠结 低头默默捏着手指 他作为林淼淼的好朋友 话剧社的节目是一定要去看的 但如果陈璐没法去 他又不忍心让陈璐孤苦伶仃的自己待着 不过陈璐还是跟没事人似的 笑着跟这群社交恐怖分子扯皮 他和一群人聊完天之后 看到情绪低落的梁芷柔 隐约猜到了这憨憨的心思 心里莫名意暖 为啥不开心啊 因为我没法去 陈璐凑到他身边问道 女孩轻轻嗡了一声 声音有些低沉 陈璐没办法跟着一起去 只是一方面 另一部分原因是 陈璐跟个没事人似的 让他有点担心 陈璐会不会不太愿意 跟自己一起去 傻子骂 陈璐轻嗔道 我都没当回事 肯定是因为我有的是办法啊 你去跟你班上的同学协商一下呗 看有没有不是特别想去的人 林淼淼也走了过来 发出愚蠢的声音 陈璐瞥了他一眼 心想我爸就在这教书 我用的这去得罪人 不过他也没打算 为了这种小事去找陈广林 去找辅导员商量一下就行了 哪用得着这么麻烦 听到这话 林淼淼和梁芷柔都愣在了那里 显然是没想到 还有这种操作 要知道他们的辅导员凶得要死 连假都不给请 很快 几人就来到了陈璐辅导员的办公室门口 他轻敲两下门 开门之后 看了梁芷柔和林淼淼一眼 随后就静止走了进去 老师好 陈璐进去后愣了一下 道 你这打扮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学生吗 辅导员白了他一眼 但听到夸赞 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拿起笔就要给他写假条 他没大这些学生多少岁 相处起来没那么古板 陈璐又经常被他喊来帮忙 所以基本上陈璐前脚刚来后脚 就能拿到假条 陈璐有些无语 连忙上前解释 我不是来请假的 那你来干嘛 咱班上去看网会的名额 不是已经确定了吗 我也想去看看 您看能不能给我加一个 反正那么多人 多我一个不多 少我一个不少的 他轻笑着说道 辅导员顿了顿 然后朝他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我就知道 你肯定会去 毕竟莫语琴的名字 赫然就在 晚会表演人员的大名单上 陈璐喜欢莫语琴这件事 连他这个辅导员都知道 当初大一的时候 莫语琴觉得新奇 想要竞选班长 陈璐就忙前忙后的 为这是操劳 后来莫语琴开始嫌累了 陈璐干脆就把班长 要做的事情一手接过 只让莫语琴体验 当班长的感觉 突出一个宠溺 而且陈璐也是真的有能力 莫语琴就算想要体验 学生会的职位 估计她也办得到 作为一个刚刚研究生 毕业的年轻女性 她其实也向往 并羡慕着这种爱情 这下换陈璐迷茫了 因为她完全没有听懂 她又道 这是好说 你要还要别的事 你就走吧 没事帮我把这些当案录了 陈璐往外看了一眼 有事 我不打扰您了 辅导员跟着抬头看去 刚好看到梁芷柔和林淼淼 正一脸好奇的 偷偷瞄着这里 林淼淼被看到了也没出 梁芷柔则是连忙走开了 陈璐突然察觉到了奇怪的目光 回过头就看到 辅导员正没好气的盯着自己 小陆 你可得当个专一的人啊 辅导员看了节目大名单一眼之后 道 陈璐一头雾水的出门 还在思考辅导员 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 刚一出去 梁芷柔和林淼淼就赢了上来 怎么样 你们辅导员答应了吗 林淼淼看到陈璐板着脸 有些焦急的问道 梁芷柔看到陈璐的表情 心也沉了下来 紧紧抓着自己一脚 解决了 本来没报 什么希望的林淼淼 听到后很是震惊 原来有人能让辅导员这种生物 变得这么好说话吗 太离谱了吧 玄机想到是陈璐 他又感觉比较正常 不过他还是白了陈璐一眼 那你愁眉苦脸的干嘛 陈璐思考一会儿 看着林淼淼 玩笑道 我得跟你保持距离 省得别人误会 我脚踏两条船 林淼淼要气死了 指着梁芷柔 跟他就不用事吧 梁芷柔似懂非懂 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 陈璐微微汗手 故意摆出认真的表情 你去死吧 走廊里回荡起极其响亮的呐喊 当晚 几人排队挤进建南大会堂里面 找到位置坐好 偌大的舞台前 挤满了负责录像的人 不少人的身前 还挂着电视台的牌子 四周的座位全都坐满了 人山人海的 这阵仗比陈璐预想的 要大得多 难怪这次辅导员 不用挑选信任来凑数 梁芷柔似乎没见过这么大阵仗 呆呆地坐在陈璐旁边 被面前的舞台和彩灯 吸引走了目光 他看着新奇的景象 陈璐看着憨憨的他 就这样持续到开场 这时陈璐突然感觉 自己的肩膀被拍了一下 转过头 就看到江超不知道什么时候 换位置坐到了他旁边 在右边 是他的女朋友柳妍 哟 来看晚会啊 陈璐问 对啊 你过来干嘛来了 江超回了一句 一旁的柳妍看不下去了 没好气到 你俩在这说相声呢 他这才看到 坐在陈璐身边的梁芷柔 微微震了一下 没说什么 也没主动打招呼 陈璐看梁芷柔低着头 不好意思说话 干脆也没主动介绍 好像这晚会分成了两半场 前半部分是给官方看的 上台的 也是从这所学校出去之后 混得有头有脸的人 后半部分的节目 则全是在校学生准备的 江超小声道 陈璐听了也觉得神奇 莫名感觉还挺人性化 比死板的表演那些 假大控的节目要好得多 事实江超说的一致 前半部分极其无聊 虽然憨憨的梁芷柔 还是看得很认真 但陈璐和江超 看得都要睡着了 到下半场的时候 陈璐就已经睡着了 这时江超突然拍起他的肩膀 你干嘛 江超指着台上 李四年是主持人 这之前没告诉我们 陈璐一下子就醒了盹 揉了揉眼睛 我去 还真是 舞台上李四年 和一个不认识的女生 一起主持着 像模像样的 不过 两人起的兴致 只维持了一会儿 很快便又觉得无聊 直到话剧社上台 陈璐才挺直身子 一群人辛苦排练的效果 体现出来了 一两分钟的功夫 就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这是到目前为止 这是最好看的节目 没有之一 就连前排负责录像的那些人 都认真了不少 陈璐靠到梁芷柔那里 凑到他耳边问道 你觉得好看吗 女孩点了点头 以前都没见过 他看着对方认真又好奇的可爱样子 不自觉笑了笑 但一想到面前的这个憨憨 其实都没怎么见过世面 他又有些心疼 几分钟后 梁芷柔凑了过来 从自己帆布包里 拿出一瓶矿泉水 主动帮他拧开 语气很温柔地问道 你可不可 我给你带个水 陈璐刚接过 就差点被江超拍洒 你没完了是吧 他小声骂道 江超没有转头看他 仍然看着舞台 一边拍他 一边嘀咕 墨语情 第36章 表演后的致谢 第36章表演后的致谢 墨语情和舞蹈社的几个人 都穿着广秀古风长裙 一道道红色的窈窕身影 无比惹眼 他作为无可争议的主角 像花蕾一样 站在几人中心 和周围有些紧张的几个女生不同 他微抬着头 神情自若 同时似乎在偷偷扫视着观众席 他早早就已经习惯 被全场注视的感觉 哪怕今天是在许多摄像机的镜头下 舞蹈社的女孩们 都是各顶各的漂亮 但在墨语情璀璨的光芒下 也全都黯然失色 这个陈璐曾经深爱的女孩 就是这般耀眼 她的骄傲也正是源自于此 她有这个资本 当代大学生们 贯彻着自己的特色 这些女孩一上场 所有人就立刻放下了手机 柳妍作为唯一提前知情的人 静静转过头 看着陈璐的反应 陈璐和梁芷柔 听到这个名字都愣了一下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梁芷柔 她没说话 只是默默帮陈璐把瓶盖拧上 怕她再把水弄洒 然后拿出纸巾 帮她擦起衣服上的水 陈璐现在理解辅导员那句就知道 你肯定会去是什么意思了 不过她的目光 很快就回到了梁芷柔这里 轻声道 谢谢 女孩抬起头 就看到陈璐柔和的笑容 她一下子就心安了不守 哪怕她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刚刚心里好像堵了块石头 她不是去指导人家吗 怎么指导到最后自己上了 江超朝陈璐问道 见陈璐没说话 她又转头去问柳妍 你是不是一直知道 对啊 江超觉得好玩 她是不是嫌舞蹈社那些人太菜 干脆自己上台 柳妍无语地摇了摇头 目光投向舞台正中央 那道亮丽的身影 认真道 她有别的目的 她知道 墨语琴是打算跳给陈璐看的 说完她又看向陈璐那边 看到陈璐仍然在跟梁芷柔聊着天 神情变得有些复杂 这时 台上的女主持人 用甜美的嗓音说道 感谢话剧社同学们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李思年有些紧张地接过话茬 下面请欣赏 舞蹈社同学们 给我们准备的节目 大鱼 两人一左一右走向两边 把舞台留给这些女孩 这是由电影 大鱼海棠的主题曲 大鱼编出来的舞蹈 前奏响起 周围的女孩慢慢让出位置 墨语琴缓步走到最前 刚向前微微抬起右臂 就引起了全场的欢呼 随着歌声 几个女孩按照一直以来排练的那样 在各自的位置上轻轻舞动 宛若天仙 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 倒流进天空的海底 周围的观众看得越来越专注 气氛也随着墨语琴经验的 后踢腿舞步达到高潮 陈璐看到自己身边这三个人 看得都很入迷 不由地苦笑了一下 道 我去下厕所 我建议你别去 在陈璐走过的时候 柳妍很小声地说道 为什么 万一他是跳给你看的呢 陈璐顿了一下 随后继续迈步离开 我以前弹吉他 他也不是每次都会听完 舞蹈结束的时候 陈璐刚好从厕所回来 感得真巧啊 江超笑道 陈璐没吱声 刚想坐下 却发现自己座位上已经有人了 陈默正一脸坏笑地看着他 哥 你有病啊 快让开 陈璐很事无语 陈默哼了一声 这才老老实实坐到梁芷柔左边 你什么时候来的 他转头看着自己妹妹 早来了 就是现在才找到你们 主要我没想到 芷柔姐在外面舍不得开流量 还以为她一直没回我消息 陈璐回想着 原本坐在梁芷柔左边的那个人 继续问道 人家这么好心啊 看一半肯和你换位置 陈默笑了笑 这还不简单 我跟他说 我那位置在最前排 可以跟这些跳舞的小姐姐面对面 那人二话不说就过去了 几人一时都没什么话讲 不过得益于 陈默古灵精怪的表现 刚刚还有些尴尬的气氛 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让陈璐感觉挺高兴的 心想我这个妹妹 还有点用 就在这时 陈默戳了戳梁芷柔的胳膊 姐姐 你放心好了 虽然刚刚跳舞的雨晴姐 我也很喜欢 但我现在最喜欢你 我还是更支持 你当我嫂子这句话 她没敢说出来 陈璐黑着脸 弹算着该怎么恶心回去 憨憨的梁芷柔 没想明白陈默 为什么要这么说 有些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 后面几人一边看着节目 一边听陈默在这吐槽 都觉得有趣 很快就到了 快要散场时的采访环节 往年都是找彩排时 质量比较高的节目 随便采访一下 最后主持人被断稿结束 采访时的对话 也是被采访的人和主持人 提前商量好的 在一阵掌声中 墨雨晴缓步走到了李思年 和那位女主持人中间 这真的是我 见过最好看的舞蹈了 女主持人笑着说道 请问雨晴同学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墨雨晴微微汗手 首先谢谢大家喜欢 话音刚落全场 就响起一阵阵欢呼声 甚至还有表白的声音 陈露刷着手机 心思根本没在这上面 她记得很清楚 当年这个女孩 唯独没有感谢 忙前忙后的自己 然后我要感谢 女孩声音突然拉得很长 陈露 女主持人和李思年 全都愣在了那里 显然这和商量好的剧本有出入 对不起 这些敢言 我好像大一表演的时候就应该说的 结果留到了第二次上台 真是有些晚了 墨雨晴无比俊俏的脸上浮现出苦涩的笑容 谢谢你帮我那么多 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在我身边 我居然现在才感觉到 对不起 习惯了你的好 当成理所当然 对不起 无视掉你的付出 真的 对不起 周围越来越寂静 墨雨晴也头一次觉得紧张 我希望将来毕业晚会时 还能看到你我身边 可以吗 说完他又对着观众席 深深鞠了一躬 像是在对自己的任性表达歉意 见自己的搭档已经实话了 李思年心想 陈露你真他妈该死 连忙打起原场 雨晴同学的真情流露 我相信那位同学一定可以感受到 下面让我们欢迎话剧社的同学上台 全场先是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随后便再次哄闹起来 妈的 陈露是谁 晚上别睡太死 他妈的 这是我女神啊 陈露是哪班的 老子要跟他一换一 老子刚刚才他妈恋爱 现在就失恋了 舞台正前方观众席上 柳妍很是焦急地看向陈露 无比担忧地问道 他这样会不会挨处分 他只知道 墨雨晴是想跳给陈露看 完全没想到 这个好闺蜜会整这出 陈露神情出乎意料的平静 当然道 不会 往年还有冲到舞台前表白的人呢 他们也没挨处分啊 而且你不知道 他爹是谁 虽然听陈露这样说 柳妍还是匆忙 赶向墨雨晴那边 陈露毫不在意 转头朝两指柔道 结束了 咱们走吧 墨雨晴刚到后台 就被柳妍抓住了肩膀 会被发到网上吧 雨晴 你疯了 他语气有些焦急 我不仅没疯 我甚至觉得自己 从来都没像现在这么清醒过 墨雨晴和他对视着 面带微笑 只是这个微笑 很快就变得有些扭曲 最后只剩两行青泪 没关系 我在上面的时候没哭 装梅花 墨雨晴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笑着说道 他看到的 还是我最好看的样子 他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像你告白一样 我也当众丢脸了一次呢 第37章 承诺 第37章承诺 梁芷柔听到陈露的话之后 拿起包缓缓起身 安安静静地站到陈露身边 江超和陈露对视着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本来作为陈露的死党 他是很讨厌墨雨晴的 没想到 现在墨雨晴肯来这一出 他这时才有功夫 打量一下梁芷柔 离近了才发现 这妹子 颜值好像不比墨雨晴差 他一时间不知道 该说陈露运气好 还是运气不好 说陈露运气好吧 他追了七年 也没追到墨雨晴 但要说陈露运气不好 他身边这个叫梁芷柔的女孩 绝对是良人 长得也好看 陈露一个不注意 陈露拉着梁芷柔 就要跑路 女孩憨憨地一直看着陈露 表情有些焦急 陈露笑了笑 挥手示意 他俩先走 车接我一下 我送他回家 陈露轻声道 看陈露嬉皮笑脸的样子 他猜测 今天梁芷柔估计是不用去给陈露上课了 江超一点也不磨叽 拿出钥匙就递给了他 玩笑道 这要让其他男生知道 不得羡慕死你啊 跟你有牵扯的俩妹子 都这么好看 羡慕个勾巴 他们懂个屁 你咋想的 江超很是好奇 我还以为你会感动哭呢 如果你在我这个位置 你就会知道这么久的伤害 几句道歉 一点用都没有 陈露冷声说道 只留给江超一个漠然的背影 陈露来到校门口 就看到陈露正拉着两指肉吃东西 自己这个便宜妹妹 似乎很喜欢这些小摊上的垃圾食品 俩人站在明晃晃的路灯下 一边小口吃着关东煮 一边喂蚊子 你要喜欢你考到这学校来不就完了 每天晚上 这里都能摆满一条件 陈露吐槽了一句 他这几年下来都吃你了 旋即他又拿食指 轻轻戳了一下两指肉额头 我送你回家 我也得考得上啊 陈露催了他一口 依依不舍地看着梁芷柔 被自己哥哥拐跑 两人刚准备走 陈露的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 他看到来店人猛地愣了一下 梁芷柔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他 他很少看到 干什么都游刃有余的陈露 露出这种尴尬的表情 谁啊 陈露也觉得奇怪 开口问道 莫书 陈露指了指自己妹妹 是一大小点声 随即便接听起电话 喂 莫书 陈露轻笑道 好阵子没见您了 我爸前两天还跟我续道呢 电话那头 传来很干练的中年男性声音 小露啊 最近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莫文斌说话 一直带着一种书面语的感觉 很官方 挺好的 我一个大学生 能有啥困难 陈露随便客套一下 他知道 马上就要说正事了 你最近跟雨晴闹别扭了 闹了点小矛盾 他想了想 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对方既然问这茬 肯定是来看自己宝贝女儿表演了 不再往来那种小矛盾 他在心里自言自语 陈露转问道 您来看晚会了 对 不过这孩子不肯见我 我也没找到你 就让司机来接我了 莫文斌轻叹一声 你们年轻人之间有摩擦很正常 记得多沟通 光闹脾气 不能解决问题 好 你这孩子 是我看着长大的 有你在雨晴身边 我就放心了 莫文斌雨晴很认真 等我闲下来过来 陪我吃顿饭 我先去忙 好嘞 莫说再见 陈露客客气气地挂了电话 这才松了一口气 虽然从小莫文斌就对自己很好 但是自己一个大学生 跟这种级别的高官打电话 还是未免有点紧张 更何况 人家搞不好 还是来替自家宝贝女儿问罪的 这通电话刚过 下一通就打了过来 这又是谁 陈莫继续问 陈露一脸无语地看着手机屏幕 咱爸 莫雨晴抽风折腾 这差凭什么我遭殃啊 喂 陈露声无可恋到 你跟雨晴咋回事 陈广林语气就比较家常一些 直接开门见山地审问自己儿子 小矛盾 刚跟莫书解释了 嗯 陈广林似乎还不是很放心 继续补充道 你要是敢欺负他 不用等你莫书 我就先打断你的腿 你让他当你闺女不完了吗 陈露美好气道 虽然自己从小到大 只挨过老妈的打 但被威胁了 还是很不爽 我挂了 还得送梁芷柔回家呢 陈露一边说 一边帮梁芷柔系着安全带 跟我妈说一声 别给我打电话了 省得她也来招我问罪 另一边 陈广林听到电话挂断的声音 叹了一口气 这俩孩子 这是闹啥矛盾了 坐在陈广林身边的王小霞 有些好奇 雨晴在台上搞得那么郑重 陈广林无奈 你不知道你自己孩子啥样吗 她不想说的事 咱们不可能有办法知道 过了一会儿她又道 孩子们的事 就让孩子们自己折腾吧 我们管不了 这小子从小黏在人家屁股后面 结果到现在也没追到手 一点没传到我的优秀基因 陈广林和莫文斌 穿开当裤的时候就一起玩了 他是很乐意结成亲家的 王小霞不以为然 白了自己丈夫一眼 我感觉芷柔那孩子就挺好 咱家小鹿肯定喜欢芷柔 陈露开着车 载着梁芷柔回去 一路上两人话都比较少 只是陈露时不时转头 看一下这个憨憨 如果这都看不出 对方情绪低落 他就不是陈露了 咱们还是不是最好的朋友了 陈露问 是啊 女孩立刻回答道 那你的关东煮 为什么不给我吃 听到这话 梁芷柔忙不迭地 把手里的小纸筒 双手递到陈露面前 对对不起 我走神忘记了 我开着车呢 刚刚还一只手十分惬意地 打着方向盘的陈露 立马换上了两只 你为我吃好不好 好 梁芷柔拿出一串 看着上面蒸冒着热气 耐心地等了一会儿 这样太慢了 你吹一吹 我又不嫌弃你 陈露笑道 他没功夫看女孩脸红了没有 只知道女孩顿了一会儿 然后就认真替自己吹了起来 感觉差不多后才 递到自己嘴边 然后他就真的 只负责张嘴吃了一路 小巷子前 梁芷柔慢慢解开安全带 朝陈露摆摆手 我走了呀 他只肯接受 陈露帮他系安全带 但一时接受不了 陈露帮他剪 那样有种在脱他衣服的感觉 陈露微微汗手 抱我跟阿姨问声好 这次我就不下去了 他静静地看着前方 也不知道在思考些什么 梁芷柔眨了眨眼睛 随后轻轻点了点头 女孩独自走在灯光昏暗的巷子里 头顶老旧的照明灯一闪一闪 有点瘦弱的身影 看起来很是孤单 时不时还会抽动一下 他抱着帆布包 低头慢慢走着 无论怎么想 也想不明白为什么 但就是好难过呀 眼泪就是止不住地往下流 他不知道 为什么一直以来都是孤身一人的自己 突然就离不开陈路了 他就像是个 呃久了之后 终于看到梁氏的灾民 生怕再回到以前那种日子 他好怕陈路离开自己 好怕他像刚才那样 让自己一个人离开 梁芷柔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走着 步伐很慢很慢 要在外面哭完 眼泪不能带回到家里 妈妈会担心的 这时 陈路的声音突然打破小巷中的寂静 梁芷柔 抬起头来 我说会一直在你身后 就是会 陈路站在巷子口 远远地看着女孩的背影 女孩仍然慢慢向前走着 最终缓缓抬起了头 第38章 钓鱼 第38章 钓鱼沉路 看到梁芷柔强撑着抬起头的样子 不由地勾起嘴角 女孩一步一步走着 她就站在这里 一动不动地看着 直到对方的身影消失在尽头 她才转身离开 她刚准备回车里 天空就下起了稀稀利利的小雨 雨点扑打扑打地滴到地面上 留下一个又一个印记 落到她脸上的 就顺着她的脸颊 滑落到脖梗上 猴杰上 带来阵阵凉意 她不得不承认自己 今天听到墨语情当众道歉的时候 确实心乱了 陈路看着眼前的景象 一时间甚至没察觉到 自己淋了雨 暗自下定决心 既然自己闯入了这个憨憨的生活里 肯定就要负责到底 过去的事情 就让她全都过去吧 赶紧忘记过往的一切 把自己的心洗干净空出来 然后想办法发早日给这个憨憨的女孩带来笑容 梁芷柔不是墨语情的替代品 她也不能是 梁芷柔就是梁芷柔 这时她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梁芷柔你快回去 别淋雨啊 陈路 我在车里怎么淋雨 你是不是傻 梁芷柔 你又骗我 我看到你没走 陈路眯起眼往远处看 果然看到女孩探出来的小脑袋 被发现后 才连忙离开 她拿起手机 清点屏幕 快点回去 随后忍不住再次轻轻笑了一下 回到车里点燃发动机 汽车缓慢穿行在雨夜中 这憨憨居然还悄悄回来偷看我 你而坏 回去的路上 陈路还在一边开车 一边回忆来的路上 被投喂的感觉 这还是第一次 有女孩子为自己吃东西 很爽 很开心 陈路非常庆幸自己 现在没有照镜子 不然一定会看到自己 正乐得跟傻子一样 回到宿舍门前 陈路伸了个懒腰 缓缓把门打开 我的好儿子吗 爸爸回来了 他大喊道 结果宿舍一个人没有 靠 人呢 陈路一脸震惊地扫尸一圈 在宿舍群发了的消息 陈路 你们不会背着 我去吃饭了吧 老子被孤立了 李四年 我确实是在聚餐没有错 但我参加的是晚会庆功宴啊 郑浩宇 陆哥 你是知道我的 我前阵子就搬出去住了 江超没有说话 这时 李四年又发了一条消息 李四年 你晚上没吃饭吗 我给你带点回去 陈路 我吃了关东煮 还是女孩子为我吃的 李四年 郑浩宇 陈路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 躺到了床上 他没有想到的是 从当初大一开学第一天 几个室友看到陈路之后 就做好了以后 吃他狗粮的心理准备 后来相处得久了一点 知道陈路是什么性格之后 他们便彻底躺平了 这种颜值高 性格又好的人 不可能没有女朋友 结果他一直苦苦追求墨宇晴 到现在也没谈过恋爱 而江超他们没有想到的则是 陈路高中时的朋友们 也是这样想的 他们也没想到 陈路高中三年会没有女朋友 没想到自己这条件 居然会比陈路先一步 体验恋爱的感觉 陈路刚闭上眼 手机就再次震动了起来 这次是江超发的 江超 下来一趟 很急 陈路没多问 爬下床就出门了 毕竟男生之间 一般字越少是越大 陈路来到宿舍楼下 之前下的雨已经停了 但是这阵雨带来的冷风还在刮 他一出门就被激起一身鸡皮疙瘩 这点的男生宿舍周围没什么人 因为没女朋友的 这会儿都待在室内打游戏 有女朋友的 已经全跑去女生宿舍那边了 或者在酒店 很少会看到 有情侣在男生宿舍周围轻轻抱抱 但是在女生宿舍周围 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 陈路看了一圈 也没看到江超这好人 他站在路灯旁 拿起手机 想给对方打个电话 余光就发现 有道靓丽的身影朝自己走来 太熟悉了 熟悉到 哪怕仅仅是余光看到 哪怕周围非常昏暗 也立马就认出了他是谁 陈路猛的一正 墨雨晴 他来干嘛 陈路抬起头 把手机放回兜里 神情难免有些惊讶 被江超卖了 这被他女朋友策反了 五步 四步 三步 两人之间的距离不断缩短 女孩越走越近 直到站在他的面前 他还是那么漂亮 穿着很紧身的黑色挂脖露肩体恤 裸露的恰到好处的领口 展示着他那极其迷人的锁骨 下半身穿着长度适中的短裙 把他那双无比惹眼的长腿 展现得淋漓尽致 依旧是很符合他风格的搭配 而且显然特地打扮了一下 奇怪的是 他今天史无前例的梳起了马尾 看到陈路的表情 本来神情严肃的墨雨晴 没忍住奄然一笑 露出浅浅的梨窝 江超没出卖你 他喝多了 柳妍把他接走了 墨雨晴没把话说完 他知道剩下的陈路 靠猜就能猜到 这是他俩从小到大养成的默契 剩下的陈路 确实已经猜了出来 所以你一直在想约我出来的理由 陈路面无表情道 但语气还是有些疑惑 然后这次知情的柳妍 刚好找到机会 就陪着你玩了这出 墨雨晴很骄傲的昂起下巴 我们还是那么有默契 陈路没有说话 如果换作之前 墨雨晴和自己说这种话 自己做梦都能笑醒 但是 今时不同往日 不能指望死去的飞灰 重新燃起火光 也正是因为他已经燃尽了自己 才会化为飞灰 墨雨晴看到陈路 无比冷漠的陌生样子 先是觉得 现实变得非常不真实 紧接着便心里一紧 他礼貌而又疏远 就像是面对陌生人 和陈路断了联系的这十几天 每分每秒都无比漫长 让他魂不守舍 他像是被丢进牢房里 被逼迫着不断思考 不断悔过 直到他彻底发现 陈路曾经是那般热烈地爱着自己 直到他发现 陈路已经不在自己的身旁 所以 他选择在晚会上当众认错 现在又来到陈路面前 就连墨雨晴自己都没有想过 连许多男生名字都记不得的自己 居然会像一个男生低头 现在 见到陈路之后 他开始害怕了 陈路表现得越是淡定 他心里就越慌 终于 他鼓起勇气 小声试探道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第39章 你现在后悔 晚了 第39章 你现在后悔 晚了 陈路笑了一下 似乎是在嘲笑自己的过往 又好像是在嘲笑面前女孩的迟钝 我从头到尾都没生过你的气 他淡然道 那为什么 墨雨晴话说一半 便被他打断 我只是不想再喜欢你了 女孩愣在了那里 许久无言 只是红了眼眶 在泛白的灯光下 看起来仿佛画了眼影 他沉默一会儿后再次缓缓开口 声音有些颤抖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 我发誓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 在回忆咱俩从小到大的事情 我知道我一直以来对你很过分 但以后真的不会了 陈路 求求你了 你把原本属于我的爱还给我 好不好 这还是陈路长这么大 头一次见到墨雨晴用祈求一般的语气说话 哪怕从上幼儿园之前算起 也是第一次 他从小到大 就没求过人 虽然他父母离异 但他还是得到了来自父母的爱 和极好的成长环境 他的家庭条件远远非常人能及 所以 他从来不需要求人 只靠金钱 是有办不到的事情的 但是加上权力可以做到很多 但这次 墨雨晴真的是在苦苦恳求了 即便想到这些 陈路仍然冷冷注视着他 沉声道 不好 听到这话 原本在墨雨晴眼眶里打转的泪水 瞬间就全都流了下来 沿着他细嫩的脸颊滑落 一滴一滴落到地上 绽放出一朵又一朵绝望 而又懊悔的花 为什么啊 你不是喜欢了我七年吗 你以前那么喜欢我的 墨雨晴哭的梨花带雨 这个女孩好看到 哪怕是哭 也无比动人 惹人怜爱 她的心冷的发颤 如坠冰枯 陈路他明明 最见不得自己哭了 为了不让自己流泪 他在小学打过架 在初中逃过课 在自己父母闹离婚的时候 没日没夜地陪在自己身边 自己生了水痘 年幼的他 就靠在卧室门的另一边 拿纸条写字 然后从门缝塞过来 两人一写就是一下午 陈路一来就是好几天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郎才女貌 多么美好的爱情故事啊 却被自己硬生生改写成 一点也不美好的结局 那个男孩他现在 已经心灰意冷到 对自己的哭泣不管不顾 想起这些事 他越来越难过 越来越后悔 脸皮薄的他 终于还是忍不住 在外面哭出声来 是啊 我是喜欢了你七年 不过 你自己也说了 那是以前 陈路淡然一笑 你凭什么认为 我会一直喜欢你呢 看到止不住哭泣的墨语情 陈路心情也越来越复杂 只能继续说道 我不后悔以前对你那么好 也从来没后悔过自己的付出 但就像我那天说的一样 以后不会了 说实话 我以前真的非常喜欢你 很喜欢很喜欢喜欢道 哪怕是现在 我都不想让你伤心 但我也是 真的不想再回到你身边了 你懂我意思吗 我希望你开心点 然后我们各自过各自的人生 陈路从小就是一个理智的人 但是他真的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对墨语情 都如此理智 紧接着他又道 你让我回到你身边 没有任何意义 过去他就在那里 我永远忘不了 你现在可能觉得 那天接受了我的表白就没事了 其实不是的 真的不是的 那场告白 只是我给自己这段感情画上的 我对你的喜欢 早就被你亲手弄得千疮百孔了 所以 那天你就算接受了 我们也回不到以前 这段话像是晴天霹雳一样 在墨语情脑海里猛地炸开 让他一阵发猛 他一时间甚至忘记了呼吸 整个人被无尽的懊悔掩埋 过往的美好回忆 就像流沙一样 越去想 陷得越深 墨语情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可笑 他几分钟前都在觉得 自己只是没有把握住机会 根本就没想过 自己对陈露的伤害 是日积月累的事情 我只是习惯了而已啊 我真的 他还想继续解释 却看到陈露把食指贴在了唇前 意思很明显了 自己再说下去 他不会听了 他明白 陈露再给他 也在给这段感情 保留最后的体面 墨语情拿手背擦干眼泪 小声道 拍张照我就走 见陈露有些不解 他又继续说 你以前那么喜欢给我拍照的 那是 我知道那是以前 我也不管你 以后给谁拍 就拍一张好吗 拍完我立马就走 墨语情双手紧握 一本正经地看着陈露 陈露找了个正在夜跑的女生 帮两人拍张合影 你找个地方吧 你摄影研究得那么深 墨语情趁陈露离开的功夫 拿湿巾擦了擦脸 不贴近或者听他说话 甚至不会发现 他刚刚哭过 他自嘲般笑了一下 是到如今才觉得 陈露为了拍下青春靓丽的自己去学摄影 是多么浪漫的事情 而当自己发现的时候 就已经是最后一次了 真的 可笑 陈露很快就来到一盏路灯旁 这盏灯旁有一根树枝 照在地上的影子 刚好是一条黑线 他理所当然地选择了这里 光线好寓意也好 他默默站到黑线另一边 抬头看向镜头 结果那个女生举了半天 手机也没完事 还没拍好吗 我这么不上镜啊 陈露调侃道 女孩摇摇头 表情有些为难 没有 那个小姐姐一直在抹眼泪 陈露一过目光 墨雨晴果然正不断拿手背擦着眼泪 似乎怎么都止不住 他连忙道 没事 就这样拍吧 两分钟后 墨雨晴看着手机上的照片 照片里陈露正侧头看着自己 而自己则跟个兽气包一样 哭哭唧唧的 这是陈露对自己最后的温柔了呀 我发你微信上 他问道 不用给我 陈露说完便转身离开 这次轮到他留给墨雨晴一个决绝的背影了 为什么啊 为什么我越冷漠 你越主动 陈露想不明白 他垂着头走在路上 发现已经停了一会的雨 再次下了起来 深夜 柳妍死活打不通墨雨晴电话 便连忙从酒店赶回宿舍 刚到宿舍楼下 就看到墨雨晴正愣愣地蹲在那里 双目无神 他在原地驻足了一下 旋即便蹲到墨雨晴旁边 让他把头靠在自己肩上 墨雨晴本来好不容易忍住的眼泪 见到柳妍之后 又一次决地了 我错了 对不起 我真的知道错了 柳妍双眸颤动 很是心疼 只能苦笑道 你跟我说 没有用呀 笨蛋呀 当时就跟你说了 你一定会后悔的 墨雨晴的泪水 很快就打湿了柳妍的衣服 抽气道 可是跟他说 也没有用啊 第四十章 后知后觉 第四十章后知后觉 这场雨仍然未停 伴随着冷风 给人带来阵阵寒意 两个外貌可人的女孩 披着外套 依偎在宿舍门口 特别是其中那 正竖着马尾女孩 极其惹人怜爱 只是不知为何 她的面容看起来 有些憔悴 墨雨晴已经哭干了眼泪 进入了比较冷静的阶段 柳妍看着身旁 这位已经哭红眼的闺蜜 眼眸中满是无奈 哀其不幸 恨其不争 因为是真的没少劝啊 墨雨晴有太多太多机会了 但她就是活生生的 让这些机会在指缝中流失 我以前真的全都忘记了 墨雨晴凝视着 远处路灯下的雨幕 低声道 她在夜色里 缓缓伸出手 悬在半空 似是想接住 落下来的冰凉雨滴 又似是想让熟悉的少年 一如往常的把自己拉起 但是 什么都没有 无论是雨水 还是那个少年 都离她太远了 什么忘记了 柳妍听得有些疑惑 忘记了陈璐对我有多好 墨雨晴拧了名嘴 表情怅然 那些已经成了 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被我全部忽略掉了 直到现在 她离开我身边 我才后知后觉 柳妍默默地听着 没有反驳 不少人就是这样 莫名其妙 把最亲近的人 对自己的好当做理所当然 外人给他们一点点好处 反而感激不尽 记在心头 最鲜明的例子 就是许多叛逆的人 和自己的父母 不管和家人闹得 怎样不可开交 回过头来一定会发现 这世上真正不求回报的 对自己好的人 只有自己爸妈 走上社会 接受毒打之后 才会清楚 除了父母 也没人会一直惯着自己 莫语卿突然微微勾起嘴角 像是想起什么一般 轻轻笑了一下 结果泪珠再次呼地划过脸颊 如果她是个坏人就好了 她多跟我闹脾气的话 我也许就能早点发现 自己一直以来有多过分 柳妍听得有些无语 周梅道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陈璐不是个老实人 就追到你了 莫语卿摇了摇头 长长的马尾 也晃动了两下 你和江超也了解她的 陈璐那么聪明 她其实什么都知道的她 只是太喜欢我了 喜欢到只想一心对我好 不屑于去做打两巴掌 再给磕早那种事情 她从头到尾 不肯让我受一点苦 说着说着 她脸上的笑容更渗了几分 当再次猛然意识到 这些美好 已经不再属于自己时 笑容突然又凝固了 眼泪已经彻底流干 她只能面无表情地看着远处 回去睡觉吧 过了许久 莫语卿缓缓起身 朝柳妍伸出手 把她拉了起来 这一晚 莫语卿静静听着窗外的雨声 一夜未眠 没人知道 她在想些什么 次日中午 陈璐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 苗苗问我们 晚上去不去吃饭 说是话剧社的庆功宴 虽然梁芷柔 正因为陈璐早上没吃早餐 气鼓鼓地嘟着小嘴 但语气还是无比温柔 只是言语深处 似乎隐藏着一丝扭捏 陈璐思考片刻 打着哈欠问道 你想去吗 她知道这个憨憨极其怕生 也知道这个憨憨不懂拒绝 如果梁芷柔不想 她就打算把这顿饭推掉 过两天再喊着 零秒秒三个人 一起吃顿饭就好 没有生人在场 梁芷柔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有些是急不得 电话那头的女孩 显然是没有想过 会被问这个问题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见梁芷柔一直没说话 她耐心解释道 你别不好意思拒绝 这顿饭的性质 跟你想的不一样 咱俩不是这顿饭的主角 去不去都行的 你要是觉得人多不习惯 直接说不去了就好 然后告诉李淼淼 就说过两天 我要请你跟他吃顿饭 你就放心好了 不去不会伤感情的 咱们这样做 又不会理亏 梁芷柔也不知道 自己听没听懂 她一直在回味 这个咱们的含义 你想去吗 陈璐再次轻声问了一句 女孩顿了一下 缓缓开口 不想 充满生人的环境 真的让她感觉很窒息 这就对了 以后什么事情不愿意 就直接说出来 陈璐很是满意 说着就继续躺到床上 没事我先挂了 再睡会 好困 电话那头 女孩的语气 突然急促了起来 还有一件事 咋 梁芷柔深呼吸了几下 最后终于鼓足勇气 道 我请你吃饭呀 她的声音很小 甚至有些发颤 但语气很是坚定 这句话 用尽了她所有的力气 喂 你在听吗 毕竟你帮我找工作这事 我还一直没谢过你 过了几秒 她再次小心试探道 陈璐这才缓过神 丝毫没注意到 自己脸上的笑意 再听 这个每天只舍得 吃炒土豆丝的憨憨 居然要请我吃饭 这时 她又加了一句 只请你一个人 陈璐愣了一下 好家伙 还先学现用上 她一时间不知道 该高兴 梁芷柔要请自己吃饭 还是该高兴 她很认真地在学着 慢慢变好 两人商量好 下午碰面的时间后 陈璐刚想继续睡会 梁芷柔的电话 就又一次打了过来 还有什么事情吗 陈璐对梁芷柔 似乎有用不完的耐心 苗苗说 她把话剧社的庆功宴 推到明天了 今晚要单独 请我们两个吃 你哦 陈璐很是力所地 发表了评价 她一时间有点怀疑 林淼淼这姑娘 最开始脑子没转过弯来 不就上了学校官网吗 至于这么高兴 这次陈璐没有再问 梁芷柔想不想去 而是直接应了下来 我吃啥都行 你俩慢慢商量吧 记得挑好点的地方 毕竟咱俩这阵子 这么累死累活地帮她 好 一来二去折腾的陈璐 彻底没了睡意 干脆爬下床准备洗漱 她不知道 自己昨晚什么时候 才睡着的 总之就是 睡到了现在 这个点 洗漱完 再随便消磨下时间 就被出门陪两指肉吃饭了 看到江超还在睡 陈璐越想越气 一脚给她踹了起来 我靠 你有病啊 江超被吓一跳 一下子就坐直了身子 就看到陈璐正冷冷地盯着她 你是不是被你女朋友策反了 怎么可能 哥们肯定永远站在你这边啊 江超认真到 像是在说理所当然的事情 看到毫不知情的江超正 摆出一脸认真的表情 陈璐更无语了 她叹了口气 你还是承认你 被她策反了吧 江超听得一愣一愣的 一时间都忘了自己 被踹了一脚 为什么 我替你先丢人 陈璐催了她一口 啥意思啊 陈璐慢慢解释了 昨晚的前因后果 最后又踹了她一脚 虽然跟莫语勤 把话说明白 没什么坏处 但被人莫名其妙 摆了一道 还是越想越气 你说的句句属实 你真是这么干的 她反应过来之后 凑到陈璐面前问道 陈璐面无表情的点点头 你小子 江超突然不知道 自己该说什么好 作为陈璐进入大学以后 这三年苦苦追求的见证者 此刻她的心情 也是有些复杂 那就恭喜你解脱了吧